第509章 小豆子立即转得快 太爷爷好 这声太爷爷可把老爷子给高兴得不行 好好好 萧北一听是这个原因 他也松了一口气 他工作要紧 小豆子听到爹这么说 他也快速地说了一句 我娘工作要紧 慕容老爷子被逗得哈哈大笑 你可真是一个好孩子 走 我们回去再说 小豆子和萧北立即跟上 而在他们身后的容莉莉 则是有些傻眼了 慕容老爷子 是慕容哲的那个爷爷吗 可是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萧北那的媳妇 怎么会是慕容家的人 眼看着萧北父子要走远 他们都没有叫他的意思 这下子急了 于是就连忙跟了上去 在他们要坐进车内前 他连忙喊了一声 萧大哥他这一喊 慕容老爷子就停下了脚步 然后转过头 看向了站在不远处的姑娘 萧大哥 你等等我 容莉莉再次喊了一句 慕容老爷子 确定自己没听错 这姑娘喊的人就是萧北 她的脸色顿时有些不好看 转过头 眼神锐利地扫向萧北 那人是 萧北一看老爷子这眼神 顿时心中生起一股不好的感觉 他知道这事可不能让老爷子误会了 于是便也顾不得上车了 他口齿清晰地解释 慕容爷爷 我们在上车的时候 碰到了人贩子 然后我就联合城景抓了那些人贩子 这姑娘也是被人贩子给要了 她正好还是我站有的妹妹 她这么一解释 慕容老爷子就听明白了 老头也是不讲理的人 既然是萧北站有的妹妹 她也就不说什么了 那她住哪里 她家里人没人来接她吗 萧北说道 这里不是有公交车吗 容同志还是坐公交车回家吗 这里可是首都 安全得很 再说你家也是住在这里的 可以自己回家 你哥哥就算是我站有 但我也不方便送你回去 慕容老爷子对于他的做法 还算满意 已婚男同志不管什么原因 都应该跟女同志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萧北这话却让容力力极了 萧大哥 你不是说要送我回家的吗 你现在把我丢下 那我怎么办 萧北眉头不悦地皱起 还不等他开口 一旁的小豆子就抢先一步说道 我爹可没有说过要送你回家 况且 你都这么大人了 难道连家也找不到了吗 如果你真找不到家 那边有个派出所 就让警察叔叔送你回家吧 慕容老爷子喜笑颜开 他可真是太喜欢小豆子了 这真是一个小机灵鬼 我重孙说的对 你这姑娘要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就让警察送你 我这孙女婿都坐了那么久的火车 救了你 难道还要保管把你送到家 那你这也太不懂事了 容莉莉的脸仗得通红 那是被这一老一少给气的 他不跟这两人说 转过头就看向了萧北 萧大哥 我害怕 万一再碰上人贩子 我 说着说着 眼睛就红了 看起来可怜兮兮的 第五百一十章 那你也太倒霉了 怎么人贩子就专门盯上你了呢 如果真是这样 那你更应该找警察送你了 慕容老爷子活了那么久 岂会看不出小姑娘这点小心思 萧北可是他的孙女婿 在他孙女没有不要之前 那可不能让别的姑娘给染指了 就是 这人贩子怎就只盯住你呢 你也没有我娘好看啊 小豆子天真无邪地说道 就这 才是最气人的 他再一次成功地 把容莉莉给气哭了 随后 就泪眼婆娑地看住萧北 希望他能说一句 萧北并没有看他 那就送你去派出所那边吧 让警察送你回去 他这话一出 容莉莉就哭着跑走了 毕竟 真要让警察把他送回家 那他还有什么脸面 那些街坊邻居 指不定会瞎想成什么样了 他一跑走 留下的三人并不怎么担心 毕竟光天化日之下 能出什么事 更何况 容莉莉看起来都二十了 他又不是傻子 出了一次事 还真能出第二次事 走 我们上车 慕容老爷子让萧北 把包裹放到车上去 他和小豆子就先上了车 小豆子虽然已经不是 第一次坐小汽车 但这次坐 还是很兴奋 这边萧北把包裹放好之后 就坐到了副驾驶这边 太爷爷 我们现在是去我娘家吗 什么你娘家 那也是你家慕容老爷子 纠正小豆子的说法 小豆子憨憨地一笑 太爷爷 那是先回去我家吗 其实这话萧北也想问 所以 这会儿他竖住耳朵听的 当然是回你们自己家了 我让刘沈先在四合院里做饭 等你们一回家 就有饭可以吃了 父子俩一听是回四合院 他们就很高兴 他们都想看看 那买的四合院 车子很快就开到了 一停下 萧北率先打开车门下车 小豆子 到了 我们下车 慕容老爷子 喊了一声小豆子 他下车之后 就去敲门 没一会儿 刘沈就出来开门 刘沈 这是小豆子 我虫孙子 那是我孙女婿萧北 刘奶奶好 小豆子乖巧地喊人 他模样长得好 再加上这乖巧的样子 很是讨喜 特别是年纪大的 就很喜欢他这一款 哎哟 小豆子是吧 常听老爷子提起你 可总算是来了 都先进家再说 几人一起进了院子 萧北把包裹也给扛着进来了 至于车子 开车的司机直接开走了 怎么样 这房子可喜欢 慕容老爷子问小豆子 小豆子忙不迭地点头 喜欢 可太喜欢了 这房子比他们先前 在县城的家还要大 喜欢就好 我听你娘说 那个屋是你的 都给你准备好了 快过去瞧瞧 慕容老爷子手一指 小豆子立即跑向了 那个屋子 没一会儿 就传来他兴奋的尖叫声 啊 我这太喜欢这房间了 老爷子听到小孩的叫喊声 他露出了笑容 果然这一家子里 就不能没有孩子 有了孩子之后 这房子就热闹了 转过头 看到萧北还站在这 不由问道 你还傻站在这里干什么 不回你屋子看看嘛 萧北 他回哪个屋 他可以回哪个屋 第511章 萧北觉得 先把包裹放正房再说 毕竟自己要是这么站住 一会儿小豆子可就出来了 就凭小豆子那张坑爹的嘴 准备说些乱七八糟的话 于是他便提着那几个包裹 大步地走向了正屋 正屋有三间房 一间是主卧 中间这个是堂屋 另一边 门则是关着的 萧北看住那紧闭的门 他突然有了不好的感觉 这个屋不会是留给他的吧 把行李放在堂屋的一角 他心情沉重地走了出来 慕容老爷子见他紧绷住脸 你怎么不笑 是这四合院不满意吗 萧北 你要被媳妇分房睡 结婚都快一年 还没摸上媳妇的床 并且连结婚证都没领 这还能笑得出来就怪了 我天生不爱笑绷住脸说了这话 随即又快速地补上了一句 这房子非常好 也是 这房子你要是还嫌弃的话 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 但对老丈人来说 那是不可能的 而慕容老爷子 虽不是老丈人那一挂的 但这家伙可取走了 他好不容易才找回来的孙女啊 他能看着孙女婿看顺眼才怪 没有嫌弃 这房子特别好 萧北耐着性子说道 这个当然 对了 你这手里不是有那录取通知书吗 快把你们俩的录取通知书 拿来给我看看 慕容老爷子 自从知道他家孙女 考上大学之后 就一直惦记着这事 只可惜录取通知书 没记到这边 萧北一听 就点了下头 好 他回到了堂屋 把其中一个包裹打开 拿出两张录取通知书 慕容老爷子见他拿过来 就迫不及待地看起来 一张是萧北的 京市公安大学录取通知书 一张则是苏琪的 京市一大陆学通知书 好 真好 我们家也出了两个 有文化的大学生了 对于老爷子来说 慕容哲那是上的 功能兵大学 在他心里 可没有这两张的含金量高 毕竟一个则是 推荐去上的大学 这两张可是他们俩人 正儿八经考上的 厉害住呢 萧北又说了一句 媳妇她还是省状元 她考了全省第一 慕容老爷子 这下子瞪大了眼睛 这是真的 苏苏真考了省状元 那她怎么没说这个事 媳妇她可能想要 给你一个惊喜 所以她没有说 萧北的话 让老爷子高兴得不行 这孩子就是低调 她的老脸都笑成一团 爷爷 我先去洗漱一下 天本就热 在火车上又那么多天 她身上的味道极大的 苏琪爱前进 她可不想在苏琪回来时 自己还顶着这一身臭轰轰 老爷子点头 行 浴室在那边 你跟小豆子也好好洗洗 等你们洗好了 再吃饭 萧北便把小豆子 从屋子里喊了出来 小豆子 先出来洗澡 记得把换洗的衣服带出来 哎 好的 爹 小豆子应了一声 没一会儿 他便拿着衣服出来了 萧北把小豆子 带到了诱饵房改造的浴室 你先洗 这个要这么用 教了一下水龙头怎么用之后 他便走了出来 第512章 你这是怎么了 荣母看到女儿回来 那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不禁 有些疑惑 妈 荣丽丽把自己被人贩子抓的事情 给讲了一下 然后把自己被人给救了的事 也说了一下 荣母听得胆颤心惊 老天爷 你这幸好有人救你 要不然 你这死丫头可就要受罪了 她就生了一儿一年 儿子常年当兵 再不对不回来 身边就只剩下这一个女儿 所以 荣家夫妻就算有点重儿轻女 那也是比较疼这个女儿的 这姑娘 真要被那该死的人贩子 给拐走的话 那可真的是回不来了 让你好好在家 你偏偏要往外跑 还跑得那么远 下次可得长记性 对了 你说那个救你的人 是你哥的战友 对 他叫肖北 要不是他在火车上看到我 并救了我 妈 你可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哎 那可得好好感谢人家 也不知道他现在住哪 算了 下次让你哥去谢谢就成妈 这个救的是我 我要不能亲自去感谢的话 那岂不是太没有诚意了 妈 你给我一些钱 到时候 我去买点礼物上门 感谢一番 荣母听出了一些不对劲 等等 你知道他住哪里 荣丽丽当然不知道 肖北住哪里 但他却知道 慕容家住哪里 如果那个老头 真是慕容哲的爷爷 那么他一定知道 肖北住哪里 更何况 荣丽丽的眼中 闪过一抹暗盲 他倒要看看 那个跟肖北结婚的女人 究竟长什么样 呵 难不成会比他好看 自己可是大学生呢 那个女人 哪里会有他这般有文化 更何况 现在肖北也是大学生 那么他们俩人 才是最相配的 如果那个女人 识趣点的话 那就应该让位 我大概知道 等等 你刚刚是不是说 那个肖北 是你哥常说的 那个肖北 荣母人 虽说不上精明 但也不特别蠢 而且 他的记忆力也还可以 因为儿子说过 好几次这个名 他自然也是很有印象的 对 就是他 妈 你也知道他 我怎不知道 你又不知道 你妈记性好住呢 不过 这个肖北 你可不是说 他断腿退伍了吗 而且 他也不是金氏人啊 怎么就在这边了 妈 人家的腿早就治好了 而且 他还考上了大学 这是我可是偷听到的 人家厉害呢 就凭他这本事 以后 他的工作 肯定分配在咱们这边 荣母乐厅 越觉得不对 他打量着闺女的神色 见他越说越兴奋 眼睛也越说越亮 眉头就微皱了一下 你看上他了 荣莉莉的表情 瞬间僵了一下 妈 哪有 我只是感激他 而且 他本人也确实优秀 我哥不是一直都说他很好的吗 要不是他去年腿断了 我哥还准备给我们说和呢 远在部队的荣浩打了一个喷嚏 也幸好他并不知道这话 否则非得说你可别胡说 他才没有 你相中他了 荣母语气 十分笃定 织女莫若母 看着这闺女春心荡漾的表情 他就知道这是相中了 第五百一十三章 荣莉莉的脸红了 妈 就算是我相中了他 那也不是挺好的吗 他可是大学生 我也是大学生 我们毕业之后都是有工作的人 他以后的工作单位一定会很好 职位也不可能低 这不比在工厂工人的好 他是外地人 这毕业分配到外地怎么办 谁也不能保证 他毕业就分配再进食工作 我就你一个闺女 我可不想你远嫁荣母 可不想自己老两口年纪大了 没人照顾 毕竟儿子儿媳都在部队 这几年都不可能会调回来 而媳妇去年带着孩子随军之后 也不可能专门回来留在家里的 所以 他们身边也就闺女这一个 如果他嫁外地 那他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妈 这是不可能 他肯定会留在这边工作 而且 他应该在这边买了房子的 你都没见过 怎么就知道他有房子 好了 这是你别管 以后让你哥感谢就是了 荣母觉得自己闺女 还是要找个本地人比较好 而且 他闺女还是个大学生 这大学里优秀的男人 多的是挑一个回来不就好了 妈 我要自己感谢 而且 他条件真不好 你闺女也看不上他 妈 你给我一百吧 这马上要开学了 我也得好买几身衣服 其先荣母不答应的 但他拗不过荣丽丽 最后给了五十块钱 荣丽丽拿着这五十块钱 直接出门了 他得去那大院打听一下 这个萧北到底住哪里 最好让他跟萧北家里的 那个黄脸婆也见上一面 相信那女人在见过他之后 一定会自残行贿 苏奇回家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四点 他做了一场手术就回来了 这次不用他晚上盯着 娘 娘 苏奇刚进弄堂 还没有到家门口 就看到了远远朝他飞奔过来的小男孩 他定睛一看 这不就是他儿子小豆子吗 于是就加快了脚步 今天他回来得早 所以是坐公交车回来的 在外面的公交站就下了 走了一小段路 娘 小豆子的声音清脆又激动 等母子俩人会合的时候 母子俩都激动得不行 哎 娘的小豆子 娘可想你了 娘 小豆子的亲娘爱 小豆子也可想你了 他这话把苏奇都给逗乐了 连忙抱了一下 随即便松开 小豆子 这边的新房子喜欢吗 娘 小豆子可太喜欢了 这房子好大好漂亮 娘 以后 小豆子再也不用跟爹一起睡了 小豆子可以一个人睡一个房间 以后 小豆子再也不用 闻我爹的那个大臭脚丫了 削北出来的时候 正好听到了他这个好大儿 说的这番话 可真的是 把他给气得不轻 那可真是他的好大儿 一天不抹黑他这个当爹的 就难受是吧 苏奇听到小豆子的话 不由笑出了声 然后他的眼睛 在看到门口那个 黑住脸的男人时 他的笑声便戛然而止 偏偏小豆子 这个当事人还一无所知 他那爹正盯住他 他一脸兴奋继续扒扒 娘 咱们家屋子真多 你一间 我一间 让我爹也自个一间 我们都不用闻他的臭脚丫 第514章 苏奇 儿子 你可别扒扒了 你在扒扒 今天就没法扶此子孝了 小豆 你闭嘴 小北连小豆子大名都喊出来了 可见他是真的生气了 小豆子听到老爹这一哄 他整个人僵住了 不过 他机灵得很 当即便藏到了他娘身后 然后探出头 爹 你听我狡辩 啊不 爹 我说的是你听我解释 我正在跟娘表达 我们对房子的满意度 你表达满意度 就抹黑我脚臭 不是抹黑啊 我们男人有些汗臭味不是很正常吗 秦奶奶说了 臭男人臭男人 有臭味才叫真男人 我 我这是在夸你 小北在听到这话时 他的脸更加黑 苏奇则差点没憋住笑 天 他这儿子也太饱了吧 果然 没有他在的日子 他的生活都无字无为 少了欢乐 抱 我们先回家去 有什么是家里说 小豆子被这一声 宝给喊得幸福的不了 他喜滋滋的点头 好的 娘 我们回家这一刻 他是真的好幸福 以后 他都不要离开娘了 在路过老爹身旁的时候 还是色缩了一下 娘 爹在瞪我 萧北磨牙了 这小子 铁定是皮痒了 苏奇逆了萧北一眼 别吓他萧北 他委屈得不行 刚刚 这小子做怪呢 怎么不去说说 没吓他 你累了吧 我来拿眼疾手快的 把苏奇的那个医药箱 给拿了过来 一家三口回了院子 苏奇没看到其他人 爷爷呢 他不在 萧北立即说道 回去了 他晚上不过来吃饭 明天再来 他觉得老爷子 可能回家吹牛逼去了 当然这种猜测 不会当着苏奇的面说出来 他只是隐晦地说道 老爷子看了我们俩人的 大学录取通知书 他很高兴 还有 我跟他说了 你考省状元的事 他当时高兴得不得了 对 太爷爷可高兴了 他一直说娘好厉害 娘 长大了 我也要像娘一样厉害 萧北立即说 不用等长大 你马上要上小学了 到时候就可以考一百 你先厉害眼前的 再说小豆子 能不能先不说这扫兴的事 我当然能考一百 这是小事 我娘这么聪明 我肯定不会差得萧北 你娘聪明是她自个的 跟你有半毛钱关系 真要这么算的话 那她得有点发愁了 毕竟算了 不能想这个事 对 你跟我一样聪明 小豆子 你先在这一会 娘去洗个澡再说 今天在医院做了手术 有些味道 得先去洗洗换衣服 小豆子听到这话 立即松开了手 娘 你辛苦了 快去吧 一会儿 就可以出来吃饭 今天的晚饭 是我和我爹一起做的 萧北 你就烧个柴火 怎么就好意思说 我们这两字 我家宝真棒 苏奇朝着小豆子 竖起了大拇指 这下子 萧北就更委屈了 他这个十千人 还没有表扬 结果都让臭小子 给摘取了 第515章 晚上这炖饭 萧北是花了心思的 八菜一汤 有肉有鱼 还有炖了鸡 苏奇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桌上 摆满了这些菜 这么丰盛 菜是老爷子买来的 我看着就给做了 萧北给苏奇 盛了一碗饭 苏奇坐下 谢谢 娘 吃这个鸡腿 好吃 小豆子把那个大鸡腿 夹到了苏奇的碗里 苏奇可被他的孝心 给感动了 然后把剩下的 另一个大鸡腿 夹给了他 小豆子也吃 谢谢娘 小豆子高兴极了 正准备享受鸡腿的时候 就看到了他爹 正盯住他看 于是便放下鸡腿 从那堆鸡块中 把那个最大的头 夹给了他的爹 爹 你吃这个 秦奶奶说了 这叫做吃啥补啥 你最需要了 萧北好不容易缓和的脸色 再度黑了 可真是太谢谢 他这个好大儿了 要不是媳妇在 他铁定要敲一下他这好大儿的头喝 全家最需要补脑子的 不该是他这个小家伙吗 苏奇看了一眼黑脸的萧北 连忙给他加了一个鸡翅 你们这几天都在火车上 吃得都不怎么好 可得好好补补才行 他的这个家菜动作 让萧北的臭脸瞬间没了 他的眉眼肉眼可见的欢喜 你也多吃一点 一家人这么久 才去在一起吃饭 一个个吃得都挺高兴 而且各个胃口都挺好 丝毫没有受着大热天的影响 萧北的肚子大 包圆了所有的剩菜 当然了 除了那只鸡是整个的 其他饭菜的量是少一些的 饭后 萧北也不用苏奇动手 他自觉地去洗碗筷了 而苏奇和小豆子 则坐在院子里聊天乘凉 娘 我跟你说 在火车上 我爹碰到了人贩子呢 小豆子这话一出 让苏奇惊了一下 他们是盯上你了 小豆子连忙摇头 不是 是那火人贩子抓了别人 好几个呢 我爹一上火车就发觉到了 然后他不动声色地去叫了城景 然后就这样三下两下 就把那火人贩子给抓了 小手比划来比划去 苏奇见不是盯上小豆子 也就松了一口气 然后他发现 这小家伙的成语词汇量多了不少 还不动声色哈哈 你爹的确很厉害 要不然 人家怎么叫公安的医 可是 我爹救了一个很讨厌的人 这话转得 让正在洗碗的萧北 有种很不好的感觉 他觉得这儿子 好像是又要来坑他了 手里的碗顿时洗不动了 苏奇的耳朵 时刻关注着外面 准备在关键时刻 好处去抢救他的名声 他感觉总有一天 他这媳妇 要被这儿子给坑没了 什么讨厌的人 苏奇好奇地问道 有个阿姨 他一直叫我爹萧大哥 可喊了一路了 真是太讨厌了 火车到了之后 他还要我爹送他回家 那人 我就说他都那么大个人了 为什么会找不到家 又不是傻子 小豆子只要走过一次 都能记住呢 再说了 他找不到家 不会找警察同志吗 为什么非要找我爹送了 第516章 萧北的脸黑得跟锅底一个色 他这下子手里拿着个碗就出来了 媳妇 这是我跟你说 那是我一个战友荣耗的妹妹 我上火车的时候 正好看到他落在了人贩子的手上 不仅是他 还有三个 其中两小孩子一姑娘 只不过 他正好是我战友的妹妹 之所以认出他 是因为以前他去过我们部队 我跟他并没有任何关系的 萧北语气急切地解释完 小豆子疑惑地开口 爹 你这么住籍干什么 我又没说你跟那阿姨有关系 我再跟娘说 那个阿姨好讨厌萧北 小豆子 爹 你信你都晚去吧 我跟娘聊天呢 我们不是在说你坏话 萧北 要不 还是把这儿子送走得了 不然 最后得是这臭小子 把他这个老子给送走 苏琪的视线 落在了萧北手上拿着的这个碗 嘴角微不可见地抽了抽 萧北见苏琪看自己 表情羞涩 他真不是急 他是怕这小子坏他名声 真是养了的祖宗 善善地指了一下厨房 那 那我去洗碗了对了 小豆子 明天你不是想要去长城转转吗 明天爹带你去 小豆子一听 当即便被转移了注意力 他眼睛发亮 爹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如果你娘有时间的话 那就一起去 要是她没有时间 我们就先去 到时候我们在一家三口一起去 可别再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了 小豆子立即转头问苏琪 娘 你明天有时间吗 苏琪有些不忍看他眼里的失望 娘明天没时间 但后天有时间 不如你们晚一天 小豆子立即说道 那就后天去 我们要一家人 七七整整地一起去 苏琪笑了 萧北也喜欢听儿子说这句话 老父亲被伤害的心 也稍稍治愈了一些 那就后天一起去 明天我在家整理一下 随即意识到自己的碗 还没有洗碗 那 我先去洗碗了 苏琪 你就没有考虑一下 有些事情不解释还好 这一解释 就会更显得乱嘛 不过 这话他终是没说 母子俩先前的话题 也接过去了 走 我们出去转转 小豆子顿时高兴的不行 娘 现在就出去嘛 不等爹了吗 老父亲总算是欣慰了一回 他也没白羊 算了 爹在洗碗 他也不喜欢逛 还是我们自己去吧 娘 我们走 萧北的笑容又没了 刚刚的感动赶紧撤回来 外边传来了苏琪的声音 萧北 我和小豆子去外面转转 可能会晚点回来 萧北 好 注意安全随后便听到 母子俩欢快走出去的声音 接着就是那关门声 他低头看了一眼 手中的碗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娘 这里好大 那是 这里可是首都呢 等爬过长城之后 到时候我们再去看 故宫小豆子一听 他就开始向往了 第517章 娘 这里的自行车和汽车好多啊 虽然上次他们也来过一次京市了 但这心情不一样 以后他们可就是要在这边住的了 对 车子很多 所以 你以后走路都要看住点才行 苏琪趁机叮嘱了一番 娘 那我以后再上里上学员嘛 不远 就离咱们家走路不到十分钟 改天 娘带你去 好小豆子挺高兴 要是学校离得近 他就可以自己回家 母子俩在公园处走了走 这边的老头老太挺多 还没等他们走一半 萧北就找来了 苏琪看到他时 挺诧异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我想着这边公园 就过来看看萧北要是连这点都找不到 那么他也甭前公案了 还要继续走吗 苏琪看了他一眼 又低头看了儿子一眼 再走走吧 我们一家三口 好像还没有这么地逛过 萧北最喜欢听他口中说一家三口这话 眉眼柔和的不行 小豆子走在俩人中间活跃着气氛 还别说 这一家子看住就挺温馨的 当然 也是非常的养眼 苏琪的相貌就别说了 他不仅五官长得好看 皮肤更是白的发光 漂亮的不行 而萧北是那种冷硬汉子的长相 他的五官也非常的端正 两人站一起 就非常的相配 小豆子长相也很不错 等于这一家子亮眼得很 他们逛了一会 正准备回去的时候 有人挡在了他们的面前 萧大哥 没想到会在这碰到你 你是住这边的吗 容莉莉满眼惊喜 他在这片区转了好久了 没想到晚上不想待在家里 就出来走走的时候 会碰到萧北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真的是一只喜 萧北在看到容莉莉的时候 他顿时脸黑得不行 他表情严肃 麻烦你不要再叫我萧大哥 姑娘家自重一点会比较好 不怪他把话说得难听 实在是这人压根就听不懂人话 不跟他讲重点 他就当没听见一样 容莉莉整个人僵住 他的眼睛也快速红了 萧大哥 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我只是因为你是我哥的战友 我才叫你萧大哥的 萧北的表情更严肃了 你哥叫我萧北 再说了 你哥是我战友 你是我战友吗 我跟你根本就不熟 你这样非得叫我萧大哥 让我很困扰 就算是你喜欢叫别人大哥 但我不喜欢 能不能别这么叫 这次我郑重地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你不熟 我不希望再听到你叫萧大哥 这下子 你听懂了吗 萧大哥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呢 容莉莉的眼泪流住 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而萧北再次听到 从他喊萧大哥时 他气得额头青睛都出来了 有些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选择性耳聋吗 苏奇看住眼前的小绿茶 总算是明白小豆子 为什么说讨厌这个人了 而且 他也算是猜出这人是谁 嘖嘖 这小绿茶是看上萧北了 而且 他这么大个人站在这里 就看不到 懒洋洋的声音响起 当然是因为你不要脸啊 第518章 你 容莉莉气氛地转头 当看到苏奇的长相时 他所有的话都卡在了喉咙里 这人的长相跟他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这女人不该是个黄脸婆的吗 她怎么可以长得如此好看 狐狸精 压制心中的不痛快 她快速地扬起一抹笑 非常诚恳地对住苏奇说道 这位是嫂子吗 我叫容莉莉 也多亏萧大哥救了我 我只是纯粹感谢萧大哥 你别误会了 苏奇痴笑 嘖嘖 我能误会你什么 还是说你都不回家照照镜子的吗 要是家里没有镜子 过去点那有个护城河 你可以去照照 你 容莉莉气得要死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得一前二进 苏奇没理会他 转过头看向萧北 走吧 我们回家 至于有些人非要厚脸皮喊什么萧大哥 你也甭在意 毕竟这世上性香那么多 你就当听个屁想就是了萧北认真的点头 媳妇说得对 我听你的 娘 要不 我们就养个小狗叫萧大哥吧 小豆子的话 让苏奇扑痴笑出了声 天 他儿子为什么会这么的有才 而萧北的脸则黑了 小豆子抬头看老爹的神不对 他天真无邪问道 爹 你觉得这主意不好吗 以后 有萧大哥 那么我就可以是萧二哥了 娘的小豆子 你怎就这么的可爱呢 行 明天咱们就养条小黑狗 这要不是在外面 苏奇铁定要捧着这个小脸蛋亲好几下 他儿子太可乐了 小豆子一听这话 他当即跳起来欢呼 娘 你太好了 我好喜欢娘 他能养狗了 萧北 感情 从明天起 家庭成员就要增一个他要有狗大儿了 而一旁的容莉莉是脸色气得铁青 他整个人气得都在发产 这对母子在侮辱谁 萧大哥 你看他们 怎么可以这样 萧北没有给他一个眼神 他对着苏奇说道 媳妇 那就按你的来 我没意见多个狗大儿也很好 反正 他叫萧北 不叫什么萧大哥 走 我们回家 苏奇牵着小豆子的手 母子俩亲密的不行 两人欢欢喜喜地往前走 萧北紧跟其后 至于容莉莉 他真的是要被气死了 双眼横横地盯着苏奇 还有小豆子的背影 尤其是小豆子 他觉得以后等他嫁给了萧北之后 他一定会好好折磨这个拖油瓶的 眼看着这一家三口就要走远 他跺了跺脚 还是偷偷地跟了上去 他以为他的举动很小心 不会被人给发现 但萧北又怎么会觉察不到 他的怒火难以压制 媳妇 你们俩先回去 我去把他给轰走 这都什么人啊 话说到如此地步 他居然还来跟踪他们 苏奇拉住了他 不用去理会 这种人压根讲不清道理 他自有一套逻辑 你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的 况且 你就算是今天把他给赶走了 那么明天他也会在这里赌你的 或许 你越是跟他说话 指不定他就越高兴越来劲 第447章 文医生继续说道 至于你儿子的病 到时候让苏奇给看看 江顺很激动 他一脸感激地看向苏奇 谢谢 真的是太谢谢了 我 苏奇 我只能先去看看 并不是说我一定能行 江顺立即说道 没事 我儿子这病我知道 你能去看 那就够了 不管结果如何 我们都接受的 等于是给了他一份希望 苏奇也不浪费时间 那我们去过户吧 你先写个契约 行 不过 这钱就两万五 家具什么的全部送你 至于我儿子的病 如果能治好 那么我会退回这买房的钱 苏奇 一码归一码 就按两万六的写这时 文医生也出生 江顺 那就按他说的办 江顺有些失望 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好 随后他拿出了纸笔 递给文医生 文老三 你来写 好 文医生虽然没有写过这种的 但是江顺大致说过之后 他便知道怎么写了 写完之后给两人看 你们看一下 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话 那就各自签字按手印 江顺看过之后点头 可以随后递给了苏奇 可以 没问题 苏奇很浅脆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用印尼按了手印 江顺见此照做 文医生为证明人 自然也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还按了手印 三人都弄好之后 苏奇收了一张 另一张江顺拿在了手上 走吧 我们去过户 行 江顺先把手里的那串钥匙 递给了苏奇 这房子的钥匙全在这里了 苏奇接过那串钥匙 心情很美好 三人走出去 苏奇锁好大门之后 他们便坐进了文医生车内 一小时后 苏奇拿到了新的房产证明 当然了 他也把从空间中存放的钱 移进了自己的绿色胯包中 然后拿出来 一踏是一万 总共三踏 数了四千出来 好 钱这东西就得当面点清 江顺全部数完 对得文医生看这是成了 也是替两人高兴 他说道 那我们就先回去 对了 苏奇 你要去慕容家 还是你的新家 我去街上转转 不坐你的车了 你自己回去吧 文医生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 看来 他也是不想接触慕容老爷子呢 是他多问了 那也行 一旁的江顺 不由有些急了 他钱粹自己 厚住脸皮问 苏同志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 三天后吧 我这三天有点事 病人现在只是瘫痪状态 那就说明不致命 那晚个两三天的 就没什么关系 三天后 我在新家 到时候你过来找我就行 将顺意听这话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那好的 我八点这样过来 没关系吧 苏奇点头 可以 那行 到时候我八点来 谢谢苏同志 如果可以的话 他是真的想要少了那一千 奈何这姑娘不同意 也就只好如此了 苏奇 那我们走了 你这边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就来我家找我 好 苏奇看住他们走了之后 他便往另一个方向走去 第四百四十八章 苏奇没注意到的是 他身后的另外两人 王浩盯着那背影 一 那不是那个我小姨的女儿 安雪的眼神 更像是脆了毒一半 他可没忘记 这个女人和肖北 一起害了他弟弟安启阳 上次这事之后 他虽然被关十五天出来了 但是他弟弟安启阳 却是被调查出事 然后就背叛了十年 他娘家人 也从此就把他给恨上了 说他弟弟这样 都是他的错 说他是害人精 要不是王浩拿了一千块钱 给他的娘家人 他们可就每天都来王家闹他 后来他们拿的钱 虽然不过来闹了 但本来就不怎么 待见他的婆婆 这下子彻底不待见他了 一直窜斗着王浩 要跟他离婚 好在他把王浩给哄住了 要不然 他现在就真的就是个 无家可归的弃父 这时 王浩突然出生 先前 我好像还看到了江顺到这里来 难不成他的那个房子卖掉了 安雪一听这话 他便急了 这怎么可能呢 那个女人哪来的那么多钱 江顺那房子他看中了 因为他想让王浩把这房子给买了 这样他就能从王家搬出来 过他们自己的小日子 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买下来 那是因为江顺的价格太高了 他想熬一下 这样就一两万的价格买下 他有这个自信 毕竟谁家现在能一口气拿出两万块 江顺儿子有病需要钱去治 所以他等得起 江顺可等不起 到最后两万块 他是不卖也得卖 你去里面问问怎么一回事 在安雪的心中 那四合院对他来说 那是十拿九稳的事 四合院就是他的 所以他绝不允许出现意外 也更不允许这意外 是出现在苏奇这个贱女人身上 行 我去看看王浩应了下来 随后便往那房管局里面走去 他找了一个相识的人 老孝 我问你件事 刚刚有个很漂亮的姑娘 她来这里干什么 安雪 她心里顿时很不痛快了 问事就问事 夸什么人 难不成王浩看中那个贱女人了 想到这里 他眉目瞬间阴沉 那个贱女人一副妖媚相 长得就是勾引男人 老孝瞬间知道王浩问的是谁了 他笑着说道 那个漂亮姑娘是来过户房子的 江顺的那个房子卖出去了 就是卖给他跟住王浩身后进来的安雪 这下子绷不住的尖叫 什么 他哪里来的钱买房子 老孝诧一看他 他哪来钱 我们怎么知道 况且 人家那一身的穿住不像是没钱的 怎么 你们认识 王浩立即说道 是有点认识 老孝 他们过完户了 老孝点头 对 已经登记过并改好名了 王浩一听这话 就意识到安雪要发飙 他果断拉着安雪就走 老孝 那就先这样 我们有事先走了 他把安雪拉到了外面 安雪甩开了他的手 他怒火燃烧 江顺怎么一回事 明明是我们先谈的 他怎么可以把房子卖给别人 第449章 王浩就冷静多了 人家房子卖了就卖了 谁叫你先钱压价不买的 他遇到合适的价格给卖了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 其实 他并不是有多想买这房子 毕竟家里可以住 而且 这可是一笔大钱 他要是买了房子之后 那么他也就没有钱了 以后这日子还能过得舒心 他妈可不会再给他钱 好了 就这样吧 安雪气急败坏 不行 那房子可是我们要先买的 他得接走了 那我们怎么办 王浩不以为意 什么怎么办 人家房子都买好了 难不成人家会把房子让给你 不对 他哪来那么多钱 是不是慕容老爷子给的钱 安雪也知道苏奇和慕容奇被调换的事 他觉得苏奇这贱人就不该回慕容家 却没想到慕容老爷子 居然偷偷给了苏奇这么多钱 还害得他的房子被抢 想到这里 安雪就气不打一出来 这是得告诉小姨去 要不然 慕容家的钱可都被一些新妓女给骗光了 这是 不好吧 什么不好 那可是你亲小姨 难不成你想让你小姨的钱给了别人 你走不走 不走 我可就不管这个事了 反正到时候 这房子的事总要录出来的 我看你小姨会不会怪罪你 安雪用话去击他 她是最懂拿捏王浩的人 要不然也不会以一个二婚身份 嫁给全家人反对他们结婚的王浩 他一定要拿回这房子 就算是不能拿回 那他也要 王浩一听还挺有理的 就立即到 那我等一下就去看看 等一下干什么 现在就去 晚了 那钱还能追得回来吗 现在去的话 没准这交易就不算了 他当然是要阻止的 要不然 这房子怎么会是他的 没有房子 他又怎么能从王家搬出来 行吧 王浩终究同意了他的话 然后两人就朝住 慕容石的那个家走去 说来也巧 慕容石住的那个房子 离苏琪也不是太远 只隔了两条街 他们夫妻去的时候 就看到了王岚在安慰慕容琪 王浩直接问 小姨 琪琪这是怎么了 王岚的脸色很不好 不过他并没有回答外上的话 只是语气淡淡 你们怎么来了 如果只是外上一个人的话 他是不会白脸色的 但谁叫他不是很待见这个安雪呢 如果不是上次安雪 把那的叫小豆子的 给偷带来金氏的话 那么苏琪也不会找过来 他们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事 所以他觉得这个安雪 更是一个巧家精 安雪也知道这个女人不待见自己 跟他婆婆一个德行 要不是有事 他才不会来看别人脸色 为了早点回去 他扯了一下王浩的袖子 示意他赶紧说事 王浩见此就立即对着王岚说道 小姨 那个我看到苏琪了 王岚一听苏琪这名字 脸就更黑了 他们母女先前受的乳 这会儿好不容易遗忘 结果又被提起 看到就看到 他跟我们现在又没关系 管他这么多干什么 第450章 王浩没想到小姨是这个反应 不过他不待见他的苏琪也是正常 毕竟上次苏琪把慕容家换孩子的事 给写了故事投稿给了报社 并且还在报纸上登了断绝这份亲情的声明 简直是让他小姨一家子颜面扫地 到现在 小姨一家除了老爷子和那个表弟之外 其他三人都受了不小的影响 小姨 我之所以来跟你说 是因为他好像买了江顺的那座四合院 这消息如同炸雷一般 让王岚和慕容琪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慕容琪都忘记了伤心难受 同时 母女俩都想起他们先前碰到苏琪 不就是在江顺那房子门前 而且 当时除了文老三在之外 那个江顺也是在的 所以 他们当时是因为房子 安雪看到母女俩纳入遭雷击的表情 就知道他们肯定介意这个事的 毕竟谁会允许那么大一笔巨款 流入到别人的口袋里去 他事事开口 小姨 江顺那房子一直是卖两万五不降价的 要是他肯低一点的话 那四合院可早就卖了 毕竟那座四合院挺大的 而且还挺好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很满意看到他们母女再次变脸 就又缓缓说道 小姨 看来 那个苏琪挺有钱的 居然一下子拿出那么多 王兰听到这里 眼睛盛满了愤怒 江顺卖房的事 他自然是知道的 毕竟他儿子去年出世 结果这房子卡在高价 没人要 现在 苏琪那个白眼狼给买了 苏琪哪里来那么多钱 那个苏家穷得很 苏琪就算是当了医生 就他这年纪 最多也就每个月四五十块 而他那个男人 是乡下农村的 更是穷得厉害 他们怎么可能会有两三万 不用说 这肯定是老爷子给的 想到这里 王兰的脸色阴沉得不行 对于他来讲 慕容家的钱 那都是他儿子和女儿的 苏琪这种不笑不惕的白眼狼 不配拿钱 呵 他不是说 要跟他们断绝关系 不来往的吗 怎么又拿来的脸 拿慕容家的钱 慕容琪也极度地要命 他恨得差点咬碎一口银牙 苏琪那贱人 居然拿了慕容家那么多钱 那可是两万五 或许可能比这数更多 他怎么敢拿这么多钱 这贱人不亏心的慌吗 同时 慕容琪也恨上了慕容老头 他在慕容家的时候 这死老头给他的钱 加起来也没有超过一百块 现在居然给了苏琪那贱人 这么多钱 这老不死的 怎么就不去死呢 你们当真看到了 王兰阴沉住脸再次问道 王浩点头 我和安雪当时是在房管局门口 看到他们离开的身影 后来我找房管局工作的 那的老孝问了问 老孝说将顺着房子办完过户了 应当就是苏琪买的 王兰得到了确定的答案 他的怒火已经克制不住了 这时 他是一刻也不能等 快步就往走冲去 慕容琪见词 也顾不得其他 他也跟了上去 王浩和安雪对视了一眼 要不 我们也去瞧瞧 王浩是有些担心小姨的 那行 我也很担心小姨出事 安雪自然是同意的 他本来挑拨 就是为了给苏琪好看 他恶毒的想着 最好王兰把苏琪那件人 给打个半死 第451章 王兰本来是想先去找老爷子的 但他还是忍不住去了苏琪这边 毕竟 他想要确定一下 苏琪在不在那个房子 本来隔的就不是太远 很快就到了 大门被关注 但王兰注意到 这门不是外锁的 因为大门上的锁不在 很显然是里面叉烧呢 这说明里面是有人 想到这里 他脸黑了几分 抬手就敲 正在打扫的苏琪 突然就听到了外面的敲门声 他有些奇怪 这个时候谁来 难不成是文医声 于是便走过去开门 当看到门外站住的人时 苏琪的脸色就冷了下去 你干什么 知不知道这样是很冒昧的事 这话让王兰整个人都气炸了 后面赶过来的三人 也正好听到了这话 慕容奇已经见识过苏琪的六亲不认 所以对于这话 是一点都不惊讶 但安雪和王浩娜还是第一次听 他们没想到苏琪居然这么地 跟自己亲妈讲话 不过 再想想他还能在报纸上编故事 这样的话也不足为怪了 苏琪 这房子是不是你买下的 气炸了的王兰质问 苏琪微眯眼 这关你什么事 王兰冷笑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一边说着不认亲的事 一边却要拿慕容家的钱 苏琪真心觉得 这女人相当莫名其妙 幸亏自己脑子没进水去认她 要不然她得多糟心 表情十分危险地看过去 你先组织一下好好说话 什么组织好语言 你敢拿这钱 难道不就是不要脸的吗 嘴里说着跟我们断绝关系 现在又拿了慕容家一笔钱 你要不要脸 我要不要脸不知道 但你铁定史克郎的嘴 又臭又稳心 不是想要知道 这钱是不是慕容家给的吗 行 我让你知道 苏琪扣住了她的手腕 拽着她就走 走 去慕容家 王兰被她这突然的动作给惊到 她下意识地挣扎 你干什么 快放开我 王浩几人也猛逼了 回过神的王浩 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住苏琪 这么地对待她的小姨 立即就挡在了苏琪的面前 脸色不善 苏琪 你放开我小姨 滚苏琪一个字冷冷地吐出去 王浩看到她这冰冷的眼神 头皮不由有些发麻 她还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姑娘家的眼神 如此冷烈 且没有半点感情 她硬住头皮 苏琪 有话好好讲 再怎么样 我小姨那也是你的亲生母亲 你就算是不认她 那也不能这样子对她 我建议你们可以坐下来谈谈 苏琪懒地听别人废话 她最讨厌的就是上来个人就要对住她建议 所以她直接一脚踹过去 不防备的王浩就这么地被踹出去了 所有人恶然地看住这一幕 这简直难以想象 一个小姑娘居然一脚就轻轻松松地 把一个大男人给踹出一丈远 此一般的禁忌过了那么两秒之后 安雪就朝苏琪扑了过去 她的手指甲挺长 心愁就恨 让她恨不得把苏琪这女人的脸给抓了 第452章 苏琪眼神蔑视地看住 那扑过来的女人对于这种赶着着虐的 她当然上脚了 给了这对夫妻同款一踹 力度跟先前一样 让这对夫妻并排躺着 安雪不耐痛 她嗷嗷直叫 苏琪转过头看向慕容琪 慕容琪脸色一白 她哪里赶上前 这人简直太可怕了 自己这身板可不精踹 于是连忙往后缩了缩 苏琪收回视线 然后拖着同款惨白脸色的王岚走 在经过倒在地上的夫妻俩时 她毫不犹豫地踩上了那两只挡路的手脚 啊 我的手 啊 我的脚 美妙的惨叫声同时响起 但这听在慕容琪和王岚的耳朵里 身体不受控制地抖了抖 她们第一次意识到苏琪这女人太可怕了 她简直就像是疯子一样 至少她们从来就没见过这种性子的人 这人该不会是有什么神经病吧 要不然 正常人怎么会这样 不得不说不愧是相处近二十年的母女俩 想法这一刻是同步的 她们此时瑟瑟发抖 某人不挣扎后 苏琪拖着也不费力了 王岚 这辈子她以为丢脸的时候 是上次在大院那边 结果 没有更丢脸 只有最丢脸 比如 这会她能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眼神 这像是被公处形的难受 让她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最终没忍住 她朝着拖住她的苏琪喊 你放开我 我自己走 苏琪置若罔闻 自顾自地按住先前的步伐走住 手上的前置没松半分 王岚 而不远不近跟住的慕容奇 哪里敢为王岚求情 如果 她很不想跟上去 但如果不跟住的话 等王岚反应过来后 她肯定会对自己存有疙瘩的 所以 她只能硬住头皮跟在了后面 王岚真是恨不得回到当年生产的时候 她就该把这不肖的东西直接进尿筒才是 也不禁埋怨着苏家 他们怎么就养出这么一个神经病 十几分钟的路 王岚感觉像是走了好久好久 为了不让自己太丢脸 她前翠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这样尽量看起来让自己像是跟苏琪走在了一块 苏琪没理会身旁这人恨怨的眼神 很快她便走到了大院这边 大院这边的人看到母女俩亲密地走住 不由疑惑不已 这对母女什么时候感情这么好了 居然青天白日的还牵着手 王岚可是慕容家的媳妇 她在这边住的日子可不算少 当然遍地都是认识的人 有人看到这一幕就很欣慰地对住王岚说道 王岚 你这就对了 闺女是亲生的 亲母女哪有隔夜仇的 和好就好 我看你闺女长得如此好看 那是个好相处的 你要一碗水端平 可不能伤了孩子的心 王岚听到这话 气得要吐血 眼睛瞎了吗 没看到孽女这么大逆不道地对她吗 本来她想把事情真相说出来 好让众人睁大眼睛 看看这是个什么不孝的玩意 她这嘴还没张呢 手腕突然加重的力道差点痛得她 惊叫出声 王岚的脸有那么一瞬扭曲 天杀的 她当初为什么会生下这不孝的东西 第453章 慕容奇更不敢吭声了 神经病通常的力气就比旁人大 她这是要疯起来 不管不顾地打自己 那自己可真的受不了 她低着头跟上了前面的两人 等终于来到了慕容大院的大门口时 慕容奇松了一口气 苏奇也松开了王岚的手 王岚来不及看自己受伤的手腕 就先看到了这孽女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 然后像擦什么脏东西一般的擦住那只刚刚拽她的手 还手指一根根很仔细地擦住 这一幕真是让她气得差点撅过去 苏奇看向慕容奇 抬了抬下盒 去敲门 慕容奇 这一只气使的语气指使谁呢 气得她脸色铁青 不过想到人家可是神经病 于是就压下心中的怒火去敲门 爷爷 不一会儿就有人来开门 谁 慕容老爷子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苏奇 他眼睛一亮 高兴地连忙出去 苏奇 我的乖孙女 你总算是来找爷爷了 对了 你什么时候来惊世的 慕容奇 他这么大个人处在这里 死老头是没看到他吗 同样脸色难看的 还有王岚 他可把这公公愿重呢 要不是他老糊涂了 自己怎么会受这么大的罪 他的手腕痛得都提不上镜了 老爷子 你来告诉他给了我多少钱 苏奇用手指了一脸怒色的王岚 慕容老爷子一时没反应过来 等他顺着苏奇手指的方向看到王岚时 他这才明白苏奇讲的是什么意思 怒意瞬间上脸 你找我家苏奇麻烦了 王岚本来怨恨不痛快 这会儿听到老爷子这慕容 他就更生气了 爸 本来这事就是你做的不地道 你怎么可以给他那么大一笔钱 你就算是不考虑你儿子 那你也不能不考虑你孙子 阿哲可是你唯一的孙子 你给他那么多钱 阿哲以后要娶媳妇怎么办 慕容老爷子 老爷子瞪他 毫不客气地输出 阿哲娶媳妇怎么办 你们当父母是死了吗 王岚脸色一折 慕容老爷子的怒火还在飙升中 他持续输出 别说老头我现在没给苏奇一分钱 就算是我给了 那又怎么样 用笛柱你在这讨伐 老头的钱是老头自己的 要怎么安排也是我这老头的事 轮得住你来质问和指手画脚的 同样愤怒中的王岚就没听见那句没给钱的话 爸 你就算是认他 那他也是一个外嫁女 凭什么得那么多钱 那是两三万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你可别老糊涂了 慕容老爷子被气得不轻 滚 老头哪里给了苏奇两三万 你哥在这 好什么屁呢 王岚此时也得不管不顾的吼了出来 你说没给他钱 那他买房子的钱哪里来的 他一个乡下妹 嫁得还是一个穷家汉 怎么可能会眼不眨的用两万五买了江顺的那座三进四合院 因为没进院子 就在这大门口吵了起来 所以很快就引来了许多人围观 第454章 那些大院的人也正好听到了王岚的这个话 一个个很是诧异的看向了苏奇 真的假的 江顺的房子是他给买了 那可是两万五呢 好多人都是知道这个事的 谁现在能有这么多的钱 在场的很多人想法跟王岚一样 那就是慕容老爷子把钱给这亲孙女了 有些人是不赞同慕容老爷子这做法的 毕竟慕容家还有慕容哲这个孙子在呢 这钱财不该留给男孙吗 慕容老头的脸非常黑 他恨不得用拐杖去敲着蠢货的头 也得亏现在的政策好 要是搁前两年他这么嚷嚷出来 那就是要把苏奇往死路上逼 毕竟他的年头 谁家都喜欢装瓶 老头怒不可恶的瞪向王岚 你嘴抹算还是抹屎了 这么的臭不可闻 你和你男人没用赚不到钱 就以为全天下的人都跟你们一样没用吗 我孙女那可是名医 奖金和工资就按九级来算的 他男人的工资更是不低 加上退伍费和他当了十几年兵的津贴 节省攒下来那也是一笔不少的钱 怎么就买不起四合院了 你在胡言乱语的 信不信老头让你们一家 永远都进不了这个门 王岚脸色一白 不 不可能 他怎么也无法相信苏奇居然拿九级的工资 那可是有一百多块钱呢 你蠢就在你自个家里蠢 别到处在外面晃住 让别人知道你蠢 还有老头再说一遍 老头的钱是老头自己的 要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 没你这一家子什么事 现在你们给老头赶紧滚 慕容老爷子撒完火之后 就转过头看向了苏奇 乖孙女 让你受委屈了 爷爷也不知道这个事 对了 你真的买了江顺的房子吗 要不要爷爷帮你一起去打扫 苏奇 不用 那房子没什么好打扫的 我自己能搞定 他可不敢让这老头去打扫 那我能去看看吗 慕容老爷子眼巴巴地看住苏奇 他这眼神还真是让苏奇难以拒绝 更何况 他刚刚对那个王岚的那些话 让他挺舒心的 行 慕容老爷子听到这个字 他的脸上肉眼可见的高兴 走 现在就走 好苏奇准备走 他都没有再看王岚 王岚脸色灰败地看住他们 就这么地走了 他的表情还是不可置信 很显然 对于老爷子刚刚的话 是存着质疑的 这时 文医生从人群里走出来 他在老爷子激情骂人的时候就到了 本来他是要站出来的 结果 还没等他发挥 慕容老爷子一个人就给解决了 王岚 苏奇买房子的钱 不是慕容家出的 也不是老爷子给的 他今天上午才到的京市 都还没来得及来这边 正好是我在火车站送人事碰到的 知道他有买房子的想法 就给他介绍了江顺的房子 他不是说不来慕容家的吗 怎么又跑来京市了 王岚还是很生气 他今天丢脸丢大发了 那是因为他高考这边的大学 所以就过来提前安排住处了 王岚 我终于明白苏奇为什么不认你了 你这样的母亲 真的是不配当他的妈 你完全没有一颗慈母的心 第455章 被指责的王岚气疯了 特别是围观的那些人 文老三 你以为你是谁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我说三道四的 文医生冷笑 凭一颗热疹正直的心 看不得你这种魅良心的 去伤害一个善良的姑娘 以后 可别说你是他的亲人了 没有你这种随口就污蔑他的亲人在 他的人生会更加好 另外辱人者人恒辱之 先聊者见 说完之后 他便直接走出了人群 他没往苏奇那边走 而是回家去 王岚则是快被起出心脏病了 而围观这些人的眼神 让他难受至极 他是一刻都不想留在这里了 于是便怒气冲冲地离开 这一次 他连慕容奇都没有叫 慕容奇看住离开的背影 他脸色一变 随即也快速离开 同时 他也深深明白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以后很难再回这个家了 慕容大院显然是容不下他 这边苏奇和慕容老爷子走路 来到了四合院这边 苏奇没有在这边看到安雪和他男人 就知道那两人是走了 他也不在意这个事 反正 他们要是赶来 那他也不会亲下手的 用钥匙打开门 慕容老爷子走进了四合院 这房子还可以 孙女 你跟纳江顺还嫁了没有 不过 从价值上来讲 这房子是值纳的价的 他报的就是最低价 梅怀苏奇对于慕容老爷子的容忍度 还是蛮高的 所以 他问话 他也是会回答 慕容老爷子转了一下几个屋子 看到家具在 而且这些家具还挺新的 便想起这里好像是那个江顺 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 那这些家具恐怕也是准备结婚心打的 后来他儿子生病 这婚事就吹了 江顺卖房是为了给儿子治病 而这房子拖了那么久 除了价格高之外 有些人在了解情况之后 就会觉得有些晦气 所以这房子就这么久没有卖出去 这里的确不错 对了 那他这屋里的家具是送你了吗 一千块钱买的 不要他送慕容老爷子 他气坏了 这买房子都不还点价吗 江顺那小子是不是欺负你一个小姑娘家的 还要了家具一千 家具一千 那可是狮子大张口 就算这些家具是红木的 那也不值个一千块钱吧 五百顶天了 苏奇看到老头这气呼呼的样子 不由地笑了一下 一千也还可以 我觉得还行 所谓有钱难买心头好 我觉得高兴就成慕容老爷子 讹了他乖孙女大五百的钱 想想都心痛的不行 哪里还会高兴哦 老爷子 你做一会 我再打扫一下 苏奇打算再收拾收拾 慕容老爷子哪里能坐得住 老头我还不老 我给你扫扫地 也不等苏奇同不同意 拿起扫把就扫 这房子是真好 好多东西都是苏奇不用准备的 因为是结婚前三天出的事 当时需要结婚用的东西 那可是全买齐了的 人家女方自认理亏 所以这里的东西也没有来搬走 凳子扫把什么的都是没有用过的 厨房那边的锅是配好的 没拿走 但是碗筷那些是被拿走的 苏奇只把厨房稍稍清洗一下 到时候再买些碗筷就行 第四百五十六章 到了大概四点半这样 慕容老爷子出声 苏奇 你这边晚上也不能睡 那晚上就到家里去睡吧 我早就给你重新准备了房间 正好 晚饭可以陪我这个老头一起吃 苏奇摇头拒绝 老爷子 那就不了 我这边已经订了招待所了 所以就不过去了 今天很谢谢你 以后有时间我会去看你的 至于认回慕容家 他还真是没有这个想法 有些亲人 不一定非得同在一个屋檐下 或是同在一个户口本的 毕竟 又不是非得去继承皇位 如果舒服 那就普通来往 不舒服 那就不来往 这简单得很 慕容老爷子对于孙女的拒绝 他显然是有些失望的 苏奇 真不能回家去住吗 不了 我住你那里会不舒服 所以 老爷子你就别抢求了 苏奇没有心软迁就 他的实说实讲 让老爷子错了一下 随即他便点了点头 那行吧 对了 你这房子住进来 也要暖房的 什么时候暖房 明天还是后天 苏奇 我明天搬进来住 那我明天晚上过来吃饭 可以吗 慕容老爷子 一脸期待地看向苏奇 苏奇 他能拒绝吗 可以是可以 但我做菜不好吃 慕容老爷子立即到 没事 以前老头 我可是草跟树皮 都是吃过的 再难吃的东西 有那两样难吃吗 苏奇 有 黑暗料理 好在 他做的饭菜 是平常那一挂的 并没有到达 黑暗料理的程度 慕容老爷子 虽然想要继续留下来 但也知道自己该走了 于是便对住苏奇说道 晚上招待所住着 也注意安全 老头我先走了 苏奇把他送到了门口 见他慢慢走远之后 这才重新关上了门 主卧室东厢房 是他选定给自己住的 先前打扫前进了 并且还擦过 所以 他就从空间里 把被子床单什么的 都给拿了出来铺上 另外厨房那边也是 他都是从空间里 把碗筷 还有一些蔬菜肉之类的 都给拿了出来 以前他在市医院那边 上班的时候 就买了一些碗筷 都收在空间里 正好可以用上 而且 他的空间里 也存了不少吃的 就算是不去商店买东西 那他也是够用的 去了浴室 先前烧上的热水 这会儿已经热了 这也是他最满意的地方 虽然这个热水器挺古老的 应该是江家的人 从港城那边找人弄来的 不得不说 江家还是挺有实力的 苏奇先洗了的澡 顺便把头也给洗了一下 等换上前进的衣服出来 他整个人舒服得不行 手上还有点钱 明天要买的东西也是不少 比如电视机 洗衣机 还有冰箱 他准备把这些都给买了 这时 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 苏奇瞬间就感觉饿得不行 他决定去国营饭店吃 中午的时候 他吃的是空间存放的食物 但现在他想吃外面的了 锁上门之后 他便往弄堂口那边走去 第457章 慕容时下班回到家 就看到家里的气氛不对 厨房那边静悄悄的 王岚今天没做饭 还有 他闺女怎么呆呆地坐在堂屋 琪琪 你妈呢 慕容奇抬头 眼睛发红 我妈在屋里躺着 这话让慕容时非常的诧异 你妈这是生病了 慕容奇摇摇头 然后欲言又止 慕容时被他这表情搞得就有些急 琪琪 你妈那是怎么了 她既然没生病 怎么就躺屋里了 她不做晚饭吗 爸 我妈心里难受 她被那个苏奇拖出去了爷爷那里 然后被爷爷还有那个文医生骂了 他们骂得很凶 慕容时有些意外 你说的是苏奇 她来京市了 慕容奇点头 对 她花两万五买了那个江顺的房子 我妈以为她这买房的钱是爷爷出的 所以就去问了一下 结果那个苏奇就很生气地 吐住我妈往爷爷那里去 爸 其实我妈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要问清楚一些 毕竟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说不定那笔钱就是爷爷最后的存款了 那是要留着给哥哥娶媳妇用的 慕容时消化完了他话里面的意思 就很震惊 你说什么 他买了江顺的房子 嗯 他现在就在那座四合院里 下午他还带爷爷过去了 那房子现在是他的了慕容时 还有些不可知性 江顺那四合院可得两万五 他就这么给买下了 可真是胡闹生气的眉眼都皱在了一处 慕容奇若若开口 他的意思是 那房子的钱是他自己的 不是爷爷的 慕容时一脸怒容 这怎么可能 他们哪里会有这么多的钱 一个是医生 一个是警察 他们的工资也不可能攒下那么多 爷爷说没给他钱 慕容时可一点都不相信 老爷子手里有点钱 他现在稀罕住苏奇这个孙女 恨不得马上让他认祖归宗 这要是知道苏奇要买住 那他不得把自己的棺材本也给掏出来 深吸一口气 算了 老爷子的钱是他自己的 他爱给谁就给谁 慕容 死老头的钱怎么能给那苏奇呢 他要是给大哥慕容哲的话 他也不说什么了 但给苏奇 他怎么配 他还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苏奇把钱都给拿走了 这慕容哲以后结婚 是不是得向爸妈要 那可不行 爸妈的钱那可都是他的 可不能给慕容哲拿走 那以后哥哥结婚的话怎么办 你大哥那么大的人了 他结婚自个想不出办法吗 更何况 他在部队这几年 也是攒下不少津贴的 娶个媳妇难不成还不够 琪琪 你不要操心你哥 就算是他自己 真的把那些津贴给用完了 老爷子手里 也会给他留笔钱的 这儿子也是没良心的 他们一家在这边住了都大半年了 这儿子居然一次 都没有来这边看他们 慕容哲听到这话 就更不开心了 他好歹也叫了死老头 那么多年的爷爷 凭什么他的钱 就不分给自己一些 难道血缘关系 就这么的重要吗 第458章 慕容时 没看到慕容琪变脸 他上了一天的班 现在是又累又饿 他自己是不会做饭的 女儿也是没有做过饭 要不然 也不会等到现在没去做 琪琪 既然你妈晚上不做饭 那我们就去国营饭店吃吧 一会儿我们吃完之后 再给你妈带点回来 你现在去厨房 拿上饭盒 慕容琪还真是有些饿了 于是便点了点头 好 他起身去了厨房 拿上饭盒之后 正要和慕容时 一起出门的时候 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他把饭盒塞到了慕容时的手中 爸 这饭盒你先拿着 我上去跟妈说一声 慕容时立即点头 行 那你快去快回 他先把自行车往外推 慕容琪很快下来 他推了自己的那辆自行车出去 妇女俩一起骑着自行车 就往国营饭店那边走 说来也巧得很 他们到的时候 正好苏琪刚刚点完菜 这边妇女俩停好自行车 并锁上之后 就进了国营饭店 琪琪 那边有张空桌 我们过去坐就在这时 她的袖子被慕容琪给拉了下 当即便回头问 琪琪 怎么了 慕容琪用手往苏琪的方向点了点 爸 你看那边 那好像是苏琪 慕容琪顺住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还真是苏琪 一想到自己的妻子 难过地在家里床上躺着 而她却一个人在这边潇洒地吃饭 这气就瞬间不顺了 爸 我们还是找找别的位置吧 今天的慕容琪对苏琪是有些阴影的 她现在暂时不想靠苏琪太近 不过 她想想也是晦气 怎么出来吃个饭 还能跟着贱人遇上 呵 这贱人不是跟那死老头关系好吗 怎么就没回慕容家去吃饭 慕容时对苏琪有气 她环顾了一下四周 发现今天国营饭店的生意有些好 居然坐满了人 也就只有那边一个空桌 还有就是苏琪一个人独占一张饭桌 沉了沉脸 就去那边坐慕容琪也只能点头 毕竟她刚刚看了看 并没有看到其他空桌 妇女俩朝着那空桌走过去 他们还得经过苏琪这一桌 这个时候 苏琪自然也是注意到了这对妇女俩 她在心中也道了一声晦气 怎么出来吃个饭也能这么的不省心 慕容时在苏琪身旁特意顿了一下脚步 本来以为再怎么样 苏琪也该有点反应才对 结果却看到人家悠闲自得地 给自己倒了一碗免费的茶水 怒火让她没忍住 苏琪你看到人都不知道叫的吗 苏琪斜过眼 能不能有点边界感 都是陌生人 你们为什么总是上蹿下跳找存在感 这话对的慕容时特生气 你 要不是店里吃饭的那些人 正抬头看向她 她真的是要发火的了 慕容琪虽然很想看到她爸 骂苏琪这贱人 但这场合不对 真要是吵起来的话 那么丢脸的也还有她 于是就扯了一下慕容时的袖子 小声道 爸 我们快去坐那边吧 第459章 慕容时和慕容琪两人坐在了空桌这边 本来 慕容时还挺饿的 但现在 她感觉自己都被气饱了 眼睛死死地盯着苏琪的背影 她不明白了 这个闺女的性子 为什么不平和一点 按理说 她妻子的性格温顺 而她也不是那种暴躁的人 为什么会生出她这样性子乖张的闺女 所以说还是痒的问题 苏琪没理会深厚的眼神 没一会儿 她的菜都上来了 她一个人点了三菜一汤 一道红烧狮子头 一道蒜蓉白菜 一道红烧鱼和一个鸡蛋汤 她一个人吃得这么丰富 还真是很少见的 慕容琪看住那桌的三菜一汤 她又嫉妒又生气喝 这都是死老头给的钱吧 果然 吃别人的就是不心疼 一个人也要点这么多的菜 她是这辈子没有吃过好东西吗 非得点那么多 跟饿死鬼头胎一样 怎么就不让那鱼刺 把她给掐死呢 刚这么恶毒的想法一出时 忽然就听到了一道小孩的哭声 然后就是一道急切的声音 小君 你怎么了 因为那女人的声音 还有小孩子的哭声都挺响的 所以正吃饭的客人 全都看向了那声音处 只见一个年轻的女人在看那小男孩的嘴 这是怎么了 是卡鱼刺了 有人这话一出 就有人立即出主意 快给孩子塞点饭进去吧 这样能让鱼刺吞下去 对 吞点饭 慕容琪看到那边发生的事 就立即站了起来 随后快速地跑过去 给她喝醋 这个醋能软化卡住的鱼刺 我小时候 也卡过 我妈就是这么做的 然后也不等别人反应 就转过头 朝着那出来的服务员大喊 快拿瓶醋过来 服务员被这么一喊 就立即去拿醋了 等她拿过来时 慕容琪直接就朝着那年轻妈妈说道 快给你儿子灌醋 这个办法很有用的 年轻妈妈此时也是慌了神 想要没想的就照做 小孩被灌了大半瓶的醋 这卡得鱼刺眉软化不说 她整个人就更难受了 啊 慕容琪肯定惯得不够多 再惯 年轻妈妈正要照做的时候 她手里的醋 就被一只横过来的手给拿走了 你干什么 年轻妈妈很生气地 看向了突然出现的人 慕容琪也看了过去 发现居然是苏琪 她眼神闪了闪 随后苦口婆心道 苏琪 你就算是恨我怨我 跟我有矛盾 现在 也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这小孩很难受 如果鱼刺不取出来的话 那可是很危险的 年轻妈妈和周围的那些顾客 一听这话 他们看向苏琪的眼神全都变了 特别是年轻妈妈 她是真的很生气 这个姑娘跟那个热心肠的姑娘有怨结 那也不能拿她儿子开玩笑 快把醋还给我 苏琪没礼回慕容琪 她对着年轻妈妈说道 我是医生 我可以帮你儿子取刺 还有 你儿子如果吞的是小刺的话 或许喝点醋是有用的 但如果卡的是大刺的话 那得专业医生把刺给取出来 你刚刚的行为非常的危险 她已经看过那盘鱼了 很显然小男孩吞的那根刺并不小 第460章 年轻女人一听她说自己是医生 就自然是偏向她的 毕竟 眼前这姑娘讲话时 那严肃的样子 还是很有幸福力的 这有专业的医生在 那自然是听医生的 正准备开口的时候 一旁的慕容琪可就不干了 她可不想给苏琪这么张扬的机会 当即便说道 苏琪 你 你这还是不要耽误 苏琪刚刚没理会她 并不代表着让她再蹦她 直接一记冷眼斜过去 闭嘴 她这次的气场很强 尤其是那眼神 如冰刃一般尖利 慕容琪的脸色一白 她感觉有被这眼神冻住 苏琪没理会她 毕竟这时间可不是浪费这傻逼身上的 她对着年轻妈妈说道 你抱住你儿子 我来给他加刺 好 年轻妈妈连忙照做 她把儿子给抱住 并按照要求 孤住了儿子的双手双腿 不让她动他 苏琪手上拿着一个医用镊子 另一只手拿住一个微型手电筒 围观的众人看住她这镊子和手电筒时 就断定她是医生了 不过 医生都是随身带着这吃饭的家伙嘛 苏琪的这两样自然是空间里存放住的 她在空间里存放了整一套的手术刀 和做手术使用的一些小器材 当然 这是她托人给搞的 这种东西一般在外面可是买不到 苏琪一只手 钳支住了男孩的下巴 她语气轻柔 小朋友 你是最勇敢的孩子 现在姐姐 要给你夹刺出来 你不能动哦 一会儿乖孩子有奖励说完 她便用打开的手电筒罩着 然后很快地找到了 那个卡在喉咙里的粗刺 随后 她用嘴咬住了手电筒的末端 开始取刺 不到半分钟 她就把那根刺给小心地取了下来 众人一看到那根鱼刺好家伙 虽然不长 但是却是相当粗 这醋是一时半会可以软化不了 众人看向苏琪的眼神瞬间就变了 这姑娘年纪轻轻 可真是厉害 而且 众人还发现 这姑娘长得可真是太好看了 他们还没有见过 长相如此精致的姑娘 好了 现在可以了 随后她把手中的镊子 用棉签擦前镜 放进了一个小铁盒中 顺便把手电筒的末端 也擦了擦收起来 然后又从口袋里 掏出一颗奶糖 递到了小朋友的面前 那 刚刚表现真勇敢 这是姐姐说好的奖励 小男孩因为喉咙痛没说话 但她双眼 则是亮晶晶地看住苏琪 抱着她的年轻妈妈 则是一脸感激 谢谢 太谢谢你了 不用谢 孩子还小 你应该注意这点 苏琪淡淡说完之后 便走向了那个饭店服务员 你好 同志 我可以进后面洗一下手吗 那名女服务员连忙点头 可以 当然可以 请跟我来 苏琪就跟住去洗手了 其他人见没什么事情 就各自继续吃饭 年轻妈妈并没有带儿子走 而是坐在原座位上 慕容琪尴尬极了 当然 她的内心也是充满了愤恨 这一次 居然让苏琪这个女人抢了风头 第461章 苏琪洗完手 就坐回到自己位置继续吃饭 刚刚的插曲也没有影响多少 毕竟天热 这饭菜稍凉点也没事 至于身后桌盯住她后背的那两人 她压根就没理会 慢条斯理地吃完饭之后 她便起身离开 等她走出国营饭店 身后就传来了声音 同志 请等一等苏琪听到微熟的声音之后 她便停下脚步转过头 看到的就是那个年轻妈妈抱着儿子正朝她跑过来 什么事 年轻妈妈一脸感激 同志 刚刚谢谢你救了我儿子 我都还没有温文人的名字 是哪个单位的 我要表写阳性到你的单位去 苏琪直接说道 只是一点小事而已 更何况你先前已经谢过了 就这样吧 再见 摆了下手之后 她便转身离开 年轻妈妈 她本来等在国营饭店 就是后知后觉地想起自己都没有温文人的名字 原本想过去问的 但又看到温人在吃饭 那就不好过去了 一直等到吃完饭这才追出来的 却不曾想她又没有告诉自己名字 真是高风亮节 做好事不留名 苏琪没曾想那个年轻妈妈会给她戴这么高的高帽 她回到四合院这边 就看到了家门口有人 走近一看 居然是文医生 你怎么来了 下班后就过来了 我来看看你这边需要什么 苏琪想了想 还真是有需要的东西 有没有木柴和煤炭这类的 有 你需要这些的话 我找人去给你弄过来 这两样东西好解决 那就谢了 其他东西没什么需要的 我自己这边都能够解决 随即想到在门口说话不是个事 就指了指四合院 进去说 文医生摆了白手 不了 我马上要走 对了 你吃饭了吗 晚上是不是住这儿 还有 你这打扫的话 我让我媳妇过来帮忙吧 不用 我这边已经打扫好了 晚上就可以住 那你这速度还挺快的 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走了 文医生当然是要注意影响的 虽然 他们都是坦荡荡的人 但有些人就是心眼紫歪得很 如果萧北在这儿的话 那么他肯定也是要进去做会儿的 刚走了两步 他才想起自己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说 于是又返回来 对住正在开门的苏琪说道 苏琪 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一下 是医院那边缺医生 你有时间去那里去坐诊吗 也不要你每天都去 一个星期去几次都行 我跟他们的院长聊过你 他是知道你的一些情况 所以就让我过来问问你 给的待遇就按专家级坐诊的级别给 这让我考虑一下 三天后回复吧 他主要还是想要好好休息几天 当然了 医院开出的这个条件还是蛮好的 对于刚刚才花了一笔巨款的他来说 很有必要赚这个钱 文医生点头 星随后便转身走了 苏琪进四合院之后 他把这房子需要添置的东都写了一遍 随后他想起一件事情 自己居然忘记给萧北打电话了 不过 现在都天黑 要打电话也得等明天才行 第462章 第二天 他起床洗漱好 就听到了大门外面的汽车喇叭声 听着声音 那汽车好像是停在他家门口的 苏琪有些奇怪 于是便出去开门 当看到外面停放的拖拉时 他一时有些惊呆 你好 请问这里是苏琪的家吗 问话的是一个中年男人 他身后的拖拉机旁还站着三个 苏琪点头 是 你们这是 你好 我们这拖拉机拉的这电视机 是你爷爷让我们送过来的 请问 我们现在可以卸货吗 需要放哪里 苏琪看了一眼 不止电视机 还有其他很多东西 包括棉被什么的满满一拖拉机 看住就非常的可观 他不由一脸黑线老爷子 这是直接把这些东西拉过来 给他当嫁妆了吗 这 这不行 你们还是拉回去吧 苏琪这话刚落 就听到了老爷子的声音 乖孙女 你这要是都不收的话 那爷爷可真的生气了 我有病 你不希望把爷爷给气出病来的吧 苏琪听到这话 就看了过去 只见老爷子 还有那个慕容哲一起过来 他们身后还跟住一个大婶 苏琪 这时慕容哲也开口了 妹妹 你这得收下 要不然 老头可得整宿整宿睡不住觉了 更何况 这点也不算什么 不如就给老爷子在这边留个房间 他要是想要过来住住 那就住住 反正东西都拉来了 你不收也得收 慕容老爷子霸道了一回 他都没说把钱给苏琪 买的这点东西真是不收的话 他还真的会难过 你们还等住做什么 赶紧卸东西啊 他这一发话 就等住卸货的四个男人 也不等苏琪反对了 他们快速地从拖拉机上搬东西下来 然后越过苏琪直接就搬了进去 苏琪 这时 慕容哲和老爷子已经走到了苏琪的身旁 慕容哲笑眯眯地对住苏琪说道 妹妹 你别站着挡路了 让这些师傅快些搬完好回去 苏琪 这东西都搬进去了 他还能叫他们给搬出来不成 这时慕容老爷子开口 苏琪走 跟爷爷进去 一会儿那些东西你跟他们说如何放他反客为主地先走了进去 苏琪无奈地跟上 而慕容哲则是留下一起搬东西 没想到这一会儿功夫 前院就堆了很多了 老爷子 这些真的是没必要 慕容老爷子 我给我自家孙女 谁也不能阻止苏琪 他头痛了 既然不能拒绝 那么 他就雇一下这些东西多少钱 然后换等值的东西给还回去 就在这时 慕容哲背着五床被子进来 妹妹 这些被子放哪里 苏琪看了他一眼 随后用手指了一下西厢房 放那里就行 好嘞 慕容哲映得很清脆 可见他心情是相当愉快的 他光被子就搬了两趟 苏琪数了数总共拾床 这盖得完嘛 老爷子看住他的表情 他笑呵呵道 这叫十全十美苏琪 第463章 五个人大概卸了大概十多分钟左右 才全部卸完 可见东西有多么的多了 苏琪看住这些搬进来 大大小小的东西 非常的全 就连厨房的碗筷都给买了 包括锅 他在心底大估了一下价格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买的好东西 总价大概至少有1500块钱 这让苏琪心情非常的复杂 他想了想 已经想好用什么东西送给他们了 慕容老爷子是还带了肉和各种菜过来的 他对住苏琪说道 苏琪中午让阿哲给我们露一手 刘嫂帮助打下手就呈慕容哲快速说道 我的手艺还是很不错的 一会儿就让你见识一下 说完他便和一起来的刘嫂进了小厨房 苏琪看住反客为主的爷孙俩 他还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本来他是准备上街买东西的 但是现在根本就不用买了 他们全都给置办齐了 就在这时 外面的敲门声再次响起 苏琪就出去开门 发现是文医生和他的老婆 夫妻俩手上都提着东西 文医生 婶子 你们这是 本来他想喊之慕情之解的 但他们说这辈分不对 所以只能喊婶子了 文医生立即道 你今天不是住心屋吗 我们过来凑凑热闹 不介意多我们两个吧 苏琪连忙说道 这怎么会介意呢 我高兴还来不及 快请进正要进去的文医生 再次说道 对了 你这门先不要关 我让人给你拉的煤炭 还有木柴 等会就会送过来 这么快就送来了 那真是太谢谢了 苏琪还是很高兴的 这边是堆了一点柴 实在不多 最多也就只能烧两天 支木琴笑着说道 这有什么好谢的 都是他该钱的 以后要是缺了 就跟他支一生苏琪点头 行 那以后可得麻烦文医生 三人一起进了院子 文医生并不意外 看到老爷子 说 你这来的挺早的 我家孙女在这 我早来不是很正常的事 来 喝茶吗 这个茶也不错 是苏琪泡给我喝的 老爷子嘴里 是浓浓的自得 文医生立即道 怪不得这么香 那我可得好好尝尝 他放下东西 就坐了过去 两人坐在院子中 还别说 挺惬意的 支木琴则是跟老爷子 打了招呼之后 就对住苏琪说道 这四合院不错 以后再种点花草的花 就更好 回头我给你送一些过来 苏琪想要说不用 但支木琴又再次说道 苏琪 你不用拒绝 我养的花都挺好的 正巧太多没地方放 给你的花 这花也就有了更好的去处 苏琪这下子没法拒绝了 谢谢 走 我带沈子参观一下 我这房子 那太好了 支木琴很高兴 苏琪便带着她 参观了几个房间 你这布置得挺好的 而且 你这速度也快啊 居然这么快就给搞好了 支木琴觉得苏琪非常有品位 她这里放着的都是好东西居多 第464章 慕容石今天也正好休息 她家老头大张旗鼓地往苏琪那边送东西 她自然也是知道了的 毕竟有好事者专门跑过来跟她说的 这让慕容石的心情很是复杂 所以苏琪是今天住新房子 这暖房居然连她也不叫 还有慕容石这儿子简直是白痒了 既然她跟苏琪走得近 就不知道替她这个当爸的说几句吗 把那传话的给傅衍送走了之后 她脸色就好不起来 王岚当然也是生气的 她冷笑了一声 你爸可真是糊涂了 人家都说不认慕容家了 她居然上赶着送了那一车的东西 还送了电视机 可真是有钱给烧的 他们搬来这里的时候 可是什么也没给 现在居然眼巴巴的上门去送了那白眼狼 那么多的东西 还指望着那白眼狼叫她一声爷爷吗 我猜她不仅送那一拖鸡的东西 肯定还送钱了慕容石烦躁 够了 送什么都是爸自己的事 他拿的也是他自己的钱 我们有什么好说的 王岚一听这话就相当来气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 怎么我们就不能说了 他的钱不都是我们儿子的吗 凭什么给一个白眼狼 苏奇这个白眼狼就是他的克星 自打这白眼狼出现之后 不仅把他这个当妈的名声毁得殆尽 还让他诸事不顺 就像是被梅韵缠身一般 他对那个白眼狼 真的难以生出母爱之情 苏奇也是爸的孙女 他的钱想给就给了 你又嚷嚷什么呢 慕容石的脸色铁青 可见他此时心情多糟了 我就嚷 他就是老糊涂 哪有把钱给一个外人的 他又不回慕容家 这有意思吗 王岚想的就是老爷子这钱 到时候被白眼狼给骗光了 那他儿子怎么办 在他的心中 慕容家的钱都是他儿子的 如果还有人有资格拿的话 那就是他的奇奇 慕容石被他给搞烦了 他十分生气道 你这么喜欢嚷 那你去那边当面对着老爷子嚷 你要是不去 就给我安静一些 你 王岚要不是资认自己是个体面人 他早就把扑过去 把男人的脸给抓花了 慕容石没理会他 正要出门的时候 就碰到了进来的 王家的这一家三口 王叔看向慕容石 大老远的就听到你们在吵架 你们这是在吵什么 慕容石沉声没讲 王岚也不想讲 这是对他来说太丢脸了 王叔在外面自然也是听到的 所以也不在意他们讲不讲 他来是另一件事情 慕容石 你看那个苏琪 他昨天那一踢 差点就把我们家王浩的肋骨 都踢断一根了 他到现在还疼得厉害 慕容石听到这话很惊讶 他不由地看向了一旁 清白住脸色的王浩 你这怎么了 脸色人怎么这么的差 不等王浩回答 王叔愤怒的声音就再次响起 你还问怎么了 刚刚我不是说了吗 都是你那个好女儿苏琪 她昨天把我儿子踢到了 也不知道她得踢到了哪 王浩可一直喊疼了 这得给我个说法才行 第465章 安学忍不住插嘴道 妈 可不止王浩被踢 还有我呢 我的肚子也疼得厉害 这婆婆也真是的 怎么就只顾住她自己儿子 对 还有她 你看她这个脸色 都给踢成内伤了 要不是为了讨回公道 她是懒得理这个儿媳妇的 王浩可不干了 那个白眼狼给踢的 你们找白眼狼去不就得了 干嘛找到我家来 不知道我们家 跟她没半点关系的吗 王叔一听这话 就气不打一出来 无论怎么样 她不还是你们生的 这血缘关系怎么割得了 除非让她踢骨还血 说什么断不断的 她有什么资格断 没了你们这当父母的生他出来 他还能自个儿从那石头缝里 蹦出来不成 就你们这怂样 他说不认就不认嘛 这不肖的东西可得挨天打雷劈 如果是以前 王叔可不管这些破事 又不是他亲女儿 管这破事干什么 但现在不同了 那个小贱人居然敢伤他儿子 这就让他不能忍了 昨天要不是两人都进了医院 他忙着去照顾 早就在昨天就冲过去打那小贱人了 别人怂 他可不怂 慕容师看了他们一眼 不由皱了皱眉头 大姐 既然王浩和他媳妇伤住了 那就先去医院看吧 昨天下午就去看过了 拍了好多片 这骨头虽然没断 但谁知道是不是内伤呢 王浩昨天晚上可是疼了一晚上 安雪看住婆婆又只顾住他儿子 就连忙又补了一句 妈 我昨天晚上也疼了一晚上呢 王叔立即弯了他一眼 想要说他活该 要不是场合不对 他非得给这惹事经打一巴掌才行 别以为他不知道 昨天这事肯定是这惹事经给窜夺的 要不然 就凭王浩的性子 压根就不会凑去苏琪那边 就算是跟住王岚这小姨一起去的 他也不可能冒出头 安雪 王岚冷着声道 既然被打了 那你们要报警就报警去 别来我这边 我们可跟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其他人一听这无情的话 不由的全部看向了他 就连王叔的反应也是很诧异 他这妹妹是不是疯了 居然让他去报警 这报警意味住什么知不知道 而且 慕容老爷子要是知道 他为了儿子被打的事去报警 那老爷子还能饶了他 他还能饶了王家人 而反应过来的慕容石 当即呵斥了王岚一声 你在瞎说什么呢 再怎么样 他也是我们女儿 就算是他不认我们 我们怎么能报警 王岚冷笑 女儿 他可认你 别做梦了 他永远都不会认你慕容石 就算是不认 那也不能报警 本来 我们也是有错 还有 如果为这点事报警 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们 他觉得自己这妻子 这段时间 真是受刺激太大了 居然连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 王叔也认为自己妹妹有毛病 这点事也不至于报警 我就只是生气 听说苏奇医术很好 既然人是他给提伤的 那么就给看看 我们也不找他赔钱 他最大的目的 就是想要让苏奇 给他儿媳妇看看不孕症 他可听说苏奇的医术 比那文医生还厉害 第466章 王岚冷哼 他能有什么医术 要看还是去医院 可别耽误了病情 该陪陪 该要要 他不是挺能耐的吗 也不至于陪不起 你闭嘴 慕容石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王岚瞪他 你在这里想当什么好父亲 以为替他住想 人家就会认你吗 那你做梦说完 他便怒气冲冲地走了 留下的慕容石 脸色就更加不好看了 慕容石 别管他了 估计他心情不好 你看 是不是陪住我们 去苏奇那里一趟 王浩这肚子 轻了一大块 也不知道伤哪了 我很担心还有安雪 也给他好好检查一下 这个儿媳妇不认也不行 谁叫他这个儿子 被这女人给鬼迷了心窍 慕容石本来不想去的 但想了想 苏奇既然有点医术 那他昨天还提了王浩 说什么也得给看看才行 想到这里 他便点了下头 行 一起去看看 或许就是他本来就想去苏奇那边的 这会儿正好给了他借口 几人走过两条街的路 来到了苏奇这边的四合院 他们在外面就听到了四合院里面热闹的声音 这边好像挺热闹的 王叔在心中冷哼 打伤了他儿子 可真是一点的愧疚之心也没有 人多也正好 他就不幸苏奇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拒绝 想到这里 他直接上前就去敲门 反正现在 他是不指望慕容石这个耸祸了 敲了好一会 里面出来一个人 来开门的正是慕容哲 他看到门口的几人时 眉头微皱了一下 爸 你们这是来干什么 慕容石听到儿子这话 就气不打一出来 你在这儿又干什么 还有 你身上的围裙是怎么一回事 你在做饭 说到这里 慕容石的表情不可思议 毕竟在他心中 男人是不能下厨的 这儿子在家也没见着他下过厨 现在却跑来这里做饭 烧菜来了 慕容石本来是要在院子里拿个东西的 结果正好听到有人敲门 于是便出来开门 他没想到他们还会来这里 爸 这个不重要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今天是妹妹暖房的日子 我看你们先回去吧 别在这大好的日子闹 说到这里 他又快速地补了一句 爷爷在这里 还有文书也文 小婶也在这 慕容哲 我是你爸 慕容石的脸色阴沉 正因为你是我爸 我才是好好跟你讲的 既然你们跟妹妹不应付 为什么就不远这点呢 非得往妹妹面前凑 做什么 闹起来 你们就很舒服吗 就不能各自安好 慕容哲是真不理解了 既然没有亲情的缘分 那就各国各的日子变好 为什么非得来招惹 有意思吗 都没有养过人家 也不想好好对待人家 那就保持一定距离不就好了 你 慕容石气急败坏 慕容哲看住他满脸怒气 就提醒道 爸 你声音小点 要是让爷爷听到了 他可是会很生气的 我爷爷的意思也很明白 你们既然不能跟妹妹好好相处 那么就不用来往了第467章 慕容石气得想要踹这个儿子了 如果换做常人 他或许就该气走 但慕容石显然不是常人 他的脑回路就是有些不一样的 这就好比竹园里一堆的好竹 出那么一两个坏竹也是正常的 他深吸一口气 压制住怒火 苏奇昨天把王浩还有他媳妇给踹了 他们夫妻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 苏奇既然是医生 那么给他们看看慕容哲 他转过头看向了王浩 随即视线又落在了安雪身上 王浩和安雪同时一僵 昨天你们被苏奇打了 王浩和安雪同时点头 是 那怎么打的 还有 他为什么打你们 就好端端的打你们 你说这话 我会信吗 你们也好意思就这么的上门 不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被打吗 我妹妹脾气和善 你们要是好好的 他为什么不打别人 就非得打你们 这自身原因一晚上都没让你们想明白吧 慕容哲现在可是团长 他的气势一上来 还是挺吓人的 特别是他那双灵力扫过来的眼神 这上门找打的 还要来上门讨公道 那我真是第一次听 怎么 真当他一个小姑娘家 好欺负是不是 当我是死人嘛 王浩 安雪 王叔没想到 这个外甥三言两语 就把他儿子 还有那个安雪给吓住了 不由得暗骂这两耸货 真是干啥啥不行 一点用都没有 他见儿子没用 慕容时也没有用 还是得自己上 当即便出声 阿哲 你怎么这么说 昨天王浩来这里 还不是为了你妈和你妹妹 他要不是担心他们 又何必到这里来 结果 苏琪二话不说 就把王浩给踹飞了 医生都说是受了内伤 我听说苏琪医术好 给看看还不行吗 我们又没有找他赔钱 你这当哥哥的 按理说是民事理的 怎么就拉起偏价了 呵 你们还想要赔钱 还想要让我妹妹给他们治 那你们想得挺美的 阿姨 你儿子和你媳妇 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清楚吗 你倒好意思 带着他们来这里讨公道了 我还没有找他们麻烦呢 要不是他们跑到 我妈面前窜躲 我妈会跑过来闹 你儿媳妇的那点小心思 慕容者冷笑 不就是他想买江顺的这个四合院 结果却卡住钱不想多出 让我妹妹给买了 他这心里不痛快 就到我妈面前胡说八道 想要让我妹妹把房子退了 好让他们买嘛 阿姨 你可上点心吧 你儿子而媳妇想要买房搬出来 不和你一起住呢 他们这是嫌弃 跟你住在一起 你可别跟我妈一样 被他们当枪使了 安雪的脸色一白 他真的没有想到慕容者 把他的那点小心思 全给挑明了 王叔本来不幸的 但转过头 看到挑事经 那惨白无血色的脸 还有那慌张的眼神时 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想买房搬出王家 安雪慌张解释 妈 我没有 他胡说我哪里来的钱 第468章 慕容者岂会就这么地放过这个女人 他淡淡说道 你没有钱 王浩也没有钱吗 我可听说 他手上至少有两万多呢 安雪 这男人怎么一回事 他怎么就这么地多嘴 就在这时 他的脸猛地被打偏 他难以置信地看出自家婆婆 妈 你打我做什么 打的就是你这个惹是惊 这是回头 我再找你算账 王叔说完便不再理会他 转过头 看向了缩成安纯的儿子 你回去就把钱还给我 要是不还 你以后的事 我可就不管你了 好 好的 王浩哪里还敢说不 王叔见他这耸包的样子 真的是欺不打一出来 他一生好强 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耸祸 从儿子的质量来讲 他是比不过他那个蠢祸妹妹了 慕容折合该是他儿子才对 阿哲 事情就算是你说的那样 那苏琪也不能这样 不管不顾地踹人 我不要求别的 让他给他们看看行不行 再怎么说 王浩还是你表哥 他这内伤不治 要是万一有什么事 那可怎么得了 慕容折 阿姨 你是不是演过戏了 我那妹妹能有多大的劲 那小体格 他能把人踹出毛病来 你这不是在搞笑吗 就算是你想讹人 那也不能逮着我妹妹讹啊 你要是再这么说 那我就得把爷爷叫出来 让他好好跟你说到 说到了王叔 这兔崽子就是胳膊往外拐 好歹王浩 还是跟他一起长大的表兄弟呢 这就一点都不顾念住这份兄弟情嘛 还把老爷子给抬了出来 爸 你们真不走 那行 我现在就去叫爷爷 慕容折转身便要进去 慕容是现在的底气早就没了 不用找 我现在就走 丢下这句话之后 他便真的转身便走 王叔 慕容家怎么就出了这么个恼火 真的是要把他给气死 阿姨 你真不走 慕容折的声音再次响起 王叔发现自己还真是相当讨厌这个外甥了 行 我们走就是了 实在不行 他改天再来 王浩早就想要溜了 这会儿听到他妈总算松口要走 他便迫不及待直接撒腿就走 这速度快得很 慕容折指着王浩的背影 阿姨 你看王浩这速度 他可一点都不像是受伤的样子啊 所以 下次别这么讹人行吗 我们家妹妹虽然从小受苦 长大了不得父母爱 但也不代表住真没人护着他 王叔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他真的是七个半死 王浩这个蠢货 为什么会是他儿子 还有慕容折 简直没半点尊卑 一点都不知道尊重他这个轻仪 压制着怒火 他也直接走人了 安雪傻眼 这自家男人还有婆婆都走人了 那他还留住干什么 正当要走的时候 慕容折则是冷冷地喊住了他 安雪 我不管你是怎么不安分 但是你下次再对我家人挑逝 那就想想你弟弟的下场 第469章 安雪的脸色舒得一白 随后他便灰溜溜地跑了 慕容折轻斥一声 随后便关上大门 等他转身的时候 却发现了苏琪 站在不远处正看着他 慕容折立即扬起笑 妹妹 我刚刚这表现还可以吧 苏琪的唇角微钩 谢谢了 慕容折立即说道 这有什么好谢的 大哥就是要护着妹妹 苏琪没再说什么 但还别说 刚刚慕容折对外面那几人的时候 他还是非常舒服的 有人当嘴涕 那感觉也是相当的不错 慕容折回到了厨房 而慕容老爷子则是跟文医生在下棋 其实本来慕容老爷子听到动静是要出去的 但却被文老三给拦住了 他说这是让慕容折去处理会比较好 于是老爷子就耐着性子等住 好在那帮子蠢货是真给骂走了 这要是再玩两分钟还不走的话 那他可就要出去骂人了 中午的菜做的挺多的 本来慕容折准备的时候就比较早 有充足的时间 所以红烧肉什么的都烧得很烂很入口的 而且苏琪还发现有鸡汤 他还真不知道慕容折还带来了一只鸡 妹妹快尝尝大哥的手艺苏琪看了他一眼 便点了下头 好 随即又对其他人说道 你们也吃 喝了一口鸡汤 他给出了赞 很好喝 这手艺不错 可以跟大厨相比了 这话让慕容折非常的高兴 文医生夫妻也对这顿饭菜夸不绝口 阿哲 没想到你这手艺这么的棒 以后你媳妇可是有福了慕容折的嘴角微抽 这吃饭还堵不上文老三的嘴吗 不知道这话题不能提 果不其然 老爷子就冲着他说了 阿哲 你什么时候娶媳妇 你可都二十四了 爷爷 咱们今天先好好吃饭行吗 这大好的日子能不能别说 这么晦气的话题 而且 不是他不想娶 只是没遇上而已 而他又不想将就 慕容老爷子想想的确不能在这个时候提 于是便不再说了 只是让苏琪多吃点菜 一顿饭下来 一个个吃得肚子圆圆 饭后洗碗这事 因为慕容者有事就先走了 文医生也要去上班 所以也走了 刘嫂刚刚是一起吃饭的 洗碗这事 她自然是抢着来 苏琪和志木琴想要上手 她都没让两人来 直接就把他们从厨房给赶了出去 苏琪见此只好作罢 志木琴本来想要帮忙收拾 现在用不上自己 她便对着苏琪说道 苏琪 那我就先走了 回头你来文家玩 等一下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苏琪说完便去了自己的卧室 她从空间里拿出两根野山绳 还有两个瓷瓶 出来的时候 就把一个野山绳和其中一个瓷瓶 递到了志木琴的手中 苏琪 你这是干什么 这个我不能要 志木琴没想到苏琪会给她这么好品质的野山绳 等反应过来时 直接就给推了回去 小沈 这两样是给你的 这个记得一定要吃 苏琪凑近她耳朵 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她一说完 志木琴的眼里全是激动 这下子她也不推剧了 谢谢 真的是谢谢 第470章 先不用谢 也不一定能行 你就吃着看 另外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三天就过来一次 我再给你真久一次 苏琪这话 让志木琴就更加地感激了 有 有时间的 我一定会过来 不过 我什么时间来 苏琪本来想说都可以 但想了想 就钱翠说了大家都比较方便的时间 那就晚上吧 你晚饭后过来就行 这个真久不影响的志木琴一听这话 就连忙硬下 那行 我到时候晚饭过后来随即她把身给推了回去 这要我拿住了 但是这身 我不能拿 这个身可是很关键的 我这身好 你得配合住吃 所以 就拿着吧 别推来推去的了 志木琴这下子就没办法拒绝了 毕竟 她是真的非常想要一个孩子 无论男孩子还是女孩 那都可以 她非常想当妈妈 谢谢苏琪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会一辈子记得你的好 不过 这两样东西我收了 但是这钱一定要给你的 你这要是不收 我一直不会心安 苏琪想了想 这样吧 你现在也不用给我钱 等这是真成了 到时候再给钱也行 这也是不让她一直揪心着这件事情 反正 如果真怀上了 那么她收钱也没多大的事 好 志木琴心里想的则是不管成不成 那她都是要给钱的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志木琴抱住东西走了 慕容老爷子一直看住 但她却是没有多问 这时 苏琪把手中的另一根餐 还有一个瓷瓶递给了她 这身可以每次揪一点点泡茶喝 也可以放鸡汤这些食材里炖 对身体很好的 还有这个瓷瓶里装着的 则是三个月亮的养生丸 每天睡前一颗就行 慕容老爷子非常的高兴 这可是她亲孙女惦记住自己呢 烧 我烧 她烧得毫不客气 这让苏琪松了一口气 她本来以为自己还得费一番唇舌劝她呢 倒没想到老爷子说得这么的浅脆 不得不说 老爷子这性格还是蛮让人舒服的 果然 这好竹出歹笋 她那儿子的性子 可真是没有半点像她的 苏琪 那爷爷就先回去了 需要我送你回去吗 苏琪问道 不用 就这么点路 我自己回去就好 你送的话 那你回来 我岂不是又要担心 好了 这青天白日的 我这老头可没必要担心的地方 她这般说 苏琪也就不再多说 不过 她还是把人给送到了大门口 随即她便关上了大门 等她回到院子的时候 当即拍了一下额头 今天 她要给肖北打电话呢 于是 她便把老爷子送的那辆自行车给推出去 然后骑着就往邮电局方向去 肖北一直在办公室等住 她估摸着时间 昨天苏琪就该到京市的 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打电话回来呢 该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想到这里 她担心得不得了 更是有些后悔自己没有陪着一起去 第471章 就在肖北担心的 恨不得掌上翅膀飞到京市去的时候 电话铃声响起 肖北一听到这电话响 她当即快速地接起 媳妇 你怎么知道就是我 苏琪好奇问道 毕竟她这还没出声呢 肖北没说自己一直在等她电话 只是说道 我猜可能就是你 苏琪心想着这光猜就直接喊 那也不怕喊错了 抱歉 我昨天上午到京市的 本来应该先给你打个电话报平安 当时 下火车的时候正好碰上了文医生 然后 我向她打听了房子的事 没想到正好她一朋友要卖这房子 所以就买房子 忙了一下午 今天上午慕容老爷子送了一车的东西过来 中午 文医生夫妻还有慕容老爷子都在我这边吃饭 所以现在才打 肖北一听 他这么快就把房子给买好了 也是很诧异的 那你的钱够吗 够的 花了两万六千块 是一座三进四合院 挺好的 也非常的宽敞 到时候 你和小豆子都可以一人一间 这话对于肖北来说 无疑就是噩耗了 他不想要一人一间 他想跟他做真正的夫妻 但这话现在没法讲 嘴里全是苦涩 他钱巴巴地回了一句 那挺好 还是往好处想吧 至少他不用跟小豆子睡一屋 苏奇没听出他的异样 只当是他太高兴 我这边可能没法现在回去 文医生说是医院那边 想要让我过去上班 我也有这个意想 好在他在出发前 早就把一些重要的东西 给收进了空间里 至于其他东西 留在那里也可以的 没准他们过年 或是其他时候 会回去也说不定 肖北连忙道 你既然想要去医院上班 那就上班 这边没事 到时候录取通知书 我会收着的 也不用担心家里 等两个月 我和小豆子就会过去 行 东西该打包的提前打包 用托运过来就行 有些东西不拿也没有关系 京师这边什么都有 另外 我会提前把小豆子的幼儿园 给联系好的 咱们让小豆子 在上一年的幼儿园 等明年九月再去上小学 好 都听你的肖北听到 他有把一家子都打算在内 眉眼染上了几分笑意 他非常喜欢听苏奇 为他们家规划未来 这让他的心中充满了幸福 两人聊了一会 苏奇就挂断了电话 毕竟这长途电话挺贵的 果不其然 这付钱的时候 他付了五块钱 从邮电局出来 他骑着自行车 又去了商场一趟 本来 他是想看看冰箱洗衣机的 结果看了个遍 都没有 他只好打消买这两样的想法了 随便买了一些东西之后 他便回到了四合院 第三天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苏奇知道是谁来了 于是便出去开门 果然是那的江顺 苏奇同志 你现在有空去我家吗 可以 你等我一下 我拿一些东西江顺一听 可高兴了 他连忙点头 爱 好 第472章 苏奇背着一个胯包 然后把自行车给推了出来 正好 江顺也是骑着自行车过来了的 他本来是想着 如果苏奇同志没有自行车的话 那么他可以推着自行车走 我家离得不远 大概几分钟就到了 苏奇点了下头 然后专心骑自行车 没想到的是 江顺也是住大院里的 而且跟大文医生离得并不是太远 也就隔着几幢房子而已 就是这里了 江顺停下了自行车 苏奇也刹车 没等他停好自行车 就有三人走了出来 苏奇一看 梁老估计就是江顺的父母 那个中年女人 则是江顺的妻子 他们看到苏奇的时候 虽然已经知道 她是慕容家被换走的那个闺女 但是真看到的时候 他们还是意外了一下 半年前的是 他们一家子正好不在这大院 因为他们当时在医院呢 所以并没有见到苏奇 只是回家之后听过这件事情 却没想到 现在慕容家被换走的这个孩子 不仅买了他们的私和院 还有可能会治好他们小儿子的病 爹娘 老婆 你们愣住干什么 这是苏奇同志 被江顺点名的三人立即回神 江沈率先开口 苏奇同志 快进屋 好 苏奇对住他点了下头 然后又对住两位老人微微汗手 算是打招呼了 他们一群人进了院子 苏奇同志 我给你倒水 江沈的话刚出口 就被苏奇给阻止了 不用 让我先看看病人吧 哎 好 江沈自然也是巴不得 让他给自己的儿子先看看 所以 也顾不得客套了 他连忙给苏奇带路 自从我那小儿子摊了之后 他的房间就搬到了楼下那一建筑 这样也方便照顾他 苏奇看住他走到一间房门前 然后推开了门 屋内的灯是亮着的 窗户也开着 所以这屋子并没有什么难闻的气味 苏奇跟住进屋 他一眼就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年轻男人 只见他瘦骨凌寻的 这脸都凹进去了 而且还是无血色的那种惨白色 苏奇同志 这就是我儿子江志刚 自从去年五月突然就瘫了之后 他整个精神就垮了 要不是我们抢求住 估计他也不想这么活死人一般的活着 江沈说到这里的时候 眼眶都红了 也是 原本优秀的儿子 有着大好前程 结果不知怎么的就瘫了 连原本要结婚的对象也吹了 人就像是只掉了一口气存活住 这能不让他们父母伤心难受 江志刚对于出现的陌生人 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反应 好像他对外界失去了反应一般 苏奇从胯包里拿出手套戴上 然后走近 他发现这个人好像是没有半点的求生欲 可能他是更想死 这会儿也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就收回了视线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反应 苏奇拿出他的手 发现瘦得可怕 基本上就只剩下骨头了 随后他搭麦 江家人看到他这动作 一个个地屏住呼吸不敢动 深怕打扰了他 第473章 等苏奇搭完两只手的麦之后 江顺就小声问道 苏奇同志怎么样 说完之后 他是特别地紧张 深怕苏奇说出不能志的话 江家的其他人 心情也是跟他一样 这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文老三说 这个苏奇艺术很好 如果他说不能志的话 那是不是真不行了 苏奇没回答他的问题 只是说道 我要先抽两管他的血 将顺一听要抽血 就忙不迭道 可以 你抽苏奇带来的东西 还真是有真管 他用棉签 给江之刚的手臂消毒了一下 然后用那橡皮带 给绑上一连抽了两管血 随后苏奇便发现 这个江之刚有凝血功能障碍 他不禁有些无语 这江家人都没说这个事 好在 这是对他来说也是小问题 他拿出一个小瓶 倒了一点粉末在那针眼上 没一会儿 这血就不留了 苏奇同志 你这什么止血药 我家制刚一般都要好久 才会止住血 没想到 你用这个一下就给止住了 江顺觉得这药简直太好了 很适合给他家儿子用 但是 他还真不好张这个口 就是比较好用的止血药 无任何副作用 对了 你把他的病例拿过来 给我看 江顺听到这话 就立即应了一声 好 我这就拿儿子的病例这些 全都放在这房间的一个柜子中 是江沈去找出来的 他把这些医院的检查资料 全都递给了苏奇 苏奇翻看着这些报告 越看 这眉头越皱 这让江家人有些紧张 还是江顺忍不住开口问道 苏奇同志 这有什么问题吗 他最想问的 则是他儿子还能不能治 病例报告上 他这病没有查出原因 对 就是这个 医生都查不出原因来 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变成了这样 就突探了的 我们也是看了好多家医院 他们最后的说法 基本相同 他们没法治 这话说的难掩悲愤 当然 他也并不是怪医生 只是伤心他儿子 年纪轻轻就成这样了 你儿子是做什么工作的 苏奇问道 我儿子是在研究所工作的 但是具体的工作内容 我们不知道 这是保密的苏奇 这个既然不能说 那他自然也是不能多问的 只是有点让他意外罢了 原来 这还是一个国之洞梁 你们脱去他的上衣 还有裤子 我要给他来个 全方面的检查 他这话一出 床上的人 这下子终于有了些反应 本来就只有头能转动的人 这下子也转过头来 看向苏奇 他沙哑的声音响起 不 不行 或许是好久没有说话了 这声音有点破 苏奇挑眉 你放心 我是医生 医生的眼里是没有男女的 而且 也不是把你们全部脱光 会留裤衩子的 不 不行 姜志刚的脸突然就红得厉害 可惜他身体不能动弹半分 要不然 他就反抗了 江家人 他们是有些激动的 因为他们已经好久没有听过他说话了 第474章 但在这涉及到治疗的问题上 姜志刚的反对 那是毫无作用 将顺上手来拖 他三下五出二的 就把姜志刚的衣服 给扒了一个一前二进 也不是 给留了裤衩 姜志刚 休脑得不行 他感觉自己早就应该去死了 要不然 也不会有今天这一遭 反抗不了 他前翠就直接闭上了眼睛 他现在就是除了头部还能动 其他的就完全动不了 包括他的手 不过 他还是在心中庆幸一件事情 他妈给他洗澡很前进 要不然 他想要碰死得了 苏奇自然也没害臊 羞涩更是不存在的 就如同他所讲 医生眼里就没有男女之分 所以 他毫无顾忌地开始检查姜志刚的身体 这次检查的时间微长一些 姜志刚不仅全身瘫痪 而且 他的肌肉明显地都在萎缩了 手脚更是软绵绵的 如果凭现在这年代的医术 就算是查出来了 估计也会很难治 一小时候 苏奇示意他们 把衣服裤子给穿回去 这事还是得有江顺来 江家老爷子则忍不住问苏奇 苏奇同志 我这孙儿的病有没有希望 这事不急 我还是得找找病因 先去把血给化验一下 不过 苏奇看了他们一眼 又看了那闭着眼睛的青年一眼 他很大可能是被人给打了某种毒针 他这话一出 江家所有人都静待了 而江顺也顾不上给儿子穿衣服了 他急急问道 什么毒针 苏奇同志 你这话是真的吗 苏奇没回答他的话 他前翠走过去 用手把江之刚的头给掰过去 你们看到这里没有 所有人都凑了过来 这 这不是一个红点吗 怎么了 如果真是毒针的话 那么这就是当初被打毒针的位置 因为他的凝血功能障碍并不先天的 而是被打了毒针以后才形成的江神恍然大物 他激动的快速点头 对我儿子以前流血什么的 没有这么慢才吃血的 他小时候就算是拉了那么大一口子 这血流了一地 那也是磨点锅灰就止住的 苏奇自从生了这个病之后 流一点血都止不住 我们起先也没注意这个事将婶子现在双眼放光地看住苏奇 毕竟他们治了这么久 医生都没有说出个所以然 而眼前的苏奇居然还看出了那么多的问题 很显然 他更有本事 这下子 他对眼前的姑娘生起了所有的期望 苏奇看向了江志刚 正好对上他的视线 刚刚苏奇说毒针的时候 江志刚就睁开了眼睛 你回想一下出事前 是不是突然颈部有疼痛 江顺还真是回忆了一下 不过 这时间是有点久了 毕竟出事的时候是五月五日 那天下午 他因为研究的事情 有好几天没有好好睡过觉了 就有些困 所以就瞇了一下 结果醒过来的时候 他想站起来时 整个人就摔倒在了地上 从他摔倒的那刻起 他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了 第四百七十五章 儿子 你快说说啊 江沈看住儿子一直不说话 他可急死了 要知道 这可是唯一机会可以治病 江顺也催 江志刚看了他们一眼 最后视线落在了苏奇的脸上 这才用那浅雅的嗓子说道 我 我不知道我 那天睡了一会 醒 醒过来就摔了 就 这样了 当时 就你一个人吗 苏奇问道 江志刚却是不说了 江家人再急再催也没有用 苏奇见此 也就不再多问 我回去先化验一下血氧 到时候再说 苏奇同志 那我儿子那个如果真被打毒针的话 那他可还有救 这毒针打过的针孔到现在还在 这毒就不是一般的毒 而且 有些不忍心说那也是要说 如果他的毒不减 那么他的身体最多也就只能坚持半年 你们应该看到了 他的全身肌肉都开始萎缩 没有特效药 无法阻止江沈和江奶奶听到这话 就伤心地哭了 江顺和江老爷子的脸色 也是挥败的不行 倒是江志刚 他一脸坦然赴死的表情 或许 他是等着那天的到来 这样他就可以解脱了 不过 在看到他妈和奶奶哭得那么伤心 他又有些难受 苏奇看住他 就突然来了一句 我觉得这事你更应该跟你的单位联系一下 毕竟能进你单位给你打毒针的 那可不是一般人 这种毒瘤 你确定不上报 这要是不说 没准就危害到你其他同事呢 他这话如金雷一般的把江志刚给炸醒了 他的脸终于有了其他的表情 苏奇点到为止 不再多说 我先拿血氧研究 如果有眉目的话 我再过来 现在 我先走了江顺一听这话 就收起伤心 我送你 苏奇抬手阻止 不用 我自己骑自行车回去 你在这边还是好好安慰你的家人 他说完这话就往外走去 江家人还是把他给送到了门外 江婶子上前 苏奇同志 如果可以 请你救救我的儿子 他还这么的年轻 他的眼泪有些止不住 苏奇看住他 这是一位真心爱自己儿子的母亲 我会尽力 说完这四个字 他便骑上自行车走了 这边江顺看向儿子 志刚 你这是怎么说 江志刚 爸 你帮我去我的单位一趟 你跟那守卫的说一声 找刘主任就行 让他来我们家一趟 江顺立即点头 行 我现在就去 如果真的是被打了毒针 那这单位藏着这么一个祸害 可就太可怕了 苏奇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家 他关上大门之后 就直接进了空间 只有空间里有着设备 午饭饿的时候 他给自己煮了面条吃 下午 他就继续研究 然后试药 晚饭时间 有人过来敲他的门 苏奇还以为是慕容老爷子呢 就过去开门 却发现门口站住的是两个陌生男人 你好 是苏奇同志吗 苏奇点了下头 对第476章 苏奇同志 我们有点事要问你 方便我们进去聊一下吗 苏奇打量了一下他们 心中有些确认他们的身份 就点了下头 可以 进来吧 他让开了一些 那两男人就走了进来 苏奇关上门 跟在了两人的身后 去堂屋坐吧 苏奇指了一下堂屋 那两男人点了下头之后 他们便走进了堂屋 随后他们看向了苏奇 苏奇同志 这是我的工作证 我是警察李锐 你好 我是科研所留名 是江志刚的直属上司 我听江志刚说 他是被人给打了毒针 请问 你这是有什么依据吗 苏奇看了两人一眼 他明白 那的叫李锐的 也不是普通的警察 而眼前这个留名 那么肯定是江志刚信任的人 于是便说道 有 他的病例很罕见 而且能让他发生病变的 凝血功能障碍 再加上不断萎缩的肌肉 来判断 他是被打了某种药剂的 不过 具体哪些 还得等我 把他的血液 给化验分析出来才行 留名 请问 那你化验分析的时间 需要多久 如果能分析出来的话 那么江志刚的病情 可能恢复可能 这是暂时不能回复你 因为这需要专业的化验设备 我得借助一下医院的化验室 才行之余结果出来 那我也不能保证 把他给治好 毕竟他的病也是拖得蛮久的了 不过 我能保证延长他的生命 留名立即说道 你需要何种帮助 可以直接跟我说 我可以给你安排苏奇 这权限看起来还挺大 既然这样 那他也不客气了 我需要一间单独的化验室 他买的那些东西 都是简单的 当然没有赚来的 那种化验室设备来得好 讲真 他就只搞了一个 简单的过炉器 那还是他自己制作的 行之这样 我明天来给你回复 刘明说完 便跟苏奇告辞 他和那警察一起离开 苏奇送他们离开之后 便关上了大门 第二天 刘明来得很早 苏奇刚吃完早饭 他便过来了 苏奇同志 你现在有空跟我走吗 可以 不过 你先等我一下 我要拿点东西 好 这次刘明没有进去 他只在门口等住 大概五分钟这样 苏奇出来 他关上了门 然后坐进了车子内 刘明让司机开车 我们接的化验室 是军医院的那边化验室 好 苏奇没有多问 不过 军区医院还是离得有些远的 开车都用了四十分钟左右 到了 苏奇同志 我们下车 叫我苏奇就好 那我叫你苏同志 也行 苏奇不是特别在意 这个年代都喜欢叫同志 那就随他们去 不过 他们进医院的时候 还遇到了一个熟人 是上完夜班 正准备回家的文医生 文医生在看到苏奇的时候 他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苏奇 你怎么在这儿 苏奇也没想到会这么巧 我来有点试第477章 文医生这才注意到了他 他看到刘明 就知道苏奇来这里可能也是为了江志刚的病 但江志刚本人没来 苏奇先来了 是为了咨询江志刚的病 认识 我们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 对了 刘主任 你们这是为了江顺的病来的吗 我们来这里建你们医院的化验室 这是跟你们院长谈好了的 这个化验室在哪知道吗 文医生一听这话 他立即说道 知道的 我带你们过去 行 刘主任点头 于是苏奇和刘主任就跟住文医生走了 几人七拐八拐的 走了好一段路之后才到 我想你们要借的就是这一件 对了 你们还没有钥匙吧 这得问院长拿才行 这间化验室的钥匙 只在他手上 这样 那我去拿刘主任转过头 看向了苏奇 苏同志 那你在这儿等一会 行 苏奇点头 刘主任一走 文医生就问苏奇 这怎么回事 是因为江志刚的病吗 对 我给他做些化验 治愈其他的 苏奇并没有说 因为这是那位刘主任 可是在车上跟他说过了 让他暂时不要说出 江志刚是中毒药剂的事 文医生也聪明的没有再多问 对了 医院那边的事 你考虑的怎么样啊 苏奇 可以上班 不过 我这两天没有空 等过两天再去医院吧 文医生听到这话 就立即说道 晚个一两天去没事 我回头跟那院长说一声 到时候 你们再谈谈工资待遇的事 如果那边入职不快的话 估计这军区医院 可都得抢人了 两人又聊了一些别的 然后 刘主任就拿着钥匙过来了 他打开了大门 苏同志 你看看这边还缺什么 如果缺的话 就跟我说一声 我让他们弄一下 苏奇环顾了一下四周 随后检查了器皿 可以 这样就好 刘主任一听这话 就把钥匙递给了他 你要用几天就用几天 到时候用完了 就直接还给院长就行 苏奇点头 好 他明白了刘主任的意思 就是这个钥匙 要亲手交还到院长手上 刘主任 那你在这儿吧 我先走了 对了 吃饭的事 这边到饭点会给你送的 你不用客气 好 谢谢 苏奇道 不用客气 那我先走了 刘明走出来的时候 发现文老三还等在外面 他看向文老三 我要回去了 你要坐我的车走吗 文医生想了想 就点头 行两人便一起走了 等上了车之后 刘主任就问他 你能说说这位苏奇同志 是怎么一回事吗 文医生上这车 就知道他想问的就是这些 他就把自己认识苏奇的过程 给讲了一下 他的医术非常的厉害 如果能治江之刚的话 那估计就是他了刘主任若有所思 随后他问了一句 那他的医术跟谁学的 他年纪轻轻的 怎么会有这么成熟的手术实操 按道理来讲 这能上手术台还这么厉害 那肯定是经过几时上百场手术的 第478章 文医生沉默了一会 就直接道 天才可以用平常心平常事来衡量的嘛 刘主任 你放心 他人挣得很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爱国好同志 他上次还把那些特效的纸穴药方 捐送给了部队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战士少流血 他这个要很厉害的 在关键时刻能够让战士们保命 还有 你肯定也调查过他了 他不仅是慕容家的人 他的男人肖北 更是一名优秀的退伍军人 立过无数个一等功二等功这些功勋 他现在还是一名地方公安局的副局长 所以 他的身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刘主任听到这些之后 他是有些惊讶的 虽然他也让人去调查了一下 但这时间短 还真是没有调查出太多 苏奇同志在医学领域 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如果你们要让他治疆治钢的病 那就可以完全信任他 我可以替他担保 他的人品是完全没有问题 好了 我们也不是怀疑他 我们只是做基本的调查 既然他是好同志 而且医术还那么的厉害 你们医院怎么不招他 他要上大学 今年他参加了高考 要进修学业 而且 十一月那边招他 他也答应去十一月那边工作了 刘主任对这事不置评 不过他算是明白 那的苏奇是真的有些厉害的 有专业的设备就比较好了 苏奇花了两天时间 终于把血氧给分析出来了 不过要研制对应的药物 就比较麻烦了 他的空间有些药材 但是有些确实没有的 于是就跑遍了 京市整个大大小小的中药房 总算是找到了 那些药材和药材种子 他实则最需要的是那些药材种子 只有他空间黑土里 种出来的药材效果 才是最好的 因为这事 他本来答应去医院那边上班的事 也只好耽搁了下来 他不是泡在那个化验室里 就是泡在他自己的空间里 他是军区医院和四合院两头跑 因为他晚上回来 还要给织木琴三天一针酒 时间一晃就二十天过去 这天 苏奇终于研制出了一款解毒剂 这是第一次的解毒 正当他准备去江家的时候 还没有出门 这四合院的门就被敲响了 苏奇过去开门 当看到门口是满脸焦急的江顺时 便猜到是他儿子出状况了 不过 也对 这么长时间了 江志刚的确出点情况了 如果这毒不解 那么后面只会更加严重 苏奇同志 不好了 我家志刚他昏迷过去了 昏迷了 你们没有送医院去吗 没有 我们想要请你过去看看苏奇 他都不知道该说他们对或不对了 正常来讲 这人昏迷的话 不该先送医院去 他们对他到底是多大的信任 还是说 他们这是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那行 我现在就去他回转身进了屋去拿东西 随后便带着他的简易箱推自行车出来了 第479章 等苏奇来到江家的时候 发现江家的院子多了好多人 反正比他上次来的时候人还多 其中一个还是穿军装的 他们在看到他进来的时候 视线就全部聚集在了他的身上 苏奇没理会他们 禁止往内屋走去 等进了江志刚的屋子 发现这屋子也占了好些人 他们在看到苏奇时 就自动地让开了路 江沈一看到苏奇 就抹眼泪 苏奇同志 你快给我儿子看看 你救救他 后脚进来的江顺 立即把妻子给拉到了一边 你先别说了 苏奇同志知道的 快别影响他 江沈立即不敢出声了 苏奇看住昏迷过去的人 刚刚在路上 他已经知道这人昏过去的时间了 给他大了麦之后 又直接把他的上衣给扒了 把他身体检查完之后 这才从箱子里拿出一个针管 这是什么 问话的是江顺的大儿子江治君 上次他没来 但也从自己的父亲口中 得知了苏奇这个人 而且 也正因为他 那个给他弟弟打毒针的人 给抓出来了 只可惜那个人 在见到他们的时候 就直接咬了藏在嘴里的毒 当场毒发身亡了 他们也因此没有找到那毒源 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投毒事件 只可惜这件案子 他插手不尽 今天 小弟突然发病昏迷 他本来是提议送医院去的 结果他父亲居然跑去找这个苏奇 现在 他手上的这个是什么针 解他身体的毒剂 这只是前妻一针 你们是要等住花咽后再打 还是现在让我打 苏奇看向江家人 江顺立即道 打 现在就打 苏奇同志 我们信任你 江沈氏特别相信苏奇的 要不是他 小儿子到现在都不会查出病因 所以 他对苏奇是一百个信任 苏奇同志 你给治吧 治好治坏都没有关系的 我们都不会怪你 对 不会怪你 你打吧 说这话的是江家老爷子 江志军看住自己的家里人都同意了 那他还能说反对的话吗 再加上小弟现在这个样算了 死马就当活马医吧 苏奇同志 那你就给我弟弟治吧 行 对了 你们现在就去烧一锅热水 再找个大桶 一会儿得把人放进大桶泡热水 他这话一出 江老爷子就吩咐江家其他人去烧热水和找桶了 苏奇拿出酒精棉签 给江志冈消毒了一下要打针的手臂 随后他便把那一针给扎进了那消过毒的地方 一针药水全推进去之后 他又拿了一个瓷瓶 从里面倒出药 给塞进了江志冈的口中 随后又拿出银针 扎在他头部和颈部的几个穴位上 江家人一眼不眨地看住他这操作 他们不懂 却是大为震撼 你过来把他扶起来 另外 快点找个盆过来 他要吐血了苏奇这话一出 江家人就慌乱了 吐血 真的是假的 江志冈这会儿还昏住啊 但江顺父子的执行力却是非常强的 他们去扶江志冈 江沈则把盆给拿到了床边 第480章 等江顺父子刚把江志冈给一左一右扶起的时候 还不等他们有其他反应 突然 原本昏迷住的江志冈突然就喷出了一大口的血 那喷出来的血是黑色的 这跟上次抽出去的血是完全不一样 可把江家人给吓了一大跳 苏奇同志 这 这怎么回事 江顺震惊问道 这是刚刚的解毒药剂发生作用了 这只是第一步 并不是说把他的毒给全解了 这药剂我得根据他身体的数据反应 要随时变得在江志冈喷出那么一大口黑血之后 他也并没有醒过来 苏奇让江家人给他身上有沾黑色的地方清理一下 并没有让他们父子把人放回到床上躺住 外面去烧热水的人过来回复了 水已经烧好了 要现在抬进来吗 把水温兑到四十度左右的时候 就抬进来吧 苏奇这话让那江二神有些猛 四十度是多少度 他不懂啊 用手探一下 感觉有点微烫就行 这话一出 江二神就明白了 他立即出去 一会儿 那个装了半桶热水的大木桶给抬了屋 也正好可以卡着门抬进来 这木桶被放进了房间的空地上 苏奇走过去用手探了探 这温度微烫一些 不过也是可以 就拿出两包药粉给到了进去 随后就对助江顺说道 把他给抬进这木桶里 你们要小心他扎的那些针 不要碰到针 哎 好 江顺应了一声 随即和大儿子两人 小心翼翼地把江之缸给抬进了木桶里 除了他们留下 其他人都不要挤在这里了 全都出去吧 这水他得泡上半个小时才行 江老爷子听到这话 就当即带江家的其他人出去了 只把江顺和江治军给留了下来 不过 苏奇看住江神那格外担心的眼神 于是也让他留下算了 期间 苏奇加了几次药粉 在大概过去二十分钟这样 江之缸再次吐血 这可把江家三口人给吓了一大跳 治缸 苏奇同志 我儿子这 没事 这口血吐了 他还会再吐的 毕竟 他至少时不时地得吐一段时间 所以你这几天看到他吐血 不用太过于担心 这是排毒的表现 江家人 这人本来就受得可怕 他这吐血还要吐好几天的话 那会不会吐血而亡 这话 想问又不敢问 觉得问出去的话就有点冒昧 苏奇看了一眼江家人的表情 就又补了一句 一会儿他就会醒了 你们也不用担心他吐血太多 他吐的是沸血毒血 吐出来会更好就在他话音一落 江志刚还真是睁开了眼睛 他的眼神先是迷茫 因为他发现自己视线所见的方向 有点变了 还不等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耳边就传来他母亲惊喜的声音 志刚 你醒了 志刚 是苏奇医生救了你 他现在给你在治病 你的头不能乱动 上面有针扎住呢 江志刚 他昏迷之后发生了什么 第481章 随后 江志刚这才发现 自己居然整个人泡在这木桶里 而且 他的上半身并没有穿衣服 江志刚 这个贪其实不治也罢 他感觉干什么 不让他一直昏到他走为止呢 儿子 你刚刚吐了好多的黑血 苏奇同志给你打了解毒针 这黑血吐出来好多 儿子 你的病有救了 江顺很激动地说道 江志刚的心情并没有因此好转 只是解毒吗 如果他的身体依旧瘫着的话 这个毒解不解的又有什么区别呢 苏奇看出他的求生意志并不高 就说道 你要是配合治疗的话 那么等着毒解了 我可以让你的身体技能慢慢恢复 你也不是不可能会恢复正常走路 当然 你要是现在求生意志不强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毕竟 质瘫得由你自己强烈求生欲才行 要不然 我这也是白志这话 终于让江志刚的脸上有了些许反应 他慢慢抬眸看向苏奇 声音依旧嘶哑破碎的厉害 你 是说 我 我能站 站起来 苏奇点头 对 如果你的毒解完了 你再配合我好好治疗的话 那么有80%可以站起来 如果你还是现在这个死样 那么就算是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毕竟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你也知道你的身体都萎缩成什么样啊 当然 你如果不想彻底治好你的身体 那么这毒给你解完了 我就不来了 毕竟 我的时间也是宝贵的 不会浪费在一个没有求生欲的人身上 苏奇说的无情 江志刚愣神住了 一旁的江沈和江顺则比他本人还要激动 志 我们志 苏奇同志 你可一定要给我儿子志啊 如果可以 他们很想当场就跪下来 江志军也消化完了苏奇的话 他的眼中全是震惊 他刚刚是说他能治好他弟的病 并且有80%的可能让他重新站起来 也就是说 就算是不站起来 那么也不用像现在这般瘫痪在床上 志刚 你快回答苏奇同志的话 难道这点活着的勇气你都没有了吗 难道你真不想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吗 只要你努力过一次了 那么就算是结果不如意 再差还能比现在差吗 更何况苏奇同志说你配合的话 那便有80%的可能站起来 为了这80% 你都不愿意努力吗 江志军说到最后的时候 他的语气就有些严厉了 江顺也赶紧说道 志刚 万一要是好了 那你还能再次回到你热爱的工作岗位上 你还能继续工作 江志刚被说动了 他缓缓地看向苏奇 这个漂亮到过分的姑娘 他真的是没想到 他会给他这般生的希望 缓缓地点头 浅色的喉咙里吐出一个字 好 这生好差点让江顺夫妻哭出来 太好了 他们儿子总算愿意治了 苏奇看了一下自己戴的手表时间 看到正好半小时了 于是就上前把扎在江志刚头上 和颈部的几根银针给拔了下来 一会儿 我出去之后 你们就把他从这桶里捞出来 给他换上衣服之后 我再进来跟你们说是第482章 苏奇刚走到外面 江家其他人就全都看向了他 江老爷子则是对住苏奇说道 苏奇同志 辛苦了 我那孙子怎么样 苏奇已经醒过来了 等一会儿再进去 江老爷子一听醒过来了 他便松了一口气 本来还想要再问什么的 就被一旁的江老太给拉到了一边 江老太让二房的人给苏奇拿来一把椅子 苏奇同志 你辛苦了 先做一会 老二媳妇 你给苏奇同志倒一杯水来 苏奇连忙道 谢谢 不用 我不渴 另外 请叫我苏奇就行 先前他也一直没有注意到他们叫什么 这会儿听着家同志就不必要了 江老太立即从善如流道 哎 好 苏奇 还是喝点水吧 江老二媳妇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他给倒了一杯水 然后递到了苏奇的面前 苏奇 喝水这都端到自己面前了 苏奇自然也就接了过来 谢谢 江老二媳妇忙不迭道 不用客气 他就只倒了一杯水而已 更何况 如果这位小姑娘能把江志刚给救醒过来的话 那他这本事可了不得 自己自然是要交好的 对于江家那么多人看住自己 苏奇没有一丁点的不自在 他喝下那杯水之后 房门被打开 江顺走了出来 苏奇同志 好了 苏奇点了下头就走了进去 这时江老爷子和江老太想想 也就跟住一起进去了 至于其他人虽然没有进去 但他们还是扒在门口看了一会 确定了江志刚确实是醒过来的 可见这姑娘的医术水平是很高的 苏奇看向江志刚 虽然她的脸色依旧是惨白无血色 全是病容 但是神色却不是那种丧丧没有求生欲的那种 看来她先前的那番话确实是起了作用的 对此她很满意 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一个先前的那个白瓷瓶 这个药对她的解读很有作用 一天三次的吃 每次一例 把这瓶药吃完就行 另外 我以后每天上午会过来一趟 连续七天这样 这七天内 她每天都会有吐血现象 你们不用急 等她的黑血涂完转红的话 那么后面就慢慢不会再吐血了 你们可以给她做一些补血的东西给她吃 有什么事的话就到四合院来找我 现在 让她好好休息就成 我先走了苏奇把那的赐瓶给了江神 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江顺立即喊住了她 苏奇同志 你等一下苏奇转过头看向她 还有什么事 江顺给江神使了一个眼色 江神立即会议 她快速地从床头柜中拿出一塌钱 赫然就是上次苏奇买房子的那笔钱 不对 应该是比那榻钱多 这是又加了的 苏奇同志 谢谢你救我儿子 这是整费 你可一定要收下苏奇看住那笔钱 又看向了江家人 见他们都是一副要自己收的表情 想了想 就伸手接过那笔钱 行 她把这笔钱直接装进了那个放药的箱子里 随后和尚便跟江家人告别 第483章 江家人见她收钱 也是松了一口气 他们给的是三万 这笔钱虽然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是能救回儿子的命 并且有希望还能让他站起来 那这笔钱给的就太值了 而且人家能收钱 这说明她肯定是这个信心能治好的 苏奇自然是收的不亏 她给的都是空间黑土上用的一些药材 千金难求 但凡没有这个空间 这解毒剂恐怕就治不出来 况且 她用的药材数量还是很多的 最重要的是她这个经历 别说收三万了 就是再多收两万可以收 但她不会要 回到家之后 她简单地吃了一些东西 随后就把钱给放空间里了 她自己也进空间研究明天要用的解毒剂 她要加减一些药量 第二天上午 不用江家人来 苏奇自己就过去了 她手上拎着的还是那只箱子 江家人看到她来 就热情极了 特别是江沈 她脸上的褶子都快笑成一团了 苏奇同志 昨天晚饭我们家志刚都比往日多吃了大半碗先前 儿子有时就不吃 有时最多就只吃一点点 不管怎么劝都吃不下去 但昨天晚饭的时候 她突然就吃了大半碗粥 这可真的是把全家人都给高兴坏了 而且 本来不吃早饭的 今天早饭的粥也喝了一碗 苏奇点头 这样挺好 但她的胃暂时不能吃太油腻 或是其他特别硬的食物 所以 你们这七天尽量给她喝粥 鸡蛋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想了想 又说道 我一会儿给你一个粥的食谱 你们可以按住炖给她喝 江沈立即高兴的不行 那可真是太好了 苏奇不再跟她多说 进了屋之后 她先给江支刚检查身体 状态的确是好了一些 我先给你抽一管血 她从箱子里拿出针管 消毒之后就抽了一管血 这时 江志军忍不住把自己的疑惑给问了出来 苏奇同志 为什么她吐的血是黑色的 但是这抽的血却是红色的 这到底是什么个缘故 还有 为什么她能知道 以前医院检查的时候 就没有检查出什么毒素来 苏奇直接道 因为黑色是毒血 是我昨天用了解毒剂之后 会慢慢聚在心脉之中的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 说多了 你也不懂江志军 好吧 她的确在这块是门外汉 江沈瞪了自己大儿子一眼 老大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隔行如隔三不知道吗 她现在是万分相信苏奇的 江志军 虽然 但是她作为病人家属 难道就不能了解一下病情吗 苏奇让江沈他们把热水准备好 今天还是要泡热水的 江沈立即说道 热水都被注呢 现在就抬进来吧 苏奇 抬进来吧 随后 他把从箱子里拿出那管解毒针剂 给江志冈扎进了手臂中 这次不用等苏奇吩咐 江顺父子就按照昨天那般 把江志冈给扶了起来 苏奇这次打的药 奇效还是有点过程的 大概三分钟这样 江志冈吐出一大口黑血 第484章 苏奇看出他吐得差不多了 就让江沈给他脱去上衣 江志冈 为什么他治病就得脱衣服 江沈才不管儿子的想法是什么 他现在是苏奇 说什么他就怎么做 三下五除二 就把江志冈的衣服给脱了 苏奇拿出银针 这次他没有扎头和颈部 而是扎在了江志冈的心脉处 一共扎了十针左右 你们把他放进桶里 注意这点 别碰到银针将顺和江志军看到 那银针处都慢慢地渗出一些血来了 还是黑色的 他们哪里敢乱碰 十分小心地把人抬进了木桶 苏奇已经在木桶里加了药粉 只是这次加的药粉是黑色的 所以整个桶里的水 一下子就全都是黑色的 黑色的热水 漫到了江志冈的胸口处 把那几根银针都给淹没了 这次江志冈是清醒住的 热水与他没有任何的感觉 但刚刚坐进桶里的时候 这热水有溅到他脸上 他是感受到了烫度的 你们一会儿 把这桶水换出去 再给他换桶 普通热水洗一下就行 苏奇还从那箱子里 拿出了一根人参 还有一个青色的刺瓶 这个人参等十天后再给他吃 可以炖汤里给他喝 每次一点点就行 还有 就是三天一次就差不多了 另外 这个里面是补血补气的药丸 每天吃三粒 一天三次 这个补血的效果非常好 这瓶吃完就可以了 你们食补可以补 也可以不补 这瓶足够了 人参多少钱 江沈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他一眼就看出 这人参非常好 至少比一般的药店要卖得好 这人参不止五百块钱 苏奇 这个都是你昨天给的诊费里了 后面的药都不用给钱 江沈瞪大了眼睛 这不行 好了 这个事就不用再说了 都是在诊费里了 苏奇这般说 江沈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不由地看向了自家男人 江沈想了想 就说道 既然苏奇同志这般说 那就按他做吧 江沈再次朝着苏奇 说了声谢谢 昨天那个钱给的真是太值了 这人参 还有这个补血补气的药丸 那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半小时后 苏奇拔了银针 然后他又抽了江之刚一管血就走了 回到家简单地吃了一顿之后 他便骑着自行车往那军区医院看 这个路程开车还好 这骑自行车就有点远了 苏奇骑了一小时半才到地方 他这段日子来得平凡 再加上化验室的那个钥匙 没有还回去 所以他不用找那个院长 就直接进化验室的 这次待的时间有点晚 一直到了晚上九点还没有走 正好路过这边的好院长 看到这个化验室的灯还亮着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这灯怎么还亮着 是谁用了眉关灯吗 随即他想起 要是被那个老刘借走 这好像好久了吧 怎么这化验室还用住 想了想 还是决定去看的究竟 于是便推开了化验室的门 当看到正买手在那里搞化验的人时 便走了过去 第485章 苏奇是在做血样里毒素浓度的对比 他今天抽了两管血 要对比用药前和用药后的差距 发现这毒素还是有些变化的 并且 他把自己的解毒机要调整 所以 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 这一搞 时间就比较久了 也因为他太专注的原因 就连晚饭也没有吃 最后一点分析完之后 他把解毒剂给制出了三管 看住这三管解毒剂 他标注了一下使用时间顺序 比如有一管是明天要用 还有两管是后天和大后天 至于后面的 自然是要再抽血分析才行 搞好这一切 他把东西准备收起来走人 就在这时 那位好院长出生了 你就是那个 替江制钢配置解毒机的苏奇吗 好院长没见过这位文医生口中 夸不绝口的人 所以 当他看到这个苏奇如此年轻时 他真的是很震惊的 这姑娘这么的天才吗 他才多少岁就有这样不凡的本事了 苏奇刚刚太过于专注实验 所以压根就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 这让他吓了一大跳 好在他心性吻得很 对 我就是苏奇 你是好院长吧 谢谢你借这间化验室给我 这个不用谢 反正空注也是空注 对了 这是给江制钢的解毒计码 别人或许不知道江制钢的事 但是他却是知道的 说实在话 那个老刘说江制钢之所以致贪 那是因为被打了毒计时 他当时是猛的 也是完全不敢置信的 毕竟当初江制钢可是最早在他们医院制的 纳穴也不是没有化验过 根本就什么也没有查出来 后来转院到其他医院 他们也是跟军区医院一样的结果 病因就是查不出来 结果 却被告知是打了毒计 为此他还特意调取了当初的诊断书 还有那些化验报告 他本来想要见见这个苏奇的 奈何他实在是太忙了 一直抽不出时间 没想到今天晚上倒是见着了 对 是给江制钢的解毒计 他是中了几种毒的混合 那个毒计是国外带进来的 这是我已经跟刘主任会报过了 已经把分析出来的毒素数据给过他一份了 郝院长一听这话 就立即到苏奇同志 那能不能也给我一份 可以 我现在给你抄一份苏奇拿出纸笔 快速地给他抄了一份 还给他抄了四份解毒剂的用量 这个解毒有些难 因为要根据身体毒素的变化 而减轻解毒剂的药量 或是更换解毒剂的药材 解毒剂不能以这个来制药 因为它是根据毒素的变化重新弄的 郝院长接过这几张纸 他眼睛一亮 也很激动 怪不得他们查不出来 原来是因为这毒啊 苏奇 你是要去试医院吗 其实我们这里医院条件 也相当不错的这么厉害的人才 和该就是他们军区医院才行 不好意思 我已经答应试医院那边了 而且 我后面学校开学 我要去上课的 我想以学业为主 郝院长 你都这么厉害了 还上什么学 你给人家上课还差不多 第486章 转眼间就到了第7天 也就是苏奇给江之刚解毒的第7次 当江之刚喷出的那口血是红色时 江家人都高兴得不行 红了 全红了江沈很激动地问苏奇 苏奇 这毒是不是全解了 都没有黑色的了 而且 吐出来的血量也很少 只有那么一点点 苏奇点头 对 他身上的毒全部都清完了 现在就等着慢慢恢复身体 下一阶段就是调理他的身体机能和恢复个神经组织的治疗 因为他身体的毒素时间蛮长的 所以 这治疗的时间也会很长 还有 后面的针灸都要调整一下 他每天都要进行针灸 第一阶段是半个月说起来 他这三万转的还是蛮辛苦的 毕竟他得挪出大量的时间 好在 现在离大学开学还早 还有 他好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给肖北打过电话了 或许 一会儿回去的时候 他得去给肖北打电话 江家人听到确认的答案之后 他们激动地不行 这毒终于全解了 真的是太好了 苏奇 对了 你们下午去医院给他做个全身检查 就去军区医院吧 江顺立即点头 好 如果苏奇不说 他倒没想起要做这事 半小时后 苏奇给江志刚做完针灸之后 他便离开了江家 他先去邮电局那边给肖北打电话 可惜的是 这通电话打过去并不是肖北接的 而是他们局里的同事 只说肖副局出警去了 苏奇心想着还蛮不巧的 只能明天再打 等他骑自行车回到家门口的时候 他发现了意外的三人 这让他的眉头微皱 这几人是怎么一回事 不是安静了好一段时间吗 怎么又会冒出来 而且 他们想要干什么 跳下自行车 面无表情道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你怎么说话的 王岚看到他就七步打一出来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孽女就很生气 所以 在听到这质问时 他的不痛快就上来了 王叔一听这话就不好 他连忙扯了一下王岚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王岚 王叔觉得不该带他来 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亏他先前还特意叮嘱他不要发火 转过头温柔浅笑地看向苏奇 就连声音也是柔得很 苏奇啊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家里人哪有隔夜愁的 以前是你妈的错 她一直后悔住呢 所以 现在我们来向你道歉来了 苏奇听到这话 他抬头望了一下天 王岚看到他的动作 怒火再次攀升 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奇漫步惊心道 我是看看这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 你 王岚的眼睛在冒火 王叔看住他又要发火 为了不让他把事情搞砸 就连忙又拉扯了一下他 随后快速地对住苏奇说道 苏奇 我们能进去好好谈谈吧 就算是你妈千错万错了 但你们身上流着的是一样的血 苏奇不耐烦地打断 打住 我说你们的脸皮事后的没处时了吗 非得又来这边撞几下 你 连你二我的 都没有关系了 你们为什么非得上赶住找骂 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还有 我现在没功夫跟你们在这里瞎扯来 瞎扯去的 你们赶紧从我家门口滚开 别挡着路 苏奇看到他们真的是烦不胜烦了 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大病 各自安好不行吗 王岚气得脸色血红 他捂住胸口 感觉他自己都被起出毛病来了 王叔也没有想到 他们都已经这么地放低姿态了 结果苏奇居然还给面 他也要被气死 不过想到此行来的目的 他硬生生的就把这火气给压了下去 苏奇 出去其他不说 今天我们是来求你一件事情的 你能给安雪瞧瞧身体吗 再怎么样 从情缘角度来讲 他也是你飙草 这些年 他不能生孩子 我们家王浩不能没有孩子 所以 你给安雪瞧瞧行不行 随后他地上手里拿的两大兜东西 我们也不让你白看 我们会给钱的 闻老三媳妇看的多少钱 我们也给你多少钱 输完之后 他给安雪拾了个眼色 安雪一脸祈求地看住苏奇 苏奇 以前小豆子的事是我的错 以后我绝不跟你争小豆子 请你看在小豆子的份上 给我制制吧 我想给你表哥生一个孩子 苏奇听到他们婆媳的话 不由吃笑一声 你们可真是搞笑 他不会生孩子找我干什么 还有 别跟我提小豆子 你配吗 王岚又来找存在感了 苏奇 你给外人都看了 为什么不能给你表嫂看 苏奇冷笑 我说你有毛病是不是 谁表嫂了 别随便来攀青 喝 你嘴上说不攀青 那你拿慕容家的东西 倒是拿得挺快的 有本事 你就别拿 王岚的怨气 那可不是一丁半点的 慕容家 他现在连进都不给进了 他不仅成了整个大院的笑话 还是他单位里的笑话 要不是工作不能丢 他那个班都不想去上了 慕容家的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拿不拿的又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断的是你们一家 又不是我爷爷一家先前 他还没有任慕容老爷子 但是这一刻 他还偏任了 还有 你们赶紧滚 不要在我这儿浪费时间 想要我给他治病 那是不可能的事 王叔立即到的绑架 苏奇 你不是医生吗 都说医生救死扶伤 你怎么能这样 作为一个好的医生 有病人 你不该给治吗 怎么还挑起病人来了 苏奇 你别道德绑架我 我这人的道德是分人而异的 还有 有病就去医院 找我干什么 安学忍无可忍 你是医生 你不就该给人治病吗 我们又不少你的钱 来 你先给我跳个舞 现在就跳安学脸色铁青 这个贱人是在侮辱他吗 我为什么要给你跳 苏奇冷吃一声 你不是跳舞的吗 给谁跳不是跳 为什么不给我跳 王叔突然来了一句 他跳了 你是不是就给他治了 安学表情不可置信 妈 我才不跳 他这样把我当什么人了 王叔瞪了他一眼 闭嘴随后又转过头 看向苏奇 是不是他跳了 你就给看 苏奇 那他先跳给我看看吧 然后再给我唱个歌听听 王岚怒吼 你这个天打雷劈的东西 你要是不给安学治的话 那我就去举报你 你私下给人治病 拿巨额诊费 你要是不想这事 闹到你们医生 还有你那个大学的话 那就赶紧给安学把病治好 苏奇冷笑 那就赶紧去举报 你要是不去举报 那你就不是个东西 你 你 王岚这下子真气的翻白眼了 苏奇才不理会这帮子傻逼 自行车龙头一抬 直接就把这几个挡在大门口的人给扫开 滚开 别挡住我家的门 要不然 我可就要告你们骚扰了 王岚想要冲过来打他 但他被苏奇的眼神给遏制住了 你劝你别找事 要不然 这后果你自负 我不仅不介意打你 我还更不介意打你的那个慕容奇 你 王岚气炸了 但他终究没有上前 毕竟他可以被打 但是他的琪琪却是不能被打的 而王叔他们本要上前拦的 但他们他被这话给惊到了 尤其是安雪 上次被踹的还记忆犹新 那是真的痛 他足足痛了三天 这个女人是真的很 他根本就是没有感情的人 是完全的六亲不认 苏奇打开了钥匙 把自行车给推了进去 随后砰的一声关掉了大门 门外的几人脸瞬间黑得不行 走 王岚怒气冲冲地丢下这个字之后 他便转身离开 这个孽女 早晚得被雷给劈了 王叔也黑沉着脸 他双目阴沉地看了这大门一眼 随即便也提着东西离开了 安雪恨恨地瞪了大门一眼 随即便也离开 他跟在那两人的身后 随后脑子想起先前王岚的话 苏奇私下给人治病拿钱 这个事情完全可以举报的 呵 他不仅要这个贱人身败名裂 还要这个贱人没有大学可上 没有工作可做 想要当医生 阿佩 这种没有义得的贱人 怎么配当医生 苏奇给自己去洗了澡 重新换了套衣服 随后他给自己做了午饭 正准备吃的时候 突然就听到了外面的敲门声 苏奇 我是爷爷 苏奇一听这声音 就过去开门 不等他开口 慕容老爷子就急切问道 苏奇 你怎么样 他们有没有打你 苏奇看住老爷子那关心的眼神 心里还是有些感动的 我没事 你怎么这么快过来的 我听到别人说 他们在这边找麻烦 所以就过来了 他们对你说了什么 也没什么 就是想要让我给那个安血 治不孕症 另外 就是要去学校和医院举报我 说我私下给别人治病收钱 苏奇这话一出 可把慕容老爷子给气得不轻 他们可真不是东西 居然还威胁着要举报你 你等住 老头我给你出气去 说完就怒气冲冲的要走 苏奇连忙拦住他 爷爷 你可别生那么大的气 为他们气坏了身体 那可不值得慕容老爷子整个人僵住 他表情有些不可思议 丫头 你 你刚刚叫我什么 他声音都有些发颤 苏奇笑了笑 很潜脆的就又喊了一声 爷爷慕容老爷子 这下子确认自己是没有听错 整个人就激动的不行 丫头 你再喊我爷爷 那你能再喊我一声吗 爷爷 别在这里门口站住了 跟我先进院子吧 既然喊了 那就喊了 苏奇也没觉得不好 毕竟这老爷子是真的对他很不错 他这个人一向是恩怨分明 更何况 他认了慕容老爷子 那王岚他们一家岂不得气死 他就喜欢看这些人 气死又拿他莫可奈何的样子 慕容老爷子晕乎乎地进了院子 他还真的没想到 这一趟来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事 苏奇真的认他了 两人来到堂屋坐下 苏奇问老爷子 爷爷 吃饭了吗 没吃的话 我给你去盛点 中午吃的是面条 不够的话 可以再下一碗 慕容老爷子立即摇头 我吃过了的 你快吃 他还沉浸在那声爷爷的喜悦中 如果可以的话 他还想多听几声爷爷 苏奇见他不吃 就没再多说 毕竟老人的饭量不宜过饱 爷爷 那你做一会 我先去吃饭 慕容老爷子从喜悦中彻底清醒过来 丫头 你快去吃吧 爷爷就先回去了 他得找那几个人算账去 要不然 真当他这个老头是死了的 一个个敢欺负他孙女 还有 王家他也是要去一趟的 没有任何人能欺负他孙女 苏奇听到这话 脚步一顿 爷爷 你是不是要去找他们 没这个必要 乖孙女 这是你别管 爷爷自由主张 你放心 我不会气到我自己的 一会让你大哥送我过去 苏奇一听他这是要慕容哲送着去 那就不拦着了 先前不放心 是怕老爷子被那帮人给气晕怎么办 慕容老爷子走了 他先回到了家 把正在楼上补教的慕容哲给喊了下来 爷爷 我先前不是说要补教的吗 你喊我下来干什么 慕容哲还打着哈欠 他可是两天没有睡觉的 回来之后 他还特意跟老爷子说了一下 没想到 这才算下不到一个小时 老爷子就把他给喊醒了 这到底出了什么重大的事 非得这么火急火燎的 慕容老爷子一脸怒容 你还睡什么睡 年轻人少点叫怎么了 你妹都快被人给欺负死了 慕容哲一听这话 他脑子清醒许多 苏奇怎么了 他被谁给欺负了 第487章 王家那女人居然说要去举报你妹妹 慕容老爷子十分气愤的把事情大概的讲了一下 慕容哲听完之后也十分生气 我妈这个人真是糊涂了 他以前不这样的慕容老爷子冷哼了一声 这性子还能现在长歪的不成 我看他脑子多少是有点毛病的 行了 我现在就找他去 慕容哲觉得也该找一找 要不然后面再闹事可就不好了 爷爷 我陪你一起去慕容哲今天是开车回来的 所以 他现在就开车载住老爷子到了王兰住的那栋小楼 大门是关着的 老爷子直接对住慕容哲道 你去敲门这要是换他来的话 那他可就要砸门了 慕容哲上前敲门 出来开门的是慕容琪 他在看到慕容哲和老爷子时 惊了一下 如果换成以前来 他肯定是高兴的说明老爷子要叫他们回大院去呢 但现在 这两人可是来者不善 尤其是老爷子脸上的怒涩 一看就是来找事的 想到先前他妈去苏奇纳闹事 老爷子就这么快找来了 爷爷 大哥 你们来了 快请进 好在他这次聪明并没有跟住一起去 要不然 他今天这日子可能也不好过了 慕容哲看了他一眼 便辅助老爷子进去了 慕容老爷子在看到那正在吃饭的夫妻俩时 他不由怒火中烧 当即便甩开慕容哲的手 然后就冲着那夫妻俩破口大骂 你们这俩丧良心的玩意 欺负了人 在这还心安理得的在这里吃饭 吃吃吃 怎不吃死你们 说完他还把手中的拐杖给治了过去 慕容拾惊的不行 连忙往后仰去 这才让拐杖没有治到他头上 爸 你这是干什么 他起身快步出来 王岚本来也很生气的 毕竟这拐杖再扔偏一点 就扔到他脑袋上了 不过 看到老爷子那盛怒的脸 他哪里还敢发火 慕容哲 把拐杖给老头捡回来 慕容老爷子一发话 慕容哲立即照做 他捡回拐杖之后 就送回到了老爷子的手上 老爷子一拿回拐杖 就往一旁的慕容石身上打去 我打死这个丧良心的东西 看看你娶的什么人 别看老爷子的年纪大 人家可是当了大半辈子的兵 这身体素质可不是一般老头可以比的 而且 他这次并没有泄力 这下子可把慕容石给打得痛得不行 偏偏 他还不能痛叫出声 爸 你这是干什么呢 打我做什么 老子不打你 你这岂不是要上天了 打的就是你这个坏东西 拐杖不断地往慕容石身上敲去 慕容哲站在一旁并没有阻止 王岚看住被打了十几下的男人 就瞪向了自己的儿子 阿哲 那可是你爸 慕容哲淡淡道 妈 爷爷教训儿子 我这座孙子的插手可不合适呢 王岚被这话气得不行 他觉得这儿子被老爷子给带偏了 光记得孝顺老爷子 都一点不孝顺他们俩个当父母呢 第488章 好在老爷子再打了二十几下之后 也终于打累了 于是就停了手 他瞪向慕容石 给你两选择 一是 以后都不用叫我爸了 我跟你们登报彻底断绝关系 二是你和他离婚 他这话一出 在场的人除了慕容哲之外 其他人都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 慕容石也顾不得身上的痛了 爸 你这说的什么话呢 我这年纪一大把了 怎么能离婚 这把年纪离婚 不得让人给笑死 还有 断绝关系 那更不可能了 他可是慕容家的人 爸 好端端的 你整这些干什么 你还好意思问我干什么 你的好媳妇 简直就是个丧良心的人 他居然想要举报我孙女 让他没大学上 也不能在医院工作 这样的女人 我们慕容家可容不下他慕容石 在听到老爷子的这番话之后 他不由转过头看向了王岚 王岚 我爸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去找苏琪了 还说了要举报他的话 王岚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他知道老爷子这是为苏琪那个白眼狼出去来了 此时面对慕容石的质问 他的脸上闪过一抹心虚 我 我那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这时 慕容哲直接开口 妈 你这随便说说 如果落在有心人的耳朵里 那可是直接就毁了妹妹一辈子 你们都没有养过他 为什么就非得毁了他 王岚瞪他 我那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又怎么毁他了 而且 他要是行得正 做得端 又有什么好害怕的 慕容哲在听完 他这些话时 他的眼里满满都是失望 表情也是沉了许多 妈 那十年发生的事情 你都忘了不成 你就算是讨厌苏琪 那也没有必要去毁了他吧 他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你非得要毁了他 王岚脸色一黑 正想要辩驳几句的时候 一旁慕容石 震怒的声音便响起 王岚 你真说了那样的话 王岚的脸色更加不好看了 我那还不是因为 他明明可以给安雪治病的 但他偏偏不给治 一时生气才说的 又没有那样子做 你们这般兴师问罪的干什么 你疯了吧 再怎么样 那也是我们的女儿 王岚直接打断了慕容石的话 呵 女儿 他认你吗 他压根就是一个 不知孝道的白眼狼 他宁愿给外人治病 也不给家里人治病 他这没有义得的东西 压根就不配做医生 他这话可把老爷子给惹怒了 他要是男的 早就一拐杖打过去了 我孙女义得高尚注呢 轮得住你这个连人的 知心都没有的人来评判 这话可就相当重了 王岚脸上的血色 退得一前二进 他不可思议地看向了老爷子 他是骂他不是人 慕容老爷子 懒得跟他扯皮 转过头重新看向慕容石 慕容石 我刚刚说的那两项 你选一个 这次 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上次虽说要跟他们断绝关系 倒也没有去实际行动 只是把他们给赶出大院而已 第489章 爸 王岚虽然有错 但也不至于 慕容石的脸色非常难看 他虽然不满王岚做出那样的事 但是和他离婚这事 那还真的是没有想过的 他一个中年人 怎么可能会离婚 慕容老爷子听到这话 冷笑了一声 行 你这话让我知道你的选择是什么了 明天 我就登报跟你们断绝关系 另外 我会把你们俩都从慕容家的族谱给挪出来 你们以后 就不是我慕容家的人说完这句话 他便转身要离开 慕容石的脸色一变 他快速地挡在了老爷子的面前 爸 你别冲动行不行 你就算是在生气 那也不能这么地做 这不看我们的面 那也要看阿哲的面啊 慕容哲立即说道 爸 我的面你们不用顾忌 也不用看 他这话可让慕容石气坏了 慕容哲 你在火上浇油干什么 无论是我们被慕容家除名 还是我跟你妈离婚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他真的是要被气了 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儿子 人家当儿子的都巴不得父母好 到他这里 不仅不劝一个老爷子 还在一旁说风凉风 还煽风点火 爸 这是你们大人的事情 不用扯上我 我不会干涉爷爷的任何决定 就像你不干涉我妈做出的任何事一样 这下子不仅慕容石的脸黑了 就连王兰的脸也是黑的不能再看 慕容哲 你是讨债鬼吗 慕容哲 或许是吧 不过你们放心 不管爷爷做了什么决定 你们以后的养老都有 所以 这一块不用担心 王兰这下子捂住了胸口 他真的是被这儿子给气到了 瞧瞧他都生了什么 这一个两个的怎么这么的不孝 慕容老爷子早在他们吵来吵去的时候 就已经走了出去 他坐进了车内 然后又高喊了一句 慕容哲 你还在磨仓什么 慕容哲听到这话 他立即就走了出去 等到慕容石想要追出去的时候 这车子已经重新启动 爸 等会 等什么等 以后你也别喊我了 碰见的时候 你可以装作不认识 也可以叫我一声说 老爷子这话 让慕容石想要吐血了 还说呢 这不让他直接去死得了 老爷子没理会这个儿子 他一眼都不想看到这存货 我在这儿再讲一句 你们要是以后 谁敢再上我孙女那找麻烦 那就别怪我 把你们这房子也给收回去 我就是送别人 也不给你们这些丧良心的人住 他这话 是真的让出来的王兰变了脸色 这房子要是真收回去了 那他们一家子住哪去 而且 这房子不是早就给他们了吗 怎么还要收回去 爸 你怎么能这样 谁是你爸 别喊错了 阿哲 我们去王家 王家也不是好东西 居然欺负到我孙女头上 老头可要上门去理论一番 王兰这下子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没想到 老爷子在这里闹了一通之后 还要上他娘家去闹 正想阻拦的时候 这车子却已经开走了 第四百九十章 王兰推了一把慕容石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去 慕容石脸色阴沉 去什么去 你都自身难保了 还想着保别人 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明知道苏琪她不理会我们 你干什么非要去招惹她 那丫头脑脱脱 Logos 那丫头脑脑脑她能让着我们 现在你说怎一模办 我什么怎么办 她是医生 找她给安雪看个病怎么了 我们又不是不给她钱 王兰再次后悔 当初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你爸要断绝就断绝 他这一把年纪也不怕别人笑话 我们怕什么 慕容石懒得理会她 想想这事得去找苏琪才行 不过 这想法刚冒出来 就被他得否决了 那丫头记恨住他们 就算是去找他 那也是没有用的 还不如等会再去大院找老爷子 好好认个错 这边慕容老爷子 让慕容哲开着车来到了王家 因为都是中午时间 这下班回家吃饭的人 还是不少的 当看到这汽车停在王家门口时 有好些邻居还端住饭碗出来看 哎哟 这王家的那个亲家居然开起来了 这是啥事啊 不知道呢 去看看 王家的大门倒是开着 所以慕容老爷子下车之后 就直接冲着那里面的人大喊 王叔 你给我出来 这一嗓子吼出来 那些好事的邻居们 立即就听出了不对劲 天哪 这是来找麻烦的吗 正在家里面吃饭的王叔 听到有人在喊 而且还是有些耳熟的声音 于是便走了出来 当看到是老爷子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惊呆了 老爷子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当然是为了我孙女来讨公道来了 你们有病就去医院看病 找我孙女干什么 我孙女欠你们的吗 王叔的脸色不由一变 老爷子 你 你误会了 先进来再说 这围观的邻居是越来越多 这要是被他们听去 那可不得了 进什么进 你们老王家的门 我可不敢进 我孙女招你惹你了 你们居然想要举报他 你们这心怎么就这么的黑 他就该给你们当牛做马 任你们想要他干什么 就干什么嘛 我把话给话放在这里了 你们要是再敢找我家孙女麻烦的话 那我就跟你们老王家没完 阿哲 走 一顿发飙之后 他便坐进了车内 慕容哲跟住上车 因为这车子先前就没有熄火 所以直接开着就走了 等王叔和冲出来的王家人回过神 人家的车子早就开出去老远了 王叔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最后转为黑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老爷子居然跑到他家 来为苏琪讨功道来了 王浩他妈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有好事的邻居问 王叔强扯出一抹笑 是误会呢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丢下这话之后 也不再理会那些人 他连忙进了院子 王家人自然也不可能 跟这些邻居们讲的 连忙回院子 然后把大门给关上 安雪刚转身 他的脸就被打了一巴掌 他的一声特别响亮 第491章怎么这么的蠢 安雪捂住脸怒瞪向打他的人 发现这人是婆婆之后 他满眼不可置信 妈 你打我干什么 打的就是你 要不是你 我们家今天能丢这么大的脸 王叔这辈子加起来 都没有今天这么丢脸过 光想起刚刚被那死老头 止住鼻子骂的时候 他就恨不得把眼前这个女人 给直接撕碎 安雪听到这指责 更是又气又委屈 妈 这怎么是我的错呢 王浩也觉得他妈 不应该把这气 撒在他媳妇身上 妈 我知道你有气 但这也跟安雪无关啊 是你非得拉着安雪 去找苏琪的 王叔真要被气死了 这可真是他的好大儿 眼里就只有他那媳妇 要不是他跟我说 那苏琪的医术高明 把文老三媳妇的 不孕症给治好了 让文老三的媳妇怀孕 我会带着他去找那苏琪 怎么住 他把老娘当木仓石 真当老娘不知道吗 别说打他一巴掌了 就算是打他十巴掌 老娘那也是能打的 王浩听到这话 不由地转过头 看向了安雪 等等 那个文老三的媳妇怀孕了 妈 你刚刚说的那个文三婶 他怀孕了 问你媳妇去 现在王叔的怒气高涨 他一点都不想回答 这儿子的话 王浩看向安雪 你说的这事是真的 安雪点头 对 我听说怀上了 因为那天我正好去医院 然后就看到文三婶 他也去看医生 我因为好奇 就跟过去看了一眼 结果就听到那医生 恭喜他来住 说他怀孕了 那你怎么就知道 是苏琪把他给治好的 王浩还是不相信 苏琪有这么大的本事 都说医生 都有自己的一个专业 他就算是厉害 也不能连不孕不育也能治吧 那当然是因为从文家传出来的 说文三婶在吃的药 都是苏琪给的 我也这样子跟妈讲一下 没想到苏琪这么记仇 他还让慕容爷爷过来闹事 说到这里时 脸上就全都是委屈 实则 他心里简直就是把苏琪给恨毒了 这个贱人 抢了他儿子 不该还他一个儿子吗 他的医术真有那么的厉害 会不会弄错了 要不就去问问 文老三媳妇本人 说话的是王老太 如果孙媳妇能怀孕 那自然是好事 这也是他盼着的事 要不然 王浩都没有自己的孩子 那怎么能行 安雪看了一下老太太 就说道 奶奶 这事应该是真的 如果找文三婶的话 那他可不一定会说 他跟那个苏琪关系可是最好了 文三说 那也是处处护着苏琪 王老太眼睛微眯 略思考了一瞬 这才缓缓开口说道 如果那个苏琪 真有那样的本事 那么我们无论如何 也得与他交好才行 说起来 还是你们蠢 小姑娘再怎么样 也是慕容家的人 我听说 他那张脸 可是跟他奶奶年轻时 长得一模一样 那他必定是得慕容家 那老头的喜欢 你们不去交好他 还去得罪他 你们都是没有脑子的吗 第492章 那安就是没安好心的安 王老太都不想说 那个王岚了 简直蠢得不能再蠢 或许是该说 他这辈子都没有 见过这么蠢的人 自己的亲闺女不认回 居然还捧着个 仇人的闺女 真的是毛病不浅 脑子都该丢了他 这么拎不清的人 幸好当初老王家 娶的不是这一个 不过 眼前的这个 也不见得多好 或许 当初他就不该让自己 儿娶老王家的闺女 王叔听着老太婆的挤兑 他也很生气 他就觉得 苏奇这姑娘 就是不会做人 一点人情事故都不懂 果然 小地方养出来的 就是这么的小家子气 无论是脾气 还是那心胸 都简直拿不出手 他看着老太太 真的是站着说话 不腰疼 就前脆道 妈 我们可能没有你行 要不 你试着想想办法 再怎么样 王浩的孩子比较重要 王浩自然也是 想要自己孩子的 哪怕是闺女 那他也认 至少是自己的种 他就反养别人的孩子 就算是亲侄子 那也会让他心里隔夜 所以 当他妈说出 那样话的时候 他也双目希望地 看向老太太 王老太 他没好气地 瞪了一下这个媳妇 你自己的儿子 不想办法 难道要我这个老太婆 一大把年纪 尚赶出去求人 奶奶 你就当是为了我 难道你不想 让我抱儿子吗 你抱儿子 还不简单吗 那就离婚 再娶一个好了 毕竟 这不能生孩子的 又不是你 王老太 当然是非常不满 安雪这个孙媳妇的 不仅是个二婚 居然还不能生孩子了 而且 人的品性也不是很好 这样的人 就不该娶回家 结果 他孙子还非得死活要娶 王浩 而安雪则是要气炸了 他没想到 这死老太婆 当着他的面 就窜渡他跟王浩离婚 果然 王家就没一个好人 王浩 你就让你们家里人 这么地欺负我吗 他泪眼婆娑地 看向王浩 王浩被他看得 头皮发麻 他善善开口 奶奶也只是关心我们生孩子的事 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 安雪就跑了出去 王家人对于他的离开 他们压根是不在意的 这边安雪从王家跑出来之后 没一会儿 他便冷静了下来 他当然是不可能跟王浩离婚的 这辈子他都不会去离婚 要不然 他岂不就成了一个三婚的女人 而且 王家条件好 王浩这个人更是好说话 他本人长得也是不错 除了没多大本事 他还真的是很不错的 他要是跟王浩离婚了 那么去哪再找一个比他更好的人 如果他能生孩子的话 那也许有可能 但是他不能生 好点家事的男人 压根就不会娶他 况且 他也是真的想要生一个孩子 所以 究竟怎么才能 让苏琪那贱人给他看病 木龙老爷子两出洒火之后 他整个人心情就舒畅了不少 在回去的路上 他对住木龙哲说了一句 既然他们有那个想法了 估计早晚得去做的 你怎么想想给你那些保障 不要让他平白卷入这些当中 木龙哲错愕 这个不能吧 第493章 木龙老爷子回到了苏琪这边 丫头 这是给你的红包 你必须得拿着 还有就是 我想把你入祖谱 你放心 我决定把木龙石给一出祖谱 苏琪惊了一下 他是真没想到 老爷子居然会这样子想 转过头看向了木龙哲 木龙哲笑着说道 妹妹 爷爷决定要怎么做 我都是没有意见的 其实 我认为这样也很好 苏琪听到她的话 嘴角不由都微抽了一下 这是木龙石的亲儿子吗 估计木龙石 要是听到她的这些话时 估计就会哭晕在厕所里了 丫头 你不要认为我把木龙石 移出木龙家的族谱 是因为你 我那是经过深思熟虑过的 跟你没什么关系 其实 她转过头看了木龙哲一眼 阿哲 你先回去吧 我跟你妹妹说会话 木龙哲 好 那你回家的时候 走慢点 老爷子摆摆手 我的腿脚还利索住呢 不用担心 木龙哲听到这话 就知道老爷子不耐烦了 于是便不再多说 她等苏琪说了声再见之后 便走了 老爷子见孙子一走 就立即说道 其实把木龙石一家子给逐出去 是我早就有的想法了 你也看到了 那对夫妻是多么的不靠谱了 而木龙哲那可是个 很会惹是生非 又心眼子多的人 本来 我还在犹豫住 但木龙哲不是我们家的 凭她那小心眼的性子 和那对不靠谱的爹妈 只会影响到你大哥 我可不能让他们影响到她 等把他们足谱之后 你大哥早前就把户口 给独立出来了 所以 这是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你不要有什么负担 老爷子就怕乖孙女 还以为是为了她 这要是让她产生内疚 那可就不好了 苏琪失笑 爷爷 你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 他们再不在木龙家谱上 我对这个无感 反正 我又不跟他们一个户口 木龙老爷子立即说道 对 不跟他 跟我 爷爷 这也不行 我自己有单独的户口 别忘了 我现在已经嫁人 这当然是他的说辞 他买的这房子 就可以把户口给牵过来 木龙老爷子还真是忘了这茬 那你进族谱的事 他眼含期待地看住苏琪 分明是很想这事 苏琪想了想 这个我不改姓 主要是他前世就叫苏琪 所以 他不想改 而且改姓也麻烦 他的一切资料证件都得重新改 他不想这样麻烦 他不喜欢那个苏家 但又不讨厌这个苏信 毕竟苏信有什么错 老爷子听着这话 就知道他是愿意 连忙说道 你不想改 那就不用改 只是记族谱里就行 爷爷就给你写上苏琪 苏琪见老爷子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他想了想 也没什么 于是便点头 那行这两字 可把老爷子给高兴坏了 那明天就上族谱 另外 我们再选个时间 通知木龙家其他房的人 一起吃个饭 进族谱 那可是木龙家的大事 必须把其他人都给叫上 第494章 木龙家还有其他人 苏琪还以为就这一房呢 有 这一房只有我们 但你爷爷有四个兄弟 两个妹妹 爷爷是老大 他们那几房 除了你二爷爷在京市外 其他人都不在京市 本来 你二爷爷他们是想过来看你的 但是我怕他们打扰到你 就说你很忙 等到时候再通知他们 苏琪 他还真的是没有想到 木龙家还是一个大家族 有些后悔答应怎么办 他倒不是怕这些庞大的人际关系 他主要是凡再来几个 跟木龙石他们夫妻一样 脑子有病的人 他是真的懒得应付 老爷子像是看出了他的疑虑 就说道 你放心 他们几个都是正常人 苏琪听到这形容词 不由的失效 的确 比起木龙石和王兰他们 其他人简直不要太正常了 那都听爷爷的 既然你同意了 那我下午就给他们发电报 还有 这个 你必须得拿住老爷子 把手中的大红包再次递了过去 苏琪捏了捏 发现很薄 就有些奇怪 这么薄应该不是钱 但这厚度也不像是存折 那究竟是什么 他打开一看 居然是一张三万不记名存单 爷爷 这个我不能要 你上次给的东西就很多了 我不能拿这么多钱 爷爷给你 你就拿着 这是你应该得的 你要是真不拿 那爷爷真的会很生气的 你放心 这些钱都是你奶奶留给亲孙女的 跟你哥伴没有半点关系 还有一些你奶奶留的好东西 那也是要给你的 但那些存另一个地方 等以后爷爷人没了再给你 苏琪突然间就报复 慕容老爷子 生怕他这个钱推来推去的 就说自己要走了 苏琪想要送他 他都不让 老爷子走后 苏琪心情就是很复杂 这些钱既然给了 那他就拿着 不过 他也不白拿 以后他空间里的那些好东西 也给老爷子一些 还有养生完什么的 他会让他身体健健康康 这些价值也绝对超着三万的 想到这里 苏琪拿这些钱就没有任何负担了 就在他把存单给收进空间的时候 就又听到了敲门声 苏琪 一听这声音 苏琪便出去开门 大门一打开 知木琪就一脸歉意 苏琪 抱歉 我听说那个王家来闹事了 这事都是我这边引起的苏琪 三审 这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有什么好道歉的 可是 知木琪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苏琪给打断了 别可是了 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别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来 好了 先进来再说吧 你这样子急哄哄的来 这要是让文医生知道了 他不得及此 他扶住知木琪进了院子 你坐这儿 我先给你搭个脉 知木琪一听这话 他连忙做好 然后伸出手 对于苏琪的医术 他是十分信任的 苏琪搭了脉 脉相还算稳 下次不要助急忙活的 你现在可不一样第495章 嗯 我也没有这急 我也是慢慢走过来的知木 秦起先是不知道的 后来听人说 才知道王兰和王书带 助那个安雪到这边来闹事 而且 他还听着跟自己有关 这可把他给欺诈了 那个安雪真是不要脸 他自己想要治 窜度他婆婆 还有王兰干什么 这是想要逼苏琪 一定要给他治 哪有这样的人 苏琪说道 你别管那么多事 他们早就被我爷爷给削了一顿 估计又会安静好一段时间 你现在最大的任务 就是好好安胎 他们在我这里 还是蹦搭不起来的 知木情心中 还是有点愧疚 其实这事 还是我家那 轴里不小心给说出去的 要不然 安雪也不可能知道这个事 那天安雪在医院见到我 估计知道我怀孕的事 然后就去我家打听了 我那二嫂这个人 有点嘴碎 她藏不住话 这一来二去 就被那个安雪给套话了 你都说是安雪套话的 所以 你有什么好内疚的 更何况 这是说出去就说出去 对我也没什么影响 就算以后有人找我来看 那也得看我心情 后面我就要上大学去了 想找我也没有用 知木情听到这些话 心情好了许多 两人聊了一会 又聊到了江志刚那边 我听我们家老文说的 那个江志刚的毒被你给解了 苏琪点头 这是没什么好隐瞒的 对 解了 那她后面会站起来吗 知木情好奇问道 看她后面的恢复情况 还有复健情况 这都有些关系的 苏琪总不能对别人说 自己百分百能把人给治好吧 知木情一听这话 就明白她有多少把握了 看来 江志刚的福气 还真是挺大的 江志刚去年出世的时候 是快要结婚的 后来她未婚妻 见她瘫了 直接毁婚 而且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嫁给了别人 她这要是知道江志刚的病能好 那她可就得肠子毁清了 我听说她嫁的那一家子 对她非常不好 她的那个丈夫 还会打她苏琪 怎么好端端的 就聊起八卦来了 打女人的男人 不是好男人 你说的对 虽然我对那个詹曼 直接弃婚的做法 很不赞同 但也可以理解 毕竟不是每个女人 都能接受自己丈夫瘫痪 但我也比试那些 打女人的男人 这些人不就是那种 在外窝闹废 在家当大爷 不过 就算是詹曼 后悔那也没有用 真实一步错 不不错 詹曼嫁的那个男人 不仅是个二婚的 还打老婆 最重要的是 家世完全没法 跟江家比 江志刚那可是研究员 他工资本身就非常高 等他身体好了 肯定会回去工作的 前途无量 苏琪 对于别人的事 他不予评判 主打一个尊重他人命运 支木琴没有待多久 他临走的时候 苏琪给了他一些空间里种出来的苹果 支木琴不想要 苏琪直接说道 我这个苹果比较好吃 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他这般说 支木琴就收下了 第496章 你说什么 他真这样子做 行 我知道了 谢谢你告知我这个事 慕容石脸色极其难看地挂断了电话 想到刚刚电话里所说的是 慕容石这般是一刻也上不了 他急匆匆地就往外走 来到隔壁办公室 老张 我家里有点事 我今天提前下班回家一趟 叫老张的男人看了他一眼 见他面色确实非常焦急 就点了下头 那行 你去吧 慕容石出了办公室 他来到自行车停放区 然后骑上自行车 就快速地往家赶 正确来讲 他是往慕容大院那边骑 等他来到大院时 正巧大门开着 顾不得把自行车放好 就随便一丢 人便快速往院子里走 慕容老爷子正在娇花 还唱着小曲 显然这心情是相当好 慕容石看到这样子的亲爹 他内心酸涩地不行 难道把他移出慕容家族谱 就这么地高兴 爸 老爷子听到叫喊声 就转过头 邪腻了他一眼 笑容当即转淡 你来干什么 爸 你为什么非要那么做 是想逼死你儿子吗 慕容石的表情 是有些悲愤的 他都不明白 老爷子为什么非得这么地做 他爱住谁了 老爷子冷恨了一声 你可别瞎扣锅 我怎么就逼死你了 你都自得当爹了 难道就非得扒拉我才行吗 而且 我又不是没有给你选择 你自己要那么一个媳妇 那就得承受你自己选择的结果 你这样子做 让邻居朋友怎么看我 让我单位还有单位的同事 又怎么看我 以后阿哲结婚 这让他未来的亲家 又怎么看他 老爷子冷笑 你可别瞎扯上别人了 更何况 阿哲未来亲家 要是这么不明实力 计较这些的话 那还做个屁的亲家 让他打光一棍 慕容石听到这话 简直不可置信 这是亲爷爷该说的话 爸 你究竟要干什么 就算先前我们有错好了 这点错 你就过不去了吗 他真的是难以理解 哪个亲爹 会这样子做这样的事 爸 你别是老糊涂了 老爷子瞪他 你别在我这里巴巴的不停了 移出族谱的事是真的 跟你断绝关系这事也是真的 这事不可能更改 你在这里说也没有用慕容石 他压下心中的怒意 爸 慕容哲知道这事吗 老爷子 他不知道 但他就算是知道来反对也没有用 除非他也想移出族谱慕容石 没想到老爷子现在做事这么的荒唐 爸 你脑子不清醒了 这事 我是不同意的 老爷子冷吃 你同不同意关我什么事 我老头要做的事情还需要你同意 行了 你赶紧回你的家去 别在别人家里待住了慕容石表情不可置信 他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结果 这成了别人家了 不对 是他成了别人 爸 老爷子不耐烦跟他多说了 就连忙喊 张沈 来一下 把这个讨厌的人给我赶出去第497章 张沈听到老爷子的话 就出来走到僵石的面前 他神色为难 先生 麻烦你出去慕容石脸色难看的不行 见老爷子不理会他 于是他就大吼了一声 爸 我离婚他这一吼 可把院子里的老爷子 还有刘婶都给下了一大条 两人对于慕容石刚刚吼出来的话 都有些不可置信 慕容石见老爷子看他 于是就又斩钉截铁道 爸 你既然这么想我跟王岚离婚 那我就如你所愿 我跟他离婚 我明天就跟他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 慕容老爷子内心其实是很失望的 你先前闹着不离 现在就又要离了 爸 虽然我跟王岚那么多年 但是 我是不可能离开慕容家的 我既然答应了离婚 那你就不能把我逐出族谱 他这什么年纪了 还逐出族谱 这得让他的那些单位同事 还有邻居怎么看他 慕容老爷子深深地看了他好久 这才缓缓开口 光你嘴上说没用 等我看到你们真的离婚了再说 行 那我明天就给你带离婚证 我现在就先回去 不过 既然我跟王岚离婚了 他好歹跟我那么多年 还生了两孩子 没有功劳 那也是有苦劳的 我现在跟他离婚 那也是对他的不公 所以 我要把我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 给他慕容老爷子看住他 你既然觉得不公 要不 你就别离了 毕竟除了这一条 还有就是 你们离开慕容家 这个比较好办 慕容时的脸色 因老爷子的话 又黑了几分 爸 慕容家是我的根 我是不会离开慕容家的 你开出这样的条件 不就是希望 我跟王岚离婚吗 那我就如你所愿 刚刚我说了 那套房子给王岚 另外 我想给王岚一万块钱 作为补偿 也是他后半辈子的一账 爸 我现在没有钱 你先借我一万块吧 慕容老爷子 被这话气得不行 他直接吼出一句 滚慕容时没有滚 他依旧站在原处 爸 你这钱要是不想借也行 那我跟王岚离了 我总能回家来住吧 说完 他也不等老爷子 说出拒绝的话 便直接转身走了 慕容老爷子 这个儿子 他是不想要的 这边慕容时 骑着自行车 往家里赶 他在路上 已经想好要怎么跟王岚说了 刚到家 慕容旗就一脸担心地迎上前 爸 你回来了慕容时 看到慕容旗时 脸色缓和了许多 嗯 你先出去一下 我找你妈谈点事情 慕容旗的脸色白了几分 要谈什么 需要避开他的 不过 他还是硬了下来 好的 爸 那我出去转转说完 他便走了出去 顺便把大门给关上 慕容时来到厨房 看住正在做饭的王岚 他心情十分复杂 王岚 我有点事情要与你谈 你先不要做饭了 王岚看住他这个表情 他心底有骨不好的预感 脸色当即也沉了下去 你要跟我谈什么 第498章 慕容是斟酌了一下 这才开口 王岚 那个我爸他要跟我断绝关系 是真的 他还要把我们全一出族谱 王岚一听这话 他就气不打一出来 他是不是老糊涂了 要不然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王岚 他说了 明天就要登报断绝关系 所以 我就想了一个缓兵之际 慕容时说完这句话时 他还特意地看了一眼 王岚的神色 王岚一正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缓兵之际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瞬间阴沉 你的缓兵之际 该不会就是要跟我离婚吧 慕容时眼见他就要发飙 就连忙说道 王岚 你别那么大声 我这不是真离婚 我们假离婚老头子现在多大年纪了 他还能有几年活头 我们先答应着他离婚 等他死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复婚本来王岚是要发怒的 但听到后半句时 他的怒涩就少了一些 那也不行 我这平白的离婚复婚 那不得让人给笑死 这要是一离婚 后脚全单位还有那些邻居都得把我嘲笑死 慕容时见他神色有点松动 并不是那么的生气 他这心中就有底了 于是再次说道 老头子现在脑子不清楚 他铁了心就这两条件 如果我们不离婚的话 那么他明天就真的把我们给逐出族谱 这样的话 还不是照样让人笑话 不管是为了儿子 还是为了我们自己 那是绝不能被逐出慕容家的族谱的 这族谱逐出容易 再想写进去的话 那可就难了 那也不能离婚 离婚这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都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王家还没有出过离婚的事 这可得要让人笑话一辈子的 我们先离婚 等这段时间溢过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 反正 老头子也不能时时刻刻地盯着我们 再说了 就算是他后面知道又怎么样 我们的婚都被他逼住离了 他要是在因这件事情 逐我们出慕容家的族谱 那就是他站不住脚了 王岚冷笑 难道他现在 无故逼住结婚 快要三十年的儿子 而媳妇离婚 他就站得住脚了吗 王岚 我们也知道 他现在是老糊涂了 但是这件事情也是没办法了 总不能明天 真让他登报吧 我们的脸不要了吗 还有 我们的儿子 王岚烦躁地打断他的话 别跟我提那个白眼狼 我们还在为他考虑 他可是连亲爹妈都不要了 但凡这儿子能站在他们这边帮助说话 那么老爷子也不会一意孤行 做得这么绝 慕容师也气儿子 但又有什么办法 他叹了一口气 谁叫我们是他父母呢 怎么也得为他考虑一下 我们明天先去离婚 等过一段时间 我就搬回来住 反正 这个过去这段时间 那么影响就会没有 还有 我跟老爷子说了 等我们离婚 这房子给你 王岚不高兴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的第499章 虽然王岚并不同意 但经过慕容师的一再劝说 他最后还是同意了 第二天 两人先到各自的单位打了证明 他们单位打证明的同事 都惊呆了居然离婚 就在他们前脚出了单位 后脚整个单位全都传开了 毕竟这年头夫妻离婚 那可是相当大的大事 更何况他们还这般岁数了 讲难听点 他们一只脚都快要迈进棺材里了 居然还离婚 王岚并没有因为离婚这事多说 夫妻俩人一起来到了民政局 民政局看到他们俩人来办离婚 也是很惊讶的 工作人员当然要做思想工作了 你们还是考虑一下吧 毕竟夫妻都这么多年了 王岚心情不好 更不耐烦听别人说三到四的全 黑沉着脸直接道 我们单位证明都开了 你麻利的给我们办离婚就行 别说那么多了相对比 慕容氏的态度要好很多 抱歉 我们需要快点办证 还有 我们两人是协商过后 要离婚的工作人员 见两人是一定要离婚的 劝了几句之后 也不再劝了 当即把他们的手续给办好 王岚看住那张薄薄的离婚证明 她的脸再度黑得不行 随后 她便怒气冲冲地走了 慕容氏看住她如此生气 本来想要去追的 但她现在还有重要的事 于是便拿上那张离婚证明 骑上自行车来到了大院 进家门之后 慕容氏掏出了那张离婚证明 爸 如你的愿 我和王岚离婚了 慕容老爷子文言看向她 什么叫我入我的院 我最大的愿 就是把你给逐出慕容家谱 慕容氏烦躁得很 爸 你别老实说这个 现在我离婚了 晚上搬回来住慕容老爷子 当即拒绝 不行 你都年纪一大把了 自己在外面住就行 我现在不喜欢和你一起住 慕容氏瞪大了眼睛 爸 我都离婚了 这房子也给了王岚 你现在让我去哪里住 那就是你的事了 你都年纪大把了 你也好意思在家啃老 反正 这是我的房子 我现在不欢迎你住 爸 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了 行不行 慕容氏这话 可让老爷子很生气 蠢货 你说谁无理取闹呢 曾 你一个月那么多的工资 难不成还租不起房子吗 家里有房子 我为什么要到外面住 慕容氏在离婚的时候 就打算好了 他是要搬回来住的 老爷子听到这话 他冷笑 你非要回来住也行 一个月房租费加伙食费 你给家里25块钱 慕容氏不可知信的瞪大了眼睛 我交房租和伙食费 老爷子喝了一声 怎 让你交怎么了 我都没让你出全部的伙食费呢 你不用养老人吗 慕容氏 老爷子瞪他 反正 要么你就别搬回来住 要么你就每月月初 交25慕容氏的脸黑了再黑 行行行 我教老爷子听到这话 立即伸出了手 拿钱慕容氏 这是他轻叠马 第500章 慕容氏离婚后来到了大院 而王岚从那民政局出来之后 他越想越生气 于是便拐了个弯 他骑着自行车来到了苏奇家门口 一跳下自行车 就直接拍大门 苏奇 你给我出来 苏奇 你给我出来 苏奇本来是在空间里中药材的 在听到有人拍大门叫喊的时候 他眉头不由皱了一下 随即便从空间里出来 等他打开大门 就迎来一巴掌 索性他侧过头避开 这才没让到巴掌落在他脸上 王岚见着巴掌落空 他气怒不已地再次挥手 苏奇见他还来 翘脸一沉 当即便钳制住了他甩过来的手 随后用力一捏 王岚的手腕便传来剧痛 这痛得让他瞬间变了脸色 放手 苏奇黑魔冷立 你是不是有什么精神疾病 别一发疯 就到我这里来王岚气急败坏 苏奇 都是你这个孽障 当初 我就不该生你的 苏奇冷笑 喝 那你就得更怪你们自己没有控制欲望 这话在这个年代还是相当炸裂的 特别是从一个小姑娘嘴里说出来 简直让人震惊得不得了 王岚瞪大了眼睛 你 你 他都没想到苏奇会说出这种话来 这让他是又气又凶脑 果然是香下来的 要不然怎么会说出这种粗鄙不堪的话来 苏奇甩开了他的手 你要是脑子有病的话 就赶紧去治 别老是动不动地跑到我这里来撒疯 我跟你们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王岚真的是感觉自己要被气死了 苏奇 你怎么能叫苏老爷子让我们离婚 你这样子会遭天打雷劈的 苏奇冷漠地看住他 你们离不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有 那些不善不辞的人才会遭天打雷劈 赶紧从我这里离开 要不然 我明天就去你单位跟你领导反应 你这一而再 再而三的骚扰 我是想要干什么 你 王岚真的是好气 他再次想要扬起手 苏奇谋色寒厉 你要是再敢伸手的话 那我不介意断了你的手 你敢 王岚怒目而逝 苏奇冷笑 你可别激我 我这人最受不得激了 你要是不信的话 那可以试试 正好 我研究了一种针法 能让你双手摊一辈子 王岚不可知性地瞪大眼睛 你 苏奇不理会他 直接就把门给关上 这大门差点就把王岚的手给夹断 王岚看住那紧闭的大门 他是气不打一出来 为什么 他会生出这种恶毒的人 黑沉着脸 他骑上自行车走了 苏奇不在意外面的人还在不在 回到房间之后 他再次进了空间 空间里有他精心培育的一些药材 都很名贵 这要是卖的话 那可是会有很多钱的 他可没时间浪费在那神经病的身上 搞钱才是他此时最想做的事 至于 王岚和慕容氏离婚 那关他什么事情 他们爱离不离 第二天 云岳才刚吃完早餐 四合院的大门就被敲响 第501章 苏奇开门发现居然是文医生 他不如有些奇怪 文医生 你怎么来了 文医生面色焦急 苏奇 快跟我走 有个病人重担 需要你去救命 苏奇一听这话 就连忙说道 那你等一下 我拿个东西 有好些东西 他都放在药箱里 包括一些救命的药 他都需要这个药箱来掩饰 文医生立即点头 行 那你快点 苏奇快速地回了院子 随后把挂在主卧里的绿胯包 也给带上 再从空间里 把那个医药箱拿在了手上 出来之后 他便锁上了门 文医生 这次是有车子送他过来的 就停在苏奇大院门口 他跟文医生上车之后 苏奇这才发现 开车的是一位兵哥哥 文医生 你先跟我说一下 病人的情况 伤者心脏处重担 情况十分危急 本来 伤者是没有活命机会的 但他的心脏偏右 这才没有当场毙命 不过 这位置卡的有些不好 如果手术取蛋的话 那么有90%会死在手术台上 我们需要你给他做这个手术 苏奇一听这话 他神色沉重了一些 中蛋时间多久 已经有半小时 等我们过去的话 那么可能也需要半小时 医院那边给他做了急救处理 我们也必须在这半小时内 赶到开车的兵哥哥 把车子开得飞起 文医生这边也只得到这些情况 其他的也不大清楚 主要他在家正准备去医院上班 在出门前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让他带苏奇过去的 不得不说 冰柜神速 原本半小时的车程 硬生生的15分钟就给开到了 文医生一下车 他差点要吐 苏奇倒还好 他快速下车之后 就看到有人在等住 他们一看到苏奇和文医生 就上来 你好 是苏奇同志吗 苏奇立即点头 对那几人立即说道 请跟我们来在他们的带领下 苏奇快速地跟上 等来到抢救室门口时 看到的是好几个穿军装的人 居在那里 他们脸上有热辣滚烫的汗 还有痛苦担心 苏奇一来 其中的好院看到他 就立即上前 苏奇 你快进去 今天这手术 就由你来当主刀 苏奇匆匆地 印了一声好字之后 他便快速地进了手墙 就是 好院长看到他进去之后 脸上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文医生也立即对住好院长说道 院长 我也进去 好院长看了他一眼 点头 行 而一旁的慕容哲 都来不及跟这个妹妹打招呼 就看到他进了手术室 随后又看着文老三 也进了手术室 不对 他这个妹妹 连心脏取胆也能行了吗 这医生不得有专科 他怎么什么都会 内心焦躁得不行 他斟酌住要准备询问的时候 一旁有人快他一步 何院长 你给小六请的人 是刚刚那个进去的姑娘 说话的是莫吉 他是六团的团长 而他口中的小六 便是抢救时钟 重担的那个 他刚刚可没有错过好院长 说是那姑娘当主刀呢 就算他不懂一 但主刀这代表什么意思 他是懂的的 第502章 贺院长点头 对 就是他 他就是给小六做手术的人 莫吉的脸 憋得通红 这开的什么玩笑 让那看起来不到二十的姑娘做主刀 想要大声斥骂这个好院长 不拿他们的命当命 不是他不相信自己的妹妹 实在是他太年轻了 他能做这么重大到生死攸关的手术 憋了半天 他没有憋出一句话 好院长见此 就又解释了一句 莫团长 如果他不行的话 那么就没有人比他更行了 你要相信我的决定 反正都到这个地步了 讲句粗糙难听点的话 死马当火马医 莫吉的喉咙 顿时像是被什么给卡住了 这时 慕容哲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先前有研究院的人被敌特下毒治残 就是他给治好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那人过几个月就能站起来走路 还有 你可记得以前军区大比武的萧北吗 这话一出 莫吉当然是太有印象了 那么厉害的一个牛人 结果却是阴腿残退伍 还有 当年萧北在部队的时候 他们是同的新兵营出去的 慕容哲看向他 萧北的腿就是刚刚那进去的姑娘 给治好的 对了 他叫苏琪 还是萧北的媳妇 更是 顿了一下 他继续开口 我的亲妹妹 有血缘的那种好院长不意外 他早就从文医生那里 得知苏琪跟慕容家的关系 莫吉震惊的不行 他 他是萧北的媳妇 也是你的妹妹 这是我怎么一丁点不知道 还有 你说萧北的腿好了 慕容哲点头 对 萧北的腿早几个月就全好能走路了 而且 他还考上了京市的公安大学 莫吉 等等 这消息太多 他有些消化不了 要是没有记错的话 萧北的文化都是在部队自学的吧 就他还考上了大学 慕容哲知道这些消息够他消化很久 所以也不再多说 好半赏之后 莫吉这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那你妹妹这么厉害 你说他这场手术有多少把握能把人给救回来 他是别的都不想 只想里面的人好好活住 慕容哲 这不是在为难他吗 他要是知道的话 那就不会在这里等住了 我妹妹不是神医 但他一定会竭尽全力抢救的这时 好院长也开口了 人都那样了 你们不能要求一定会把人给救回来 但苏同志一定会竭尽所能去抢救战友 万一手术失败 不能让这些人认为是苏奇的错 莫吉沉默了 他也知道自己说话不大对 毕竟小六那伤势 能到现在还留有一口气 那都是从阎王爷那里偷来的命 手术的时间很长 外面的人除了好院长有失离开 其他人没走 慕容哲也不敢走 他不仅担心小六 更加担心自己的妹妹 讲真 他对苏奇的医术 还是有那么一些存疑的 虽然他治好了萧北的腿 也把姜之刚的瘫痪 给治得差不多了 但是医生不就讲的专业吗 他难道还是全科不成 还有 就是这手术可得开枪 别的医生都不行 他真能行 第503章 手术的时间非常长 苏奇是八点到医院进抢救式的 一直到晚上七点这样 抢救式的门才打开 率先出来的是文医生 他一出来 莫吉还有他的战友 包括慕容哲都为了上去 医生 怎么样 莫吉问这话的时候 他的心是提着的 生怕听到令人心碎的答案 文医生摘下了口罩 他露出的笑容就代表了一切 性不辱命 抢救回来了 手术很成功 里面再做最后的处理 只要度过48小时的危险期 那么就能转到普通病房 莫吉的心都在发产 他生怕自己刚刚听差了 医生 手术真的很成功 当然 我们怎么可能拿着是开玩笑 一会儿伤者就会退到重症监护士去 只要在这48小时内 没有其他并发症的话 那么就能转到普通病房去 谢谢 太谢谢了 莫吉非常的激动 他本来都心如死灰了 没想到手术居然真的成功 文医生笑着说道 你们不用谢我 这场手术是苏医生之刀 你们要谢的话 也就谢他手术 有好几个跟他同级别的医生 在他们有幸见证了这场手术 这让他们受益匪浅 谢 一定会谢 我们24团都感谢 他救了小六的命 小六才20岁 那么年轻的生命被救回来了 他们全团感激 更何况 有这么厉害的医生在 他们这些人的生命 也是多了一份保障 慕容哲还沉浸在难以置信当中 他忐忑不安了一整天时间 真没想到苏琪竟然手术 真的成功了 他也太厉害了 随之而来的便是浓浓的骄傲 那个年轻的天才医生 居然是他的亲妹妹 他自豪的不行 文医生一走 没过五分钟 手术床被护士给推了出来 莫吉他们看到插满管子的小六时 心里抽痛 不过 还是很高兴的 因为这代表小六还活着 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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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有一个个喊住 慕容哲也是很激动的 真的手术成功了 人还活着 真好 你们别围着了 都让开 病人需要进监护士 护士这一喊 莫吉他们就快速退开让路 大家跟在这手术床后一起一走 慕容哲倒是没有走 他看向了走出来的那几个医生 而正中间走着的则是他那妹妹 苏奇显然也是看到了他 他没有说话 慕容哲掀开的口 你饿了吧 先去吃饭 苏奇摇头 等一下再吃 我先去重症室那边交接安排好手术是他做的 他得先去跟那边接手的交接一下 另外他这两晚上是不准备回去的 来应付病人的突发情况 慕容哲 行 那一会我们一起吃饭苏奇点了下头 好 随后他便走了 另外几个医生也跟住一起走 莫吉他们也看到了苏奇 先前他进手术室的时候 他们挂心住命悬一线的小六 哪里会仔细看苏奇 这会儿他们正好正面看到他 发现他是如此的年轻且漂亮 撇去外貌 他们更敬佩他的医术 来不及说上感谢的话 苏奇就先进入重症病房了 第504章 差不多20分钟这样 他这才疲惫的出来 从早上来医院到现在 他是滴水未沾 这会儿还真是又渴又饿又累的慌 镜里 莫吉的这一声喊差点惊掉苏奇的魂 他还真是没有料到他们会来这一出 感谢苏医生的救命之恩 谢谢 真的是非常感谢 莫吉静着李 嘴里说着感激的话 苏奇看向他和他的战友 这是我应该做的 是我的职责 就像你们保家卫国一样也是职责 所以不用谢 他的话让莫吉他们几个对他的好感度 蹭蹭上涨 所有感激的语言全在一声敬礼中 整得苏奇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你们真不用这样 对了 晚上这边医生有值班 我晚上也会在这医院的 你们现在留在这儿也没有什么用 不如先回去休息 等他出了这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 你们再来看他 还有 可以通知他家属一下 到时候转到普通病房的话 也得留着一个人照顾他 如果家属不能赶到的话 那你们也要安排特户莫吉立即说道 苏医生放心 我们会把这事给安排好的 苏奇见他有数便不再多说 他看向了慕容哲 不是要吃饭吗 走吧 慕容哲当即点头 行 走 随后他看向了莫吉他们几个 你们不是也没有吃饭吗 要不 一起 莫吉摆了摆手 不了 你们先去吃饭吧 苏医生今天累了一天了 注意休息 苏奇点了下头之后 他便和慕容哲一起走了 刚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文医生 他看向兄妹俩 你们是去吃饭吗 慕容哲点头 对 要一起吗 行 不过 苏奇的这个外衣要去换掉吗 你的外套还在手术室那边 我要去换一下 你们等我一会 刚刚之所以没换 那是因为还要进监护士这边 现在他要去换上自己的衣服 十分钟后 苏奇他们三个出现在医院食堂这边 那里摆了一桌菜 待三人坐下之后 文医生就解释道 这其实是好院长让食堂这边特意烧的 其他人已经吃过走了 嗯 感谢院长安排 苏奇对这里的食堂并不陌生 上次在这边做实验的时候 他就在这食堂吃过好几的 还有就是这两晚上你要在这里值班的事 好院长给你安排了一间值班室 那边的被子什么的都重新给你弄好的 都是新的前进的 一会儿吃完饭之后 我带你过去 可以说完之后 他们便没有再说话 等饭吃完 苏奇就看向了慕容哲 你回去吧 我住医院这边 慕容哲知道他住这儿 也放心 那你的洗漱用品 我需要给你去拿一套过来吗 苏奇摇头 不用 我自己有带的 他除了带一个医药箱掩人耳目之外 他还带了个胯包呢 谁会去翻他的胯包 慕容哲见此就不再多留 他走了之后 文医生就把苏奇带到了他值班室睡觉的地方 他也没有进去 把人带到之后 他便下班回家去了 第505章 当天晚上很安全地度过 苏奇觉得特别好 他在洗漱之后 第一时间就去了监护室 等他消毒进入之后 开始检查 一旁值班的医生 则是报告昨天晚上监测的各项数据 苏奇在军区医院总共三天时间 他是在那 病人转到普通病房 这才离开医院的 刚回到家门口的那条弄堂 就远远地看到了门口的老人 送他回来的是部队的车子 车子一停下 苏奇便推开车门下了车 那车子完成了送人任务 自然就开走了 爷爷 你怎么在这儿 慕容老爷子打量住自家孙女 你这三天瘦好多 苏奇听到这话 嘴角不由抽了抽 三天哪里瘦了 还让你给瞧出来 这火眼金金不成 我没瘦 医院的伙食很不错的 爷爷 我们先进去再说 他拿出钥匙打开了门 随后他便又拿出了另一把钥匙 爷爷 这把钥匙给你 以后钥匙我不在家 你就直接开门进来 慕容老爷子很开心地 就把钥匙给接了过去 行 等你上学之后 我来帮你打扫房子 苏奇 这个就大可不必了 第一学期 他肯定是住校的 对了 苏苏 我听阿哲讲 你做了一个很成功的手术 苏奇笑着点了下头 笨 成功的 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 那天是真的累 要不是他身体素质好 还真是坚持不了 看来 以后的锻炼要继续才行 我孙女就是厉害 慕容老爷子脸上是浓浓的自豪 他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孙女呢 真的是祖坟冒清烟了 苏奇面不改色地接了这夸奖 这多亏他有上辈子的记忆 毕竟天才医生这名头 也不是白蛋的 慕容老爷子想起了一件事 对了 苏苏 我昨天在这儿碰到了邮递员 他给你送电报来了 我当时就给收了起来 他从口袋里 把那一直带着的电报给拿了出来 苏奇接过来一看 那地址就是萧北写的 他打开了电报 当看到里面的内容时 他的脸上多了笑容 慕容老爷子虽然没有看着电报内容 但看到孙女脸上那笑容时 就知道是他那便宜孙女婿发的 苏苏 是我那孙女婿的电报吗 他说什么让你这么的高兴 苏奇的确是高兴 爷爷 萧北和小豆子来京市了 算着时间 他们明天十点左右 就会到了上次萧北说 要等到开学后才来的 现在离开学 还有二十多天 居然就提前来了 他还是很高兴的 毕竟好久没有看到小豆子了 啊 明天到吗 那我陪你明天过去接他们 苏奇一听这话 笑容垮了一下 明天我还要去医院一趟 十点的话 我估计没时间去接了 不过也没有关系 这要是没看到我的话 那他们会自己过来的 这边的地址 我早就跟萧北说过了 慕容老爷子立即说道 你忙你不在 没关系的 这不由我这老头吗 我明天去接他们第506章 第二天 苏奇不得不先去医院那边 毕竟医院除了那个 他就的小六之外 和院长还让他 给另一个病人做手术 对于这个 他也是答应下来了 所以 这接人的任务 就被老爷子给揽了过去 他早早的就在火车站等住了 而火车上的小豆子就特别的兴奋 爹 火车是不是马上就要到了 你这个问题 从早上六点问到现在 就已经问过八百遍了 萧北也是无语得很 有什么好意之问的 这多问也不能让火车立马就到 这火车该什么时间停 那就什么时间停 小豆子可不管自己问多少遍 对于能马上见到娘的喜悦 他整个人都处于兴奋中 萧大哥 小豆子也真是好可爱啊 容莉莉一脸娇羞道 他的眼睛是盯着萧北看的 这让萧北极度不适 麻烦叫我萧同志 这叫大哥很不合适 小豆子当即也顾不上火车 到不到站的事了 他连忙附和老爹的话 对 你别叫我爹大哥 我不想有你这么一个姑姑 也不知道这人怎么想的 从他爹在火车上 那人贩子手里 把他救下的那刻起 就一直缠着他爹 真的是太讨厌了 最重要的是 这人动不动还红眼睛 要不是这座位没有了 他和爹都要去更换座位 这不 小豆子又看到对面的人 又红了眼睛 他觉得这人说红眼睛 就红眼睛的技能 实在是太厉害了 萧大哥 我 我只是想到 你跟我哥是战友 我就把你当大哥了 容莉莉的眼眶 红得厉害 声音里还竟是委屈 萧北额头的青筋 再次跳了跳 他对这个女人的忍耐度 已经到达了极限 在火车上救下他 那纯属是巧合 他是前公安的 上火车那刻起 他的职业病就犯了 眼睛四处一扫描 还真是让他扫到了不对劲 再加上他以前在部队的时候 看过战友容莉的全家照 他的记忆力非常好 一眼就看出 那个闭眼靠在老太太身上的姑娘 就是容莉的妹妹 然后又观察了那几个座位上的人 就发现老太太还有那坐一起的一个男人 和前后几个分散开来的男人 都是那人贩子 于是他先不动声色地 把小豆子给拉到了另一节车厢 找到了那个乘务员照看孩子 然后又让乘务员通知城景过来 几人一起在火车开动之后 他们就一下子控制住了那几个人贩子 解救了一孩子 还有就是这个容莉莉 真没想到 这个容莉莉居然也认识他 然后以害怕为由 又打着他歌容号的名头 就一直缠着他 没有其他的位置安排他 于是这人就一直坐在他对面 萧大哥萧大哥的 让他改一路 居然都像是听不见似的 这次也是一样 不过 这次不打算忍了 万一 他媳妇看到听到误会了怎么办 他绝不允许出现这种意外 不是大哥 请不要喊我大哥 我不喜欢别人叫我大哥 你要是再喊 一会儿下火车 那你就自己回去那不行 我害怕 我不能一个人走 萧大好骂 不喊就不喊 萧同志 你一定要把我送回家 不然 我就跟住你们走 第507章 如果不是考虑到 容浩是自己的战友 他真的是一点都不会理会 就在这时 火车马上到站的广播响起 萧北就没有再理会 这个容莉莉 他对着小豆子说道 小豆子 一会儿火车就要到站停下 你跟警爹 不要乱走 还不等小豆子回答 坐在对面 容莉莉快速地说道 萧大哥 你放心 我会牵好小豆子的 他就像是得了健忘症一般 前一刻还答应好好的 这一刻 他便忘记了答应的事 又喊起了萧大哥 小豆子本来一直都是一上 很有礼貌的孩子 但这一刻 他也不想礼貌了 直接就朝着容莉莉 翻了的白眼 我才不要你牵 我会自己走 小豆子 你还小 一会儿下车的人特别多 阿姨牵着你 这样才不会走丢 会更安全 我才不会走丢 小豆子有些生气 他觉得这人的脑子 好像不大好 要不然怎么就听不懂 别人的好赖话呢 容莉莉立即堆笑 对对对 小豆子说的对 你不会走失 来 一会儿牵阿姨的手 知道吗 小豆子 敢听他刚刚说的话 他是一个字 也没有听进去呢 他也总算明白 老爹的窝火了 白了他一眼 就不再理会他 他看到好多其他乘客 在拿上面行李架上的行李了 于是便说道 爹 把我的那个包裹 也拿下来 他的那个包裹里 装的是秦奶奶做的好吃的 到时候都是留给娘的 萧北站起身 把他的那个小包裹 给拿了下来 小豆子立即结果抱在怀里 容莉莉见次也连忙说道 萧大哥 我也帮你拿一个包裹吧 萧北连话都没有再跟他说 毕竟有的人 真的是跟他多说一句 都是浪费口水 他压根就没当你的话是话 把两个大包裹给拿了下来 其实 他好多一斤东西 都是打包用邮寄的方式寄了 要不然 这行李不会这么少 毕竟他们这等于是搬家 至少一年半载 是不会再回去的了 有可能 他会好几年才回去也没准 火车在这个时候 近站停下了 好多乘客已经向出口涌去 小豆子有些蠢蠢欲动 毕竟他想快点见到娘 不过 他的动作刚起 就被萧北给警告了 先待着 等他们都走了 我们在下 不住急小豆子 怎么就不住急了呢 他娘还在外面等住呢 不过 出门在外听话最要紧 所以 他便乖乖坐着不动 终于等人走得差不多时 萧北示意小豆子可以走了 小豆子立即把小包裹 携住一背 先走出了位置 这时 容莉莉就要过来拉他的手 小豆子 阿姨牵着你走 不用小豆子硬邦邦地 丢下这句话之后 就避开了他伸过来的手 容莉莉的笑容有些僵住 这小孩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路都没怎么用好脸色对他 转过头看向萧北 萧大哥 我来帮你拿包裹 萧北直接越过他就走 这下子容莉莉慌了 连忙跟上 萧大哥 你走慢点 等等我 萧北听着这声音 他前脆加快了脚步 而且 他还得跟住小豆子 不让小家伙被人流冲散 第508章 小豆子一下火车 就扫尸了一圈 可惜并没有见到人 他的表情肉眼可见的失望 爹 怎么没有看到娘 你长得高看得远 你看到娘了吗 萧北的双眼也扫视着四周 并没有在出口处看到人 没有 我们先出去再说 也许你娘就在外面 等着小豆子听到这么一说 他灰暗的毛子再度有了亮光 爹 我们快走 可别让娘等太久 萧北同他一样心情极切 父子俩从出口走出去 跟在他们身后的容莉莉 脸色有那么一些难看 没错 他是喜欢萧北的 前年他去他哥那边部队探亲的时候 就喜欢上了萧北 对他一见钟情 可惜当时他想跟他处对象 这人不同意 探亲假意结束 他只得先回家再打算 没想到却传来了噩耗 萧北居然残了 并且还退伍回农村去了 这怎么行 不管是残了 还是回乡村这两项他都接受不了 于是便惜了这个心思 好在后来他又看中了慕容者 不仅长得好 而且家事也好 是住大院的 最重要的是 人家现在还是团长 可是他表白了几次 也让人去提亲 结果 还是被拒绝了 在死缠烂打几次之后 那个慕容哲 居然说他不要脸 说他配不上他 说他永远也不会喜欢他 这可把他给气死了 于是便在一气之下 跑到了外婆家 在那里待了几天 他就待不下去了 于是又一个人偷偷地跑回来 却不曾想他在火车上就被人贩子给迷晕了 要不是幸好肖北出现救了他 他这一辈子可就真的完了 从睁开眼的那刻 他便把肖北给认出来了 只是没想到腿残的他 却并没有残 就是身边多了一个小拖油瓶 至于结婚了这事 他虽然心中不爽得很 但也不认为肖北的妻子会比自己好 最重要的是他从小豆子口中打听到了肖北 居然考中了公安大学 这就很厉害了 前途无量 所以他这次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小豆子不讨喜没关系 反正等他以后跟肖北结婚了 那他就会生自己的孩子 他妈可说了 就他这样子身材铁定是会生儿子的 这有了自己的亲儿子 小豆子算个傻 肖北 这边一道苍老的声音打断了容莉莉的遐想 他下意识地顺住眼睛看过去 当看到一个老头时 他莫名就觉得这老头长相有些熟悉 可是自己也没有见过他 还有 那老头跟肖北什么关系 肖北不是农村的吗 不再多想 因为肖北和小豆子已经朝那老头走去 他也连忙跟上 肖北 小豆子 总算是等到你们了慕容老爷子高兴地打量住小家伙 小豆子 一段时间没见 好像长高了不少啊 真不错 慕容爷爷好 小豆子乖巧一喊 哎 好 你娘让我来接你们的 你娘今天有手术 她得去医院 所以就不能眼见你们了 于是我便接下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对了 小家伙 你可不能叫我慕容爷爷 这可窜辈了 你娘叫我爷爷呢 所以你得喊我太爷爷 Nikki 逊